点燃祷告之火 作者 巴克 凯奈斯 星星之火 足以燎原 一点点的改变 也能让你的祷告大为不同 第一章 我们所求告的神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两节 主啊 教导我们如何存敬畏的心 正确地祷告 尽管在你看来 我们如同灰尘般微小 我们仍要来救济你 我们若停止祷告 就必灭亡 哦 请赐给我们祷告的力量 当我们准备好迎见你时 主啊 请你施恩接见我们 詹姆士 蒙哥玛丽 在本书的起头 我们想邀请读者先停下来 问问自己 你这一周的祷告生活如何 今天早上 你又是怎样祷告的 我们猜想 多数读者和我们一样 想要好好祷告 却不免尴尬地承认 我们在祷告中所遇见的问题 总是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然而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普世的基督徒便不会否认蒙哥玛丽在两世纪前写下的文字 我们仍要来救济你 我们若停止祷告 就必灭亡 本书也以此作为出发点 我们全都需要祷告 也清楚明白这点 我们全都被吩咐要祷告 也丝毫不曾怀疑 我们的心灵深处渴望祷告 因为发现在我们里面 有一种想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 保护 安慰和鼓励的本能 如同年幼的孩子来到父母面前一般 所有人都晓得 若不祷告的话 就会在各方面都欠缺枯竭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继续尝试祷告 并寻找各种资源帮助我们祷告的好些 不论是什么样的基督徒 使年老或年轻的 美国或非洲的 富裕或贫穷的 知识分子或农民 健康 生病或残障的 各时各地的 都要在祷告上有所学习 如此普遍的需要 便使得这本探讨祷告的书诞生 祷告的历险 祷告的形态因人而异 有些人采用固定的形式 或借用圣公会的公导书 或使用各式各样的灵修手册 有些人写取历史悠久的 居尔特圣徒的导词 有些人使用的导词 可追溯至中古时期 或来自古今的罗马天主教 也有些源自清教徒 另有些人自创导告文 试图借着规律地 为自己写导词 来阐明我们的灵命光景 如复兮士所言 而大多数人 不使用固定的导文 当中有些人遵循 Lex的祷告顺序 赞美、认罪、感谢、代求 有些人则否 然而 我们喜欢自己使用的 祷告形式吗 多数基督徒 在面临不同的人生阶段时 会转变祷告的形态 初信阶段 我们对新发现的信仰 满怀热情 在主面前有讲不完的话 就像年幼的孩子 把周遭的所见所闻 一字不漏地讲给父母听一般 但是过了不久 我们逐渐明白 这种难难自语 不全然是祷告的本质 如同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日渐增长 便不再满足于 回到婴儿时期的沟通方式 我们开始以更成熟 与虔诚的方式来祷告 却发现逐渐失去了喜乐 我们彭扶在泥沼中 蹒跚跋涉 弄得满身泥泞 但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向神提出请求 之后却怀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 内心自问 神有没有应允我的祷告 若没有 原因何在呢 若有 他会如何做呢 因为所发生的事 与我所求的并不相符 难道我祷告错了吗 对祷告经验的不满 好比凛冽的寒冬 而且看似永无止境 当然 许多权威人士说 我可以帮助你 我要教你一种 有效的祷告技巧 接着 他们告诉我们如下的事情 倾听式的祷告 集中式的祷告 祷告圈式的祷告 方言祷告 静默祷告 内在祷告 联合祷告及穿越心灵黑夜的祷告等等 上述这些措辞都具有意义 也的确使人在祷告上得着更新 许多人满怀感激地聆听这些祷告技巧的演讲 也实际操练 但是 过不了多久 这群人又在四处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因为他们在祷告上所遇见的困难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单单更换技巧 不能确实解决问题 让我们好好看清楚 自己在祷告中面临的困境 我们自内心深处晓得 祷告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 也不像我们所期望的 只要学会技巧 就一应俱全了 例行公事的危险 当祷告似乎走样 我们会明智地回到责任式的祷告模式中 我们自你一个惯例 在固定的时间 用固定的方式祈祷 而这种例行的方式 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是对于这样的祷告 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必须分辨清楚 祷告对我们而言 是否变成一种机械程序 正因为它是机械式的 所以我们有能力去执行 以令自己感到满意 这就好像执行每天刷牙的动作一般 我们不会去思考 刷牙这件事 只会付诸行动 同样的 假使我们将祷告变成一种例行公事 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真地思考它 只在度过一天后 怀着美好和温暖的感受 告诉自己和上帝 我已经祷告过了 我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当基督徒想透过祷告 真实地操练与神相交 却使祷告流于形式 终究不时感到失望 就算偶尔得到一些鼓励 背后的理据仍是有问题的 例行性的祷告有效吗 对某些人来说 是的 然而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这样的模式 使他们与耶稣所指责的 外邦人画上等号 耶稣说 这些人以为话多了闭蒙垂听 事实上 例行性祷告 可能源自于一颗疲累的心灵 他将祷告简化为代办事项 清单中一个需要标记的项目 花在其上的心力与感情 愈少愈好 没有人想以这种方式开始祷告 当我们的身体疲累 总会不自觉进入了一种 半自动状态 我们的灵魂也是这样 如此一来 机械式的例行祷告 将转变为一项心不在焉 异能旅行的任务 并且创造出一种虚假的属灵安全感 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将这种隐含危机的祷告形式 和刻意安排时间与神相交的祷告 混为一谈 就后者的情形而言 祷告必须像三餐一般 保持一定的规律 良好的规律性祷告不是机械式 重复言辞的祷告 而是类似一对明智的夫妇 虽然生活忙碌 却安排时间谈论一天所发生的事 并享受两人在一起的时刻 许多从祷告中获得意义的人发觉 事先安排时间与神在一起 并且计划要如何使用这段时间 会获得超乎想象的帮助 这好比丈夫与妻子一起计划 下午要去哪个不受干扰的地方散步一般 因为两人需要商量许多事情 也需要花许多功夫来重温彼此的关系 若是你设定出一个规律的时间与主独处 并且事先计划好与他单独相处时 要谈论什么主题 你也会得到数不尽的好处 已婚男女要安排彼此共处的时间 才能避免走入一般夫妻面临的困境 由于生活忙碌 没有花时间在一起 彼此无法建立深度的谈话 对这样的夫妻来说 起初的爱沦为如刷牙一般的关系 这样绝对不是好事 一个热切预备祷告时刻的人 是这样思考的 我不想破坏与上帝的约定 因为他绝不失信 我想在恩典中成长 而我每日的祷告 就是一个不可少的要素 确实如此 基督徒是与神立约的伙伴 而神永远向我们信实地持守他的约 基于这份彼此互利的约定 我们分别出时间 以祷告来亲近神 就必深化与他之间的关系 这起码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但小心 危险仍然存在 我们现在明白 例行性祷告附带着一种危险 惯例本身反而会成为目标 而一旦予以达成 就会带来虚假的幸福感 例行性祷告本质上 无法挪去我们从祷告中感受到的困惑 就算是那些稳定安排时间祷告的人 也只是偶尔舒缓了此番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构成时 就必须承认困惑依旧没有离开 在祷告中 我们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 多次经验告诉我们 神在我们祷告时与我们非常亲近 也有许多经验告诉我们 当我们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 许多事情便发生 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 也激励我们要继续祷告下去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还是不时落在挣扎里 并且需要帮助 祷告的挣扎 如此看来 用挣扎这个词来形容典型基督徒的 祷告经验 实在十分贴切 当我们晓得 前进的福音派神学家 毕楼奇写作这个主题时 将书命名为 祷告的挣扎 我们实在是感到激励 另外 我们也留意到 复习是将近一世纪 以前写成的小书 祷告的灵魂 主要也在探讨 挣扎的事情 上述两位可说 是在祷告方面 思考得最认真 传述的最深入的当代作家 也因此 祷告的挣扎是 我们在本书很重要的基调 1852年 曾任英国利物谱 圣公会主教的莱尔 写了一本名为 《你祷告吗?》 的小册 销售了数千本 如今 此书重新出版 更名为《祷告的呼召》 其中几个段落 可以协助我们 看清祷告的挣扎 莱尔的用语 虽已有一个世纪半之久 他的观点 却非常切合 我们今日的处境 我问你们是否祷告 因为祷告的习惯 是真基督徒 最明显的记号之一 世上所有的神儿女 在这点上毫无二致 自信仰萌芽之初 他们就开始祈祷 正如刚诞生的婴儿 第一个展现生命的迹象 就是呼吸 重生男女的第一个动作 便是祈祷 这是神所有的选民 普遍的记号之一 他们昼夜呼吁他 圣灵在他们里面运行 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 并晓得自己成为神的后四 呼叫 阿爸 父 就像是婴孩啼哭一般 祷告是神儿女心的本性 他们看见自己需要怜悯和恩典 感到自身的空虚和软弱 他们别无他法 他们必须祷告 我问你们是否祷告 因为在信仰之中 个人祈祷是最明显受到忽视的义务 我相信 有成千上万人的祈祷 只是在行礼如仪 一级 只是念念有词 不断重复 丝毫不去思想其意义 即使很多人使用良好的导词 都只不过是在睡前 或清晨梳洗 穿衣时 咕弄一番罢了 许多人认为 祷告时心口不一 没什么大不了 但他们的祷告 在神眼中 却根本不是祷告 不是出于真心的祷词 就像是可怜的异教徒 在偶像前击鼓作乐一般 对我们的灵魂毫无益处 若没有心 剩下的只是嘴唇和舌头的摆动 神听不见其中的内容 这根本没在祷告 难道你忘了 祷告这件事早就退了潮流 许多人羞于承认这一件事 有些人宁可撕破脸 也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有祷告的习惯 另外 还有一些人 除非和陌生人同睡一间房间 不会做任何祷告 躺下就睡 祷告和犯罪绝不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 不是祷告消灭罪恶 就是罪恶拦阻祷告 这个道理我始终牢记于心 当我细查人类的生活时 我相信真正祈祷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我问你们是否祷告 因为殷勤祷告是圣洁纯正的秘诀 毋庸置疑的 真基督徒当中也有许多的不同 我相信在二十个人之中 有十九个人的祷告习惯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 那些不太圣洁纯正的人很少祷告 而那些圣洁纯正的人则经常祷告 容我向那些祷告的人说几句话 我相信有些阅读这本小册子的人 清楚了解祷告的意义 也拥有神儿子的灵 对这样的人 我想提供一些出于弟兄之爱的忠告与劝勉 祷告的弟兄啊 倘若我对基督徒的心有分毫了解 想必你常常厌恶你自己的祷告 在神的儿女当中 几乎没有人不曾发现 祷告的时刻就是征战的时刻 当撒旦见到我们屈膝时 他就向我们发动攻击 让祷告成为你一天 二十四小时中不可或缺的药物 这对你灵性的健康非常重要 你如何重视其他事情 也要如何重视祷告 请务必记得 你可以透过持续简短的祷告 将早晨和夜晚的日常灵修时间串联起来 即使在公司 职场或街头巷尾 你都能像尼西米一般 势力在亚达薛西王面前 向神没导 绝对不要以为 花给神的时间 只是突然浪费持续祷告的基督徒 最终将发现 他绝非输家 告诉我某人的祷词 我很快就能告诉你 那人灵性的状况 祷告是属灵生命的脉搏 借着祷告 灵性的健康程度 就能被测量出来 哦 让我们持续留心 我们个人祷告的情况吧 睿智的莱尔主教 令我们感到浑身不自在 确实如此 他强调祷告的重要性 并斥责那些不以为然的基督徒 但是 他也不断鼓励我们 彭腹好的祷告 是一座可以攀登的山一般 身为一位讲道者 他积极地使人明白 祷告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不可解决 它是对的 而我们现在就要尝试提出解决之道 本书主张 有三个关键可使祷告真诚 有意义 并且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 清楚了解神的本质 时刻操练神的同在 以及天天在生活中 努力讨神喜悦 现在来分别说明每一项 清楚了解神的本质 就是按神在圣经中 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来认识他 我们之后会再详述这一点 时刻操练神的同在 以劳伦斯弟兄的角度来看 这代表随时意识到 神的眼目不断看顾我们 他的手也从未离开我们 对基督徒来说 就是与神圣的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这位他即是他们 他们即是他的神 亲密的同行 人生好比步行在风景秀丽的山间林野 一路上的高低与起伏 平坦和崎岖 都带给了每位航路者困难及喜悦 基督徒的生活也像其他人一般 会遭逢高山低谷 但是基督徒在行走期间 有同伴随行 虽然人的同伴也陪在我们身旁 这里所指的同伴却不是指人 而是三位从未离开我们身边的神 若有人伴你同行 你会感到愉悦 同样的 你与三一神同在 体会到他们施语的帮助 也会感到喜乐 你享受他们的陪伴 也一直记得他们的存在 这就是所谓操练神同在的基本意义 我们会在下一章谈论更多 努力讨神喜悦 源自我们对神的爱 这份爱出自于我们对他创造大功的旌旗 更源于对救赎之功的惊叹 我们都认识圣父的爱 因为充分明白 尽管自己无法爱他 他依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差遣他儿子为我们赎罪 我们都认识圣子的爱 因为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就像他为保罗所做的一样 我们也都认识圣灵的爱 因为自从他使我们重生 与复活的基督连接在一起之后 便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在性格上拥有基督的样式 而当我们违背圣洁的道路 又为我们担忧不已 耶稣教导我们说 第一条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 就是你要尽心 尽兴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当我们了解这位神圣的三一神 也就是主我的神的爱 我们就大受激励 如同以撒 华兹所说 要以我所欠的爱之债 来回应三一神的爱 而我们也发现 自己与威廉 故伯做了相同的祷告 主 我最大的不满是 我的爱是如此微弱 但我爱你 也切勿你 求赐恩典 使我爱你更多 那么 我们应如何向神表达爱呢 总括一句 就是要讨他喜悦 爱的最佳定义是 智力使所爱的对象 在各个恰当的方面 变得更好 当然 我们无法使神变得更好 但我们能颂扬他的伟大 并借着赞美和顺服 来高举他 尊崇他 而最能讨他喜悦 是他的这荣耀的 就是当我们面临众多抉择 仍不断努力这样做 爱神 讨神喜悦 荣耀神 这三个信念融为一体 便形成了基督徒生活的目标 若我们按这个方向来祷告 就不会在祷告的挣扎上挫败连连 而会惊艳到丰硕与满足 我们相信各位欲往下读 就会欲了解这件事 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 始于了解神的本质和操练他的同在 我们会更详细地说明这两方面 现在让我们先花些篇幅来讲解第一方面 圣经说了许多关于神的事 这是一点都不新鲜 但我们意识到 许多基督徒忽略了这件事 需要稍微被导证一下 有些基督徒对神的观念显然十分模糊 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有位女士向主教说 但是主教 难道我们全都相信那些东西吗 看来 有些人对神的理解就仅止于那些东西 然而 如蒙哥玛利所言 除非我们正确地了解圣经所呈现的神的本质 否则就无法正确地祷告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 我们会提出八项真理 来说明圣经所呈现的神的本质与作为 将近两千年 教会的教师大多都认可这八项真理 事实上 从使徒时代直到如今 在接受圣经式神话语的人当中 绝大多数人对圣经所呈现的关于神的观念 很少出现任何强烈的怀疑和不确定的立场 就算是到最近 教会整体仍明显一致地承认圣经本质上的地位 然而 过去教会所明了的真理 随着有眼不识经文的时代来临 也慢慢被遗忘了 而我们现在需要花一些时间将它带回来 首先 我们要清除心中经由丰富的想象 而对神抱持的种种奇想 我们常听见有人说 我喜欢将神想象成如此这般 在此郑重声明 这类出自于我喜欢的心态 所做的推测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必会对神产生错误的认识 最 这个背逆神的症状 潜藏在我们的心思 道德和灵性系统中 使我们经常误解了上帝 事实上 这类错误的奇想 只会领人走到不信的极端 最终对那位原本应该是 人类生命焦点的神 感到极度的疑惑和不安 因此 我们恳请你 慎重地舍弃神学方面的猜测和幻想 与我们一同完全聚焦在圣经上 因为神唯独透过圣经为自己做见证 让我们照他的本相来认识他 曾有人打趣说 牧师最喜欢的花卉是香碗豆花 因为讲到题目中的关键字 多数是由英文字母辟为其手 现在我们需要各位认真地读下去 因为我们要以八个由辟其手的英文单字 来描述圣经中关乎神的真理 希望借此让这些基要真理 变得清楚又容易记忆 这是你的神 真理一 神是有位格的 位格或人称是存在的最高类别 鲁医师曾说过一位年轻女性的故事 她的父母是自己为前卫思想的典范 在他们看来 位格的类别依然无法描述神 因此 他们教导女儿将神想象成一种更高的实体 当这位年轻女性到了能够自行判断的年纪 她回头检释心中的想法 才明白过去那些年 她都把神想象成是一个无限扩张的米布丁 因为她并不那样喜爱米布丁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对她没有什么帮助 事实上 没有位格的神观 根本无法含阔神真正的本质 将神去位格化 想法似乎先进 却常酿成大灾 在圣经中 神是具有位格的 也就是说 他称呼自己为我 称呼人类为你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我们不仅发现他以此种方式说话 也看见他以全然为格化的方式 与人面对面相交 神不是一个他 我们更不应该容许自己把神想成是一种课题 可以站在一旁加以观察 好似生物学家观察蝌蚪滑稽的动作一般 不不不 神一直是一个主体 绝不仅是一个课题 他永远在我们之上 绝不会在我们之下 神以位格化的方式 向我们呈现他自己 而我们必须以位格化的方式来思想他 把他想成是就在这里 与我们面对面 看顾我们 并对我们作为人的身份感到好奇 就像我们对彼此有兴趣一般 既然神是有位格的 我们就无需惊讶 他是以双向沟通的方式 与人建立关系 神使用语言向圣经人物说话 而我们也如同圣经人物 被护照使用语言来与他对话 生物学家和蝌蚪之间没有语言上的联系 但我和你 我们和神之间 有语言上的联系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今 神以写作的方式来与人类沟通 就像信件往来一样 而人类则以直接说话的方式来回应神 彷復我们在打电话 但是 假使神没有位格 上述两种沟通方式是不可能发生的 真理二 神是三位一体的 圣经中关于这项真理的第一个线索 是在创世纪出现的我们这个神秘字词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之后 创世的故事 没有再进一步说明神的这种附属性质 但圣经一开始出现的我们这个神秘字词 就像一个进入我们脑海的指标 指向了日后将越来越清楚的事物 到了新约 神不仅在本质上 也在位格上显示出他复述的特色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三个位格在他合一的实体中彼此联络 彭扶人与人互动一般 又好比一个团队 为了救赎神的百姓而运作着 虽然三位一体这个词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 但神是三位一体的事实 从始至终都不正自明 第三 四世纪时 教会以此事实为焦点 发展出三位一体的教义 在新约圣经当中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三个位格被描写得十分清楚 尽管新约中没有专门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共存 也没有哪位作者刻意停下来指明 当他提及神 通常是像耶稣一样在指圣父 而不是指彼此同在的三个位格 但是 新约中作者却很清楚地指出 三个位格无论是在存在或目的上 都是同为一体的 而且彼此协力完成救恩的工作 关于三位一体 无论还有哪些层面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 他们拯救罪人的一致目标 都是在清除也不过 约翰福音第三章中 尼哥迪姆和耶稣对话时 耶稣向他介绍三位一体的真理 首先 人要借着圣灵重生 才能进入父神的国度 再来 人要相信圣子将为了完成救恩而受死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理 圣父赐下圣子为我们受苦 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 引领我们进入圣父的国度 这项真理贯穿了整个新约 若以溶解的观念来形容这项真理 确实很贴切 让我们来想象 有一杯饮料里面加了糖 虽然糖融化在液体中 化学家却能将它萃取出来 化为结晶 同样的 在新约中 我们能确切地发现三位一体的教义 这个合一的神圣团队 要带领我们这些罪人 进入永生的丰盛境界 由于三位一体的本质 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 因此称它是个奥秘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 由于在新约圣经中 三位一体的存在清晰可见 所以我们将它视为 一项真理和教义 也十分恰当换言之 它是一项需要被教导的真理 三位一体是基要的真理 少了它 我们就无法陈述福音的本质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说明了圣父为我们计划救恩 圣子成为中宝 为我们舍命 而圣灵则像一位满有恩赐的宾客 乐意受邀住在我们里面 倘若我们否定三一论 进而否认了道成肉身的真理 以及服侍个人的圣灵 那么福音将如同一台轻行马车 瞬间就能支离破碎 真理三 神是完全的 这项真理的意思是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神都不会比它原有的本质更好 它没有任何缺乏 短处 更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进 不 神超越了这一切 它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完美无瑕 直到永远 在出埃及记中 神将它的名字告诉了摩西两次 就圣经时代的人而言 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性 神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名字 是在荆棘丛中 他在那里与摩西相遇 并拆他回到埃及 将他的同胞从奴役中领出来 进入神像他们祖先所应许之地 摩西心想 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 毕竟 此时的他 与埃及人和自己百姓的关系 都不在最佳状态 说实在的 摩西可说是一个从埃及逃出来的难民 所以 当他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 我到 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看见了神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他向摩西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后来 这个名字简称为雅威 意思代表我是 就像在英文中 笛尔是威廉的简称 贝斯是伊丽莎白的简称一样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我们想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要为 这个以四个字音组成的西伯来文 基督徒用来称呼耶和华的字词 是神为自己取的名字 以表明他向自己百姓的尾身 在远古时代 如果神不告诉你他的名字 他就不能成为你的神 所以 对神的百姓而言 晓得神的名字 不仅象征也证明了 神与他们连结的关系 当摩西告诉百姓神的名字 他就能向他们确认这个事实 但是 这个名字的本身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 I am who I am 也可被理解成是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或I am what I am的意思 所以 这个名字的含义 便回应了神如何存在的问题 这个名字告诉我们 神确实存在 而且他是永恒 自立和掌权的 无论是现在 过去 还是未来 他都会在所同管的世界中 行使全能 施行旨意 神 无所不在 全然掌权 他命定现在之事 也命定将来之事 当他借着这个名字 向摩西说话 庞福也正在告诉我们 我无论是在现在 将来 还是永远 都会成为我所选择的样子 毫不改变 你不是万事的主宰 但我是 在此 我们看见神完美的本质 完全掌权 完全知晓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的本质配得我们赞美 如同许多诗篇 所展现的一样 然而 我们要进一步 询问神的 就是 他行事的原则 是什么 即牛读事件后 神第二次告诉摩西 他的名字 也就是在那时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段故事 出现在 《出埃及记》第34章 当时 摩西上西乃山领兽神的律法 他正与神相交 山下的百姓 却因忍耐不住和不信的缘故 制造了一个金牛毒 在牛前献祭狂欢 摩西下山收拾残局 在过程中把法板都摔破了 他又再度回到西乃山领受法板 那时 耶和华在云中降联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 四代 神在此宣告 他以人类所需要的怜悯和恩典对待他们 然而 倘若人类不认真看待他 也不因他的爱而为罪痛悔 他也会因为圣洁的缘故而惩罚他们 神的这种道德完美性 展现在他对所造之人的作为上 一切不法的 自夸的行径和冷酷 自我中心的动机 在他眼里 都是肮脏的污点 因为纯正是他完美本质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因此 他向罪人所施的恩典 令所有领受的人 无比惊奇 神在道德上的完美性 也是诗篇不断颂扬的主题 举例而言 诗人在诗篇八十六篇五节写道 主啊 你本为良善 诗人继续写道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接着 第十节也揭续了这段 回应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诗歌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是的 神本为善 神真伟大 他所行的都配得赞美 神在一切的方面 都的确完美无瑕 真理四 神是充满全能的 现在 让我们稍微将前几页 间接提及的观念 做一些延伸 在阐述这项真理时 神学家会说神 是全能的 这表示 他能做任何他决意 要做的事 正如诗篇一三五篇六节 所肯定的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 而行 接着 他们进一步扩大这项观点 说明神也是无所不在的 如诗篇 一三九篇 一至六节 所描述的 神一直充满在世上的 每个角落 这是他充满全能的 面向之一 另外 神也是全知的 他完全晓得万事 不论是过去或将来 发生的每一件事 不但如此 他还彻底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你从远处知道 我的意念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 诗篇 第九十三篇 九十五篇三节 九十六篇十节 第九十七篇 九十八篇六节 及第九十九篇 也都在宣告 欢庆一个事实 神掌权 神是君王 种种形象让我们知道 诗篇认为 神是一位同管万有的君主 在古代世界中 每位君王都是在他的王国 直接管辖所有的事情 诗篇说 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 而且他掌权的程度 没有一位地上君王 足堪匹敌 不论何时 何地 他都是至高的掌权者 完全统领着宇宙 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没有一样事物 在神的眼目和掌管之外 这项真理令他的百姓 感到无比安心 真理五 神是有计划的 让我们再把前面讨论的内容 进一步延伸 神对他所做的是有通盘的计划 他对所造的世界有什么计划呢 我们可将答案分为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 神要他道成肉身的儿子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对着尊崇和荣耀 另外 主耶稣基督也借由顺服来荣耀父神 新约多次强调这些计划 举例来说 我们从圣经中看见 耶稣向父神发出了极度痛苦的祷告 当时 他在克西玛尼园 为即将采取的顺服行动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以至于死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稣接着走到睡着的门徒旁边 恳求他们陪他一同祷告 却徒劳无功 之后 他又回去祷告 并再次表达他顺服父神的决心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 以及之后的行动 都尊崇了父神从起初就预定的计划 耶稣借着痛苦的顺服来尊容父神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圣父也尊崇和荣耀他的儿子 耶稣受洗时 我们看见圣灵如鸽子从天降下 且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另有一次 耶稣登山变相时 摩西和以利亚显现 同他说话 彼得 雅各和约翰看见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之后 耶稣祷告说 父啊 我在那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耶稣在承受羞辱之后 得着了荣耀 并且存留到永远 如此可见 神的旨意在创世之前 就已然形成 并且延伸至永恒 耶稣借着他的爱 死亡 复活和持续为我们代求 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带入了这个计划中 再没有比这还要崇高的旨意了 然而 父神让耶稣借顺服来荣耀他 进而得享尊荣 只是他一部分的计划而已 另一个计划 与此计划紧紧相连 为要让神所收养的家 也就是教会 神的选民 成千上万得赎的罪人 得享圣洁和喜悦 此外 这份圣洁和喜悦 带出了第三个要素 那就是教会感恩的敬拜 这个要素是如此运作的 身为父的代言人 与恩典中宝的子 赐给圣徒荣耀 以及一个全心内在生命的祝福 全心的属天盼望 和当下全心的喜乐 而圣徒也给予圣子 连同圣父当得的尊荣和赞美 我们可用祝福 这个与荣耀一样 在圣经中拥有双重意义的字词 来说明这一点 在圣经中 荣耀不仅意味神的展现 也意味众人称颂神 我们为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以及给予我们永生的益处 而将荣耀归给祂 祝福也是一样 神赐下礼物来祝福我们 祂借着所赐的子 儿子则借着祂所成就的救恩来祝福我们 接着 我们借着颂赞 奉献 感恩和在神面前的喜乐来祝福祂 荣耀和祝福的双重意义 表示出神计划的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 父道成肉身的子所得的尊崇与荣耀 第二方面是 父所收养的家 享有的圣洁和喜悦 其中包括 教会为各样美事所做的赞美 这就是神的计划 在这项计划中 主耶稣透过圣灵 这位父神的信差和赐予恩赐者 以真实的个别方式来接近我们 并且与我们建立超凡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向门徒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这就好像说 请你们明白 从此刻起 我没有向你们隐瞒任何事 我向你们敞开我的心 如同朋友坦诚相待一般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我看作是朋友 就像我把你们当作是朋友一样 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 在听到他说这些话时 也要当作他是在对我们说一般 朋友知道 就是享受在一起的时间 并且彼此之间 尽可能没有什么秘密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 与神建立友谊的关系 这份友谊 是从父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主 耶稣基督那里流露出来的 他以自己的方式 与我们建立友谊 这也是神计划的一个层面 我们与荣耀的救主 建立一份更新变化的友谊 并且使我们拥有一个 与朋友彼此爱护 彼此服侍 以及彼此亲密的生活 我们身为基督徒 必须以这个方式来看待自己 我们是耶稣基督和父神的朋友 而且我们要透过祷告来 体验这份真实的友谊 真理六 神是持守应许的 持守应许这个词汇 被一个当代基督教男性运动使用之前 是神为自己建立的一项品格 因此 我们一切祷告的基础和对神的信赖 都必须根植于认识他的应许 宣称 倚靠他们 而且不论发生任何事 都紧紧抓住他们 相信这些应许必定成就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提到 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而保罗说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不过 在等候应许成就的过程里 我们将要看见 是否领受和相信 神所赐的应许 也是绝对必要的基石 换言之 这些是基督徒生活中 最基本的行动 我们会在本书不断提及 以应许为基础的祷告 当约书亚面临生命的尽头 他回顾出埃及 到征服迦南的日子 并告诉以色列的首领们 耶和华 你们神所应许赐福 与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新约是亚伯拉罕为 大有信心的典范 而保罗也看见 亚伯拉罕等候神 所应许的子嗣时 以颂赞的心相信神的应许 作为他祷告的本质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份相信 应许必能成就的信心 实在是圣经中 祷告典范的核心 真理七 神是我们的父 这项真理说 神以父亲的样子 来对待属他的人 这种方式毫无瑕疵 也符合他完美的属性 圣经所诠释的 理想父亲形象 是将权威 忠诚 怜爱 关怀 教养 恒久忍耐和保护 融合在一份 永不止息的爱当中 为要帮助他的儿女 不断地这力量和智慧 生命也欲真成熟 三位一体的神 就是以这个理想父亲的形象 来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 更具体地说 这个父亲的角色 是由三一神的 第一个位格来担任的 也就是永恒之子 耶稣的永恒之父 天父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收养我们这些罪人 成为他的孩子 与长子耶稣同为后嗣 如今 他也赐下圣子与圣灵 来引领我们归家 使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 与永恒的荣耀 光是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就详细说明了 天父与我们的关系 你父在暗中查看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赐 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就我们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 根据这些经文 以及新约中其他经文所说的 神非常爱我们这些 属他的孩子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 向这位父亲祈祷 因为他从不识信 肉身的父亲 可能会让我们失望 神却不会 我们可以确信 我们的祷告闭蒙垂听 并且得到的回应 不仅在神全面的计划来看 是最明智的 从长远来说 对我们个人也是最好的 因此 将生命交在神这位父亲的手中 实在是一件最美好的事 真理八 神是配得赞美的 这八项以英文字母P 作为开头的真理 向我们说明了 神的属性 他存在的方式和形式的法则 神是有位格的 三位一体的 完美的 充满全能的 有计划的 持守应许的 是我们的父 而最后 就之前提及的所有特性而言 他是一位配得独美的神 神配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赞美 因为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向我们显出他的美丽 良善和信实 我们祷告时 若能将赞美和感谢分别出来 并且确定两者都包括在内 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某些方面来说 表达感谢的祷告 焦点在于我们 我们为神 分别赐给我们和他人的特别礼物 以及赐给众人的一般恩典 而感谢他 另一方面 表达赞美的祷告 则是我们将焦点 直接放在神身上 因他的身份及属性 而发出赞美 这就像夫妻之间的对话 你是我所认识 最善解人意的人 所以我如此爱你 和谢谢你为我做三明治 这正是我的需要两个句子 所表达的内容 是有分别的 赞美和感谢这两种内容 都是合一的祷告 但是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受造物 心思意念 时常着重在神所赐的礼物和恩典上 就容易将焦点都放在感谢上 然而 神之所以配受称颂 是因为他本来就值得赞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一的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 时刻将我们的注意力 从自己转到神身上 以赞美作为祷告的内容 是美好的 也是正确的 如你所见 本书所提供的是以向谁 而非如何的取向来处理祷告 了解神的本体是一种心灵的操练 能把祷告导向正途 接下来请留意 在明白神是谁 以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 我们都必须清楚 我们在祷告中是以什么身份进到神面前 这件事至关重要 平日 我们与尊敬的对象 好友 旧时 访谈者 辅导 领袖 协谈员 老师 不论是谁来往时 根据对他们的认识 而做出调整 依照他们的身份 而做出回应和配合 并且不故作姿态 无论是何时何地 我们每次与他们互动都必须存着实在 真诚 谦卑的态度 与神在一起也是如此 当我们渴望与神对话 要求祂注意我们 不仅需要非常清楚祂是谁 也要明白自己是谁 以及在面对祂时 什么是谦卑 真诚 实在和敬畏的态度 这表示 我们要牢记自己来到神面前的身份 得赎的叛徒 蒙恩的罪人 不仅是仆人 也是神所收养的儿女 不仅是身为耶稣中宝的跟随者 也是祂的朋友 因着这份特别的恩典 我们得以享受各样的团契和可能 而这些是我们原本不配拥有的 清教徒古德恩说 他在祷告前会将自己过去的生活 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为要随时提醒自己 如今靠着身后的恩典 在基督里活出了新的生命 门徒说 主啊 教导我们祷告 耶稣是以这样的开头来回答的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若不是真的明白耶稣救赎的恩典 没有人能称神为父 所以 称神为父所涉及的不仅是行动 更包含了行动背后的能力 这是真正实在的基督徒祷告的起头 因此 当我们欲赞赏神在基督里圣洁的爱 就欲明白自己是何等的罪人 而当我们欲了解字已是何等的罪人 就欲能赞赏父、子、圣灵那份圣洁的爱 我们的祷告也会变得更加真实 第二章 什么是正确的祷告 耶和华呀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诗篇八十六章十一节 九章三十五节 英国随处可见羊圈 这意味在乡间行走的路人 必须十分熟悉两种路径 从外表来看 这两种路径十分相似 但循着路走下去 却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正确的道路将引导你抵达目的地 虽然它可能要你绕远路 也可能要你爬山坡 但它一定会让你避开沼泽 也不会让你遇见崖壁 相反的 另一种路径 无法引你去到什么地方 至少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第一眼看去 这种路径就像正确的路径一般 但是只要往前行 就会发现路面满是赶着 去吃午餐的羊所留下的提印 而不是人类来去奔波的谐印 甚至最后会无路可走 羊群走的路径就是如此 倘若你踏上了这种小径 你无法晓得自己会拐到哪里去 可能只能与几只松鼠为伍 你走着走着 心想或许这是条捷径 可以稍微省时省力 没想到最后却发现 前头有障碍 小径消失无踪 你哪里也去不了 事实上 你走的是一条引你出轨的路径 这种路径上 还可能立着一个牌子写说 死下 此路不通 这正是他们的实况 现在我们晓得 正如行路一般 不论在人生或祷告上 都有奇境 有些基督徒走上了这段路 才发现挚爱难行 我们会在本章留意走上奇境的原因 以求借着神的恩典 使这样的事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约翰本人所写的天路历程 生动地描述了奇境的样貌 我们和故事主人翁基督徒 一同旅行 进入本人强而有力的预言故事中 便会发现 走入奇境对一个渴望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来说 有多么强烈的破坏力 而了解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基督徒和盼望沿着河边往前行 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 他们喝了清澈的河水 吃了从树上落下 被河水洗净的美味果实 甚至连叶子尝起来都是甜的 林间洒满阳光的草地外源 开了许多百合花 几都图和盼望便躺下来 心满意足地入眠 但是午睡结束后 他们晓得一定要上路了 虽然他们很想继续沿着河边前进 接下来要走的路却转离了河岸 本人接着叙述 离开河边后 道路崎岖不平 由于长途跋涉 两位天路客的双脚酸软无力 心灵也十分烦躁 他们一边走着 一边期待出现一条更好走的路 此刻 在他们前方不远处 路的左手边出现了一片草地 只要穿过一座栅栏就可以进去 这片草地被称作奇境草地 基督徒接着转向他的伙伴说话 基督徒 若是这片草地与我们的路线并行 我们就走进去吧 接着 他走到栅栏旁观看 见到篱笆的另一边 果真有一条小径与原来的路并行 基督徒 这正符合我的期望 这条路铁定是最容易走的 来吧 良善地盼望 让我们走到那去吧 当他们跨过栅栏 踏上小径后 发现这条路走起来格外舒服 夜晚来临 天色变得灰暗 开始下雨 还有雷轰闪电 真是再可怕也不过了 而且河水还逐渐仗义 这时 盼望开始喃喃自语起来 盼望 哦 我真恨不得刚才继续走原本的路 基督徒 谁晓得这条小径 竟带我们遇走遇离正路 此刻 河水涨得非常快 因此 往回走势必相当危险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决定冒险往回走 然而 由于天色实在是太过于黑暗 水势又很急 他们在回程途中 大约有九到十次都沉在水里 尽管他们费尽各样功夫 都无法在当晚回到栅栏前 他们因此躺在树下睡了一觉 一日清晨 绝望巨人抓住了他们 把他们囚禁在怀疑古堡中 在此 本人已陷入沮丧和绝望的画面 来描述偏离正路 步入其境的结果 本人认为 步入其境 必然对基督徒的生活造成威胁 事实也确实如此 现在的重点是 步入其境的危险性和挫败感 似乎会非常具体地 在祷告中呈现出来 当我们挣扎着 要成为祷告的人 必须留意 引致我们偏离真实祷告的种种试探 不论这些试探包装得多么诱人 其境的四方滋生了杂草 使我们心神涣散 并且经历无法专注的痛苦 我们期望能透过本章将这些杂草除去 同时澄清祷告生活的基础 真正的祷告是奠基在神学上的行动 因此 我们不能将祷告的行动和其研究分开来谈 我们需要侦测出 破坏实践祷告的方式 态度和意念 虽然祷告应该是 让心灵的这恩典与满足的一种方法 但在实际运作时 往往不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出了一些问题 正确的祷告 最能辨识出英品的方法 就是拿它与正品一同比较 所以 在我们详细检释错误的祷告以前 必须先好好留意什么是正确的祷告 正确的祷告包含了三件事 我们将这彼此相关的三件事区分开来 是因为大家倾向只照着其中一件事来祷告 却忽略了另外两件事 然而 正确的祷告要将这三件事全都包括在内 并要将这三件事存放在心中 好让生命结出果子 一 正确的祷告必遵循圣经的教导 诗篇 二十七篇 十一节谈到了到这个字 诗人在此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这句话 表达了对于神指引的渴望 如果我们想要正确的祷告 就必须透过神的话 也就是圣经 来向他寻求指引 神在祷告中所指示的道路 并不是凭我们的本能就可以晓得的 而是像处理日常生活一般 借着学习他的教导 而逐渐了解的 如果我们想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就会殷勤地接受 并且留心他的教导 要不然 我们向神呼求地祷告 实质上很可能是错误的 这是何等不幸的事 那么 我们该如何从圣经得到指引呢 我们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吗 关于祷告的训词和应许 在新旧约里俯拾皆是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祷告的范例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是内容总共150篇的诗篇 每一篇诗篇都是赞美 感恩 请愿 祈求或默想的范例 引导我们直接向神做出如此的祷告 但是 如今有谁留意这些祷告的范例呢 我们祷告时感到跌跌撞撞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我们不以诗篇或圣经中的伟大祷告来当作祈祷的典范 二 正确的祷告就是尾身在神所教导的生命之道上 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生命之道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初代信徒追求的敬虔生活 最初被称作道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并且成为祂的门徒 开始跟随祂的教导 你就活出了这道 这就好比诗人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写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而换另一个方式来说 就是你必指示我感恩 回应的顺服之道 也就是我目前所行的道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因此我的指望和前途都已愈来愈明朗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是正确的祷告将指向的喜乐光景 当我认罪悔改 并相信基督是背负我罪恶的救主 我便踏出了第一步 从那时起 我就拥有了这份喜乐 通往生命之道的关键是 领受神的教导 同样地 实践生命之道 就是活出神的教导 天天照着道 而生活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真实的 它就会彻底反映出 我们持续生活的方向 若非如此 我们的祷告 很不幸就会是错误的 三 正确地祷告出自于一颗清洁的心 这件事的意义 比字面上还要来得深远 在现代社会中 当我们从隐喻的意义来谈论心 不是将它视为身体血液的帮谱 而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层面时 我们可能会想到情感的张力 或者是一股强烈的热忱 之后就再也想不到其他的了 但是从圣经一贯的角度来看 心就是自我的主干 是我们的品格和目标 态度和回应 自我形象和自我投射的深层来源 简单来说 心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权人 圣经也就是它所启示的神 从一个统一的角度来观看我们 而根据神的角度 我们是好或坏 都在于我们心的质量 耶稣说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苟合 偷盗 妄证 磅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恶人就像一棵坏树 结出了坏果子 相反的 在撒种的比喻中 撒在好土中的种子 代表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我们今日大都由外在来评估一个人 尤其着重他的技能 无论他在道德上 有任何缺失 只要他肯使用技能去从事一份 我们所认为的好职业 我们就将他归类为好人 但是 神却完全由内在 也就是从内心的光景 来衡量 我们每一个人 神看人的方式 实在是比我们还要深入 我们必须和他的方式达成协议 特别是在探讨正确祷告本质的时候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正确的祷告出自于一颗清洁的心 这究竟是在指什么呢 当我们在日常用语中谈到清洁的心 很可能是在指一些 不像他人一样拈花惹草 巧取豪夺 或为求自我满足而苛待别人的人 但齐克果却用一本着做的书名 指出了当中更深层次的真理 清心置于一世 二 耶稣用他的话解释了这项真理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意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心性 一三字在此处的意思是重叠的 彼此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同 耶稣透过这些话 重述了生命纪六章五节的含义 我们要尽一切所有的去爱主 此外 他也为清洁的心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正如他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到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洁的心确实只为了要成就一件事 那就是天天活出爱主的生活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释清洁的心的境界呢 要对这个境界做出解释 就要说明诗人创作文字的原意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这是在说 只要能与主连结 我任何事情都甘愿放弃 因此 一个拥有清洁的心的人 他渴望和重视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胜于世上其余他所想要或在乎的事 同样的 这也是如乔纳森·艾德华兹所强调的 要专心于神的眼光来看任何事 以致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是神的产业 为他所掌管 也属乎他 而在现实中 尽管时间短暂 我们也能将事情做好 并且体会无穷的喜乐 另外 一个拥有清洁的心的人 他也将认识神 爱神 讨神喜悦和赞美神 视为一生的执志 并试图引导其他人 一同参与在这种荣耀神的生活模式中 所有真实的祷告 都理当反映和表达出这份积极的态度 否则 不论我们如何稳定 规律地求告神 祷告实质上 都会不幸地沦为虚假的言谈 然而 若果真如此 还有谁敢祷告呢 按照上述的分析 我们当中有谁敢说 自己有颗清洁的心呢 虽然如此 事实上 每位生命得着更新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拥有一颗清洁的心 无一人例外 因为当神将我们重生 他就重塑我们那个扭曲 自我中心 背叛神 违反道德的心 以致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 以及主耶稣在世上传道时 完全具体呈现的品格 如今成为我们个人内在最深层次的品性 对我们而言 这种品性十分自然和正常 只要它激励我们去行任何事 而我们也确实将之旅行 就会感到喜乐 平安和满足 那么 这种品性又是什么呢 这种品性是以基督的样式生活 培养爱神 服侍神和临摄的习惯 以及抵挡罪性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发动 因为它会鼓动我们放弃 去做那些如今于我们是自然 正常又主动付出爱的服事 转而从事那些现在对我们而言 已是既不自然又不正常的事 以及背叛神和偏行几路 彭扶回到我们的心 未被更新前的光景 然而 许多基督徒似乎无法体会他们 重生时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在乎要顺服和讨神喜悦 另有许多基督徒一直挣脱 不了根深底固的恶习 实际上沉醉在邪恶中 时常经历到失败 还有一些人明显认为 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其实无关紧要 但这确实是紧要的 因为不追求圣洁 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祷告 正确的祷告 是以全面尾身于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为前提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如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一章五节所说 倘若我们缺乏这种认知 就会做出错误的祷告 而在本章结束前 我们会对于之前已开始理解的这一点 有更全面的认识 不过 如同医科的学生 必须打下完善的生理学基础 也就是对身体各方面的健全功能 有通盘的认识 接着才研究病理学 去探讨身体失常的原理 同样地我们也打算对健康的基督徒生命 做更深入和全面的解释 之后再谈论较多基督徒生命出问题的状况 也就是在生活和祷告上的错误现象 关于这一点 圣经所用的意向是行走 而我们打算以践行来描述 践行 我成为基督徒已超过六十年了 年轻的时候 我经常践行 在信仰这件事上 凯奈斯虽不像我这般经验丰富 但他不论在灵性还是地理上 也都会翻山越岭 所以 接下来讨论到践行这件事时 我们会谈谈各自的经历 践行是在辽阔的山野中行经高低起伏的道路 像是开阔的路途和南行的地段 森林和悬崖 至爱南行 和平顺舒坦的路径 在杂草丛生的野地 你可能需要手脚并用地攀岩月时 而难免在过程中磨损和擦伤了身体 但是在平坦的草地上 你就可以自在地迈开大步 顶多偶尔脚掌起些水泡 我们想说的是 基督徒为主而活的灵性生命就像践行一般 含有不同的阶段 也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为了帮助我们思想普遍基督徒的经验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人的天路历程 关于基督徒漫长的《归家之路》 这部作品提供了一段最启发人心的历程 我每年至少将这本小书读一遍 而我这样做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因为在诸多论及基督徒生活的作品中 我发现它是经典中的经典 《天路历程》 整部作品是在描述基督徒从最初的灵性觉醒 直到进入荣耀的生命旅程 本人称此旅程为朝圣之旅 但它亦可被称为践行 这段旅程中处处都是高低起伏的情境 而基督徒和他的同伴必须一一走过 本人将这段践行之路 划分成许多不同的段落 每一个段落不仅拥有独特的主题 也都以一首短诗作结尾 我们大可假定 这些诗不过只是打游诗罢了 但本人十分擅长创作打游诗 而这些类似诗词的字句所带出的属灵信息 也非常生动 甚至对四百年以后的读者仍是如此 在旅程的第一阶段 一位称为基督徒的人 寻获了归信的恩典 在书的一开头 基督徒在启示者的家 学到关于真正基督徒生活一些初步的真理 他来到十字架前 发现罪的重担都从他身上脱落了 当他仰望十字架 他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一个心造的人 就雀跃地倡导 我行远路 被罪债压伤 无人能减轻我心内忧伤 直至来此 何等地方 难道这里就是我福分的源头 难道这里就是卸下重担之处 难道这里就是挣脱捆绑之处 送赞十字架 送赞空坟墓 更要送赞那位我承受羞辱的人子 基督徒一边行走 一边欢畅 不被尖南山的陡峭所下注 很快的 他来到美丽居所 也就是教会极其团契的写照 他在那里学到了许多必须明白的事 之后 他再次启程 便进入了下一个段落的主题 征战 他成功的战胜被称为毁灭者的撒旦 紧接着穿越死因的幽谷 沿途各样沮丧 灰心的思想充斥在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以为自己无法通过这些试炼了 虽然如此 他最终还是摆脱了这两种形式的征战 成功走出了死因幽谷 这时 他如此歌唱 包 这个世界真是充满惊奇 我虽经历种种危难 生命却仍得保全 包 宋赞归于那双拯救我的手 黑暗中的险阻 恶魔 地狱和罪恶 在谷中将我团团包围 圈套 坑洞 陷阱和网罗 可说是遍布在我所行之道 我这不配愚昧之人 可能早被捕获 缠绕 绊倒 但我竟依然存活 愿耶稣得此荣耀 到了下一个段落 主题改变了 有意成为主题 基督徒赶上了忠心 彼此分享经历 然而 很快地 基督徒就会失去忠心 但他将找到另一位名教盼望的伙伴 一同度过余下的旅程 活在团契中 彼此相互扶持 便是隐藏在这些基督徒同伴故事背后的信息 每位基督徒都至少需要拥有一位基督徒密友 彼此坦诚相待 互相分享自己正在经历的事物 有些人将这样的关系称为彼此相顾的关系 两个人特别照料对方的灵性 会互相带导 会互相带导 询问和关怀 你坦诚说出自己在灵性上所面临的挑战和软弱 也鼓励对方坚定地跟随基督 而针对典型的属灵引导模式 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说明 其中包含 由带领者单向式的关怀被带领者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更加提倡本人这位清教徒 所提出的亲密友谊 也就是双向式的属灵同伴关系 而且如本人所描述及一般经验所证实的 基督徒的生活显然充满了如此多的重担 以致所有的信徒都和350年前清教徒时代的信徒一样 需要得着当代所需的一切忠告 帮助和鼓励 以下是忠心所歌唱的内容 那些顺服属天呼召的人 所遇见的是各样的试探 和血气的诱惑 来吧 来吧 再次更新吧 不论此刻或有朝一日 我们都有可能被掳掠 打败和弃绝 哦 让天路客们 让天路客们 一同警醒 挣脱网罗 如同成熟之人 这首短歌透露出好多艰难和险阻啊 不过 重点是 忠心提及天路客时 是采用复数 表示他们结伴同行如我们所说 这是恩典流通的重要管道 但是忠心没有存活很久 他在福华市集殉道了 这象征世界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 但是 在属灵层面来看 为主坚真而殉道实际上 是打了场胜仗 战胜了那个自以为已经了断受害者的世界 有一辆马车从天而降 载着忠心前往天堂之城 当基督徒逃出福华市集时 他唱了这样的歌 哦 忠心 你已向你的神表明你的忠实 你将从他那里领受祝福 当不忠心的人 因着一切虚浮的快乐 而在地狱的苦境中哀哭怯耻时 唱吧 忠心 唱吧 让你的名字存到永远 因为即使他们杀了你 你却仍然活着 没错 虽然这是一首打油诗 最后两句却十分令人震撼 他们道出了蒙基督所拯救一切百姓的荣耀盼 因为即使他们杀了你 你却仍然活着 接下来 基督徒与盼望结伴同行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其中包括了在道德和灵性上妥协的罪 首先 他们遇到一位名叫斯心的人和他的几位朋友 斯心来自花言巧语氏 是一位迷惑他人 言行不正的世俗人物 接着 基督徒和盼望又遇到迪玛 一位挖掘银子的矿工 满心渴望发大财 斯心和迪玛都想要基督徒和盼望 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是两位天路客一同拒绝 也摆脱了他们 同样的 基督徒在这段的结尾唱了一首短歌 斯心和迪玛彼此协议 你呼叫 我响应 一起在发财梦上兑分利益 于是 两人连成一气 在俗世生活中 急急盈盈 不再往前 斯心和迪玛在灵性上停顿了下来 他们永远无法抵达天堂之城 天路客却继续踏上了旅程 布木重新升起 新的场景开始上演 这次的主题是 不谨慎必导致灭亡 我们先前提过的奇境草地和绝望巨人 都是这个故事的元素 天路客最后使用应许之药打开了怀疑古堡所有的门 他们顺利逃出古堡 继续走上真正的道路 尽管如此 整个过程仍在他们身上留下伤痕 他们一同往前 如此倡导 我们偏离正路 接着发现 竟然误闯了禁地 且让后来者心生警惕 莫因疏忽而重蹈覆辙 莫因闯入了名为怀疑的古堡 而成为其所有者绝望的囚徒 身为本人读者的我们 已经听见了警告 一旦无法持守忠心 不仅会失去个人得救的确据 连对福音真理的认识 也将遥遥欲坠 最后 天路客要渡过约旦河 换言之 是踏进我们每个人 都要面对的死亡之河 生命即将结束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在神所预定的日子 与方式下归回安息 在此 本人说基督徒和盼望 最终进入了荣耀 这次 天路客不再唱打游诗 而是欢唱本人为 他们所创作的歌 如今 看啊 圣洁的天路客如何奔驰 云彩是他们的马车 天使领他们前行 有谁不在此为 他冒各样险阻 当今是走到结局 预备均都充足 如我们所言 正确地祷告出自于 一位重生信徒真实的心 而这位信徒活出了 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从外在来看 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包含了许多层面 像是道德操守 自我节制 自我牺牲 寻求智慧等等 但是从内在来看 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本质上是一个 发自内心的信仰 这样的基督徒 从始至终 面对现在和未来 都不断可目的 这上帝和生命 直至今日 本人对试炼和得胜的刻画 仍是历久迷心 换句话说 他将圣经的标准 彻底化为真实 以致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 如今 不论是神的恩典 撒旦的邪恶 基督徒受试探 离开真道 或是坦诚相交的同伴 彼此之间的提醒 打气 鼓励 坚定我们的信心 都与过往的时代 毫无二致 也许我们对本人 所使用的 十七世纪文学 用于感到古怪 但他当时的智慧 却令我们印象深刻 如此具有智慧 他所描写的试炼 得胜 显难和得救的生活 是所有基督徒 都要踏上的践行路程 当中许多的奇境 向我们招手 而我们要 拒绝承受这些压力 才能保护自己 不致走偏 当我们对于这一点 有所认识 才能明白 如何真正地祷告 现在 让我们对这个 践行的概念 再多一些探索 我们将基督徒的生活 分为三个阶段 这个过程几乎像是在 画一幅图画 首先 画家可能会 涂上一层绿色和蓝色 接着再以红色 金色作为调和 最后再加上 粉红和橙色的色调 直到此时 整幅图案 才会呈现出来 若将基督徒生活 当作一趟践行之旅 来绘成图画 那么率先出现在 画面上的是 绿色和蓝色 其中有高山 低谷 悬崖 平原 异形和艰难的路段 而在旅程的终点 有一个荣耀的家 在等待我们 此阶段的色彩 线条大胆 很可能不是非常温暖 其次 我们以红色和金色 这两个明亮 温暖的色调 来呈现我们 向神线上的赞美 因为它在旅程中心实地 与我们同在 最后 我们再加上 所有颜色中 最明亮的色彩 也就是粉红色和橙色 来宣扬我们最好的朋友 主耶稣基督的爱 他在整趟旅程中 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 之后 我们便完成了 这整幅图画 良好的同伴 普斯理会写了一本 畅销小说 叫做良好的同伴 我记得在念书时期 学校曾送我一本 作为奖励 现在我们借用这个书名 来应用在父 子 圣灵的讨论中 每个基督徒 在践行的旅程中 都有神圣三一神的 同在圣父 引导我们前进 圣子照着他的应许 与我们同在 而圣灵内 住在我们里面 赐予清晰的意念 和心理的力量 以及喜乐 盼望和爱 圣父 圣子 圣灵确实是良好的同伴 与三一神同行 意味着我们天天尽力讨他的喜悦 也天天从他身上得着帮助 喜乐和美善的一切 他及他们是圣洁的 他也呼召我们成为圣洁 将道路指示我们 并赐给我们能力忠心地走下去 当我们提及三位一体的神 是在说明这一位神 他在我们之上 在我们之内 也在我们的身边 现在 这位神圣的三一神 和基督徒立约 就像丈夫和妻子立约一样 这项约定在终身不渝的忠诚中 持守完全 根据圣经对婚姻的教导 一位好丈夫是借着对妻子付出爱的关怀 供应他的需要 并且持续增进夫妻关系 来表达他的忠诚 这个典范不仅全然完美 也正是圣父 圣子 圣灵看顾我们的方式 持守约定 全面爱护 供应我们真正所需 并且增进我们双方的关系 就是神做事的本质 然而 这位全然神圣 如丈夫一般的三一神 却同时也是一位隐藏的神 简言之 我们不能经常看见他的作为 许多事情常令我们感到惊讶 狼狈和忧伤 神却不总是告诉我们 事情发生的原因 他只是不断地说 我一直与你同在 也保证要带领我们度过 任何艰难的时刻 圣经充满了神以这种形式 隐藏他自己的经文 所以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诗篇常被称作耶稣的诗集 和祷告手册 其中150篇情绪丰富的诗 流露出赞美 请愿 感谢 抱怨 见证 欢庆 默想和祈求 这些散文诗出自于大卫和其他的作者 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所充满 生命不断经历各种攸关信心与盼望的冒险行动 并且极其渴望认识 明白 颂养和享受神 诗篇一直有小圣经之称 虽然它是旧约时期中某些阶段及典型景况下的产物 却涵盖了神子民在所有世代的属灵经验 包括我们的时代在内 另外 虽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比诗篇的作者更明白神的三一性 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 道成肉身的中宝 为罪代赎己掌权的主 但是诗篇作者在专注于神的伪身程度上 却远远超过了我们 诗篇第八十六篇包含了值得注意的恳求 求你使我专心调整 聚焦 洁净及掌管我的心 以致能敬畏你的名 紧接而来的 是同样值得注意的决心 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我们欲将自己浸泡在诗篇中 就会欲发现自己的生命 与这些成熟 清洁的属灵典范 相去甚远 也许你会认为 这些作者一定经常享受在神称许的微笑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 诗篇一再出现这些神百姓嘴里的抱怨 神掩面不看他们 以致敬拜他的人不再感受到他的同在 这看来 彭佛是神在现实处境中 停止了对这些敬拜者和其他人的持续看顾 你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感触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此处重点不在于探索背后的原因是惩戒 亦或管教 此处单单强调 神有时可能会掩面 即使对模范的信徒也是如此 倘若诗篇作者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何况是我们呢 因此 让我们与神一同踏上践行之旅吧 或许我们有时会发觉自己被带到一个陌生 充满敌意的交野 虽然我们理性上晓得神所立的永恒之约 但不时还是会感到孤单和绝望 然而 若我们是基督徒 就一定会蒙神引领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祂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即使我们无法感受到祂在我们身旁 你我仍必须学习与祂同行 并信靠祂 所以 当我们将这些第二层的色彩加在画布上 基督徒生活的图画就更加真实了 接下来 让我们进到下一步 与耶稣基督一同践行 我们之前已经暗示 基督徒生活的图画上 拥有第三层色彩 更具体来说 与神一同践行 就是与耶稣基督 这位称呼我们为朋友的救主一同践行 有意这个关键词 说明了基督徒与神相交的生活本质 如今 团契这个词早已变成一个没有特色的词汇 基督徒大量使用它 但事实上 这个词已不像过去那么生动有力 然而有意一词充满了色彩 活力和温暖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意 十分珍贵 但这份有意竟出自基督自己的宣告 主耶稣向他第一代的门徒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在此之前 耶稣才刚刚以朋友这个词告诉他们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他希望门徒了解 他在十字架上服侍他们 也拯救他们他的朋友 那么难道这份有意只在他们当中 不所有的信徒 包括我们在内 都拥有这份有意 早在耶稣说出这番话之前 神与人之间存有有意这种想法 已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在旧约中 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 就被称作神的朋友 而新约称他为信心的典范 神显然非常看重他 与他百姓之间的有意 并将这份有意奠基在他们的信心上 因此 我们要认真看待有意这个范畴 也要将主耶稣视为 与我们这些天路客同行的特别朋友 之前提到 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我们的良好同伴 然而 现在我们要聚焦再称 我们为朋友的耶稣基督身上 他是我们一切感谢和盼望的对象 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保证 会陪伴我们一生之久 在我们死后亦然 使徒保罗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最佳典范 他的生命展现了神所宣称 他与信徒的友谊关系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而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就是他的目标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说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正因在基督里 保罗恳求主 医治他身上的一根刺 而正也是基督告诉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另外 也是因着基督的缘故 保罗如此写道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保罗显然意思是说 他没料到 自己要独自站在法庭中受审 于是他求主耶稣帮助 接着 他发现自己无论被审问到什么问题 都能对答如流 以至最后 在拥有尊严的情况下 被撤销控诉 依赖帮助正是有益的特权 保罗必定带着感恩 信靠和盼望 实时与基督踏上践行的旅程 而他也确实发现 他的救主真是一位 值得信任的朋友 在这件事上 保罗是我们很好的榜牙 如今 有些人为曾经验过真实 深入的友谊 所以 让我们花一些时间 来思考想 究竟什么是友谊的内涵 曾有人说 友谊是当你停滞时 推你向前的力量 当你孤单时 陪伴你的话语 当你寻觅时 引导你的指标 当你忧伤时 鼓励你的微笑 当你高兴时 与你同乐的歌声 而朋友是当世界离你而去 却还是靠近你的人 友谊不只是表面相识 和颜悦色而已 而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 坦诚 关怀和忠实之上的亲密关系 扎姆士 赫斯顿说 属灵的朋友是忠心耿耿的 拥有正确的动机 识别力和忍耐的品格 为要帮助他的朋友 更加认识神 由于我不晓得自己会自欺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我需要一位属灵的指引导 帮助我坦诚面对自己 一位在基督里真正的朋友 会唤醒我 协助我成长 也会使我加深对神的体会 当主耶稣宣称 祂是我们属天的朋友 祂所指的远超过上述的定义 一旦成为祂的朋友 我们所拥有的特权 必定多的不可胜数 好处亦然 现在 我们已为基督徒生活的图画 添上了三层色彩 在这个框架中 我们得以思考何谓偏离正路 以便能辨别和清楚 祷告录图中的绊脚石 我们已从内在生活的角度 探讨了真正基督徒生活的成分 而现在要更进一步地探讨 如何在生活中实际表现出 真正基督徒祷告的本质 请帮助我 曾有人说 求助这个词是形成祷告的最佳成分 这种说法所言不差 总括而言 无论我们是以间接 还是直接的方式来祷告 都是在呼求帮助 坦诚地将需要表明出来 祷告是在脑海中断定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尽管呼求帮助的讯息 会加上各式各样的修士与词 仍持续不断 在人类所知的一切历史 宗教中展现出来 而我们马上就会谈到 呼求帮助和其他的表达方法 都是真正基督徒 祷告的方式 不过 在这之前 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些事实 在此 我们必须区分两件事 有些求助的祷告 发自一般人心中 这种祷告奠基于一般的启示 但是 另一种求助的祷告 却是出自于基督徒的内心 这种祷告奠基于神特殊的启示 一般的启示 是用来形容人意识到神的存在 是无可推诿和普世性的 而且所有的人都能明白 尽管因着人类堕落的心思意念 这种意识在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 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 便晓得保罗提出普世 对基督福音的需要 保罗宣称神的愤怒 显明在行不易阻挡真理的人身上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神在创造中显明他的属性 这是一般启示的本质 所有的人都接受到了 但堕落的人拒绝接受这个真理 更不以此为基础来敬拜神 因此 神认凭他们陷入自己错谬的观念 及污秽的情欲中 结果他们加速沉沦 愈来愈远离神 犯下的罪恶也与日俱增 若是保罗生在今日的西方世界 想必他会以这些用词来描述 我们社会的并争 即便如此 不曾承认罗马书第一章所说 一般启示的人 往往都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 就像很多人所说的 必有一位在上者有能力提供帮助 这种概念在人类当中似乎十分普遍 当人落入困境包含基督徒和其他人 甚至还有相信原始文化信仰的人 即使是出于自我的态度 都会诚心转向神恳求帮助 毕楼奇将这种情形 与他所谓部落宗教的原始祷告连上关系 并且加以写作分析 毕楼奇发现 这样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因为祈求者寻求神明的帮助 主要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成功和安全 而动机源自于两件事 得利于恐惧 原始部落的人所祈求的 不是脱离罪恶 而是脱离厄运和危险 事实上 并非只有原始部落的人才会这样做 古艳有云 身处困境中 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 这句话指出了一项事实 每个遇见困难的人都会向任何 可能听见的对象祈祷 他们呼求帮助 这印证了我们对祷告所下的基本定义 而有些时候 他们确实如所祈求的 一样地着了帮助 这代表在个别例子中 神所展现的恩慈是无可限量的 尽管如此 基督徒所接受及相信的是特殊的启示 这样的启示 源自于神超自然的拯救 记载在圣经中 由基督体现出来 而如今被称为神的福音 当相信福音的我们祈求帮助 这个举动是建立在神所赐的根基上 神是持守应许者 他已宣称会帮助他的儿女 因他是一位回应祷告的神 关于这一点 没有任何人拥有超越主耶稣的权柄 请阅读以下节路自登山宝训的话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烦祈求的就逮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可以期待神赐下帮助 就像孩子期待父亲的回应一样 圣经谈祷告时 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向父亲求助的画面 求他供应我们所表达的需要 而耶稣也鼓励我们 每次开口祷告时 都要期待天父会真实地回应我们 为蒙英允的祷告 承接上文 我们必须承认 对于神的儿女而言 没有所谓 为蒙英允的祷告这回事 当然 这件事 无法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 有些人对此 也抱持怀疑的态度 然而 根据刚才所引用耶稣的话 我们若不如此认为 就相当等于全然不信了 但是 神是我们的天父 他拥有完全的智慧 也有权 以最佳方式和时机来 应允我们的祷告 举例来说 保罗祈求他身上的刺 可以奇迹式地得着医治 但结果 却不是如此 他向我们转述主耶稣所说的话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这就像是说 保罗 你要依照现况持守下去 我向你保证 尽管有一根刺在你身上 你还是能坚持到底 虽然你一生都与疼痛为伍 但你的服饰不会受到亏损 而这是我对你的祷告 所做出的最佳回应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 提到这件事之后 显示出一股非凡的成熟度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保罗收到如此的信息 也确信主耶稣真的回应了他的祷告 尽管并非照着他所祈求的方式成就 某种程度上 保罗求医治的祷告会不会犯了一些错误 虽然基督很正面地回应他 但他是否也在指教保罗三次求自离开的祷告 其实不够认真 敬虾 或者并没有以他的国为中心 绝对不是 保罗祷告的动机 是担心服侍会因为自己身体的不适而受到影响 无庸置疑 他的祷告就像所有真实的祷告那样的真诚 迫切 全心专注 由于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祷告中 他吸引我们靠近他的 也正是我们的心 心代表我们这个人存在的本质 我们能够也应该敢于在祷告中清心吐一 如同保罗每次所做的一样 当我们阅读诗篇 会发现诗人在表达思想 情感 忧虑 爱 敬拜 抱怨 甚至憎恨时 总是热情奔放 毫无保留 这种祷告的 涉献源自西方教会传统的礼节和规范 却一点也不是祷告的真意 诗人祷告的典范告诉我们 要尽全力去探究内心的底蕴 并且全心投入在祷告当中 所以正确的祷告是真诚 热切 认真和充满感情的 是出自一颗怀着感受的心 而非一个冷酷的头脑 然而 我们需要留意 我们不是只因着自己的需要 而是要为着神的荣耀 而热血沸腾 如此一来 我们为一些特定事情 做的所有祷告 像是保罗 为自己赐的医治的祷告 都可以献给神 因为我们相信 当神应允我们所求 他就得着应有的荣耀 然而 虽然我们晓得 充满慈爱 又全然智慧的天父 会以最佳的方式 来回应他儿女的祷告 不过 只要他当下 没有对我们的祈求 做出合适的回应 我们第一反应 会认为 他断然拒绝了我们 这是因为我们慢慢 才能察觉 那些自己看似正当 合一的祈求 对神来说 可能不是最好的计划 我们经常缺乏智慧 常以自我为中心 甚至明顽不灵 以致在祷告上远 比自己所意识到的 还更不成熟 但是 从神而来的回应 总是如此睿智 不断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 根本不了解 自己真正的需要 而仅是为了最初意识到的 需要去拼命祷告 因此 可能我们为所爱的人 得医治祷告时 神对医治他们的回应 却是带他们回天界 我们对这样的回应 怀着怨恨 因为它并不符合 我们所渴望的医治模式 我们祷告时 总是渴望患者 为了我们自身利益的缘故 得以回复健康 倘若事与愿违 我们一时之间会难以接受 神是出于恩慈才这么做 我想到 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女士 她告诉我她对神很失望 因为她为她 九十一岁的基督徒母亲身体 全欲祈祷 但母亲还是过世了 或许我们像保罗一样 为自己身体的复原祷告 也发现神要我们靠着她的恩典 与我们的宿集共处 但是我们与保罗不一样 因为我们过于向往 重拾健康的经验 而无法甘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也忘了亚古尔明治的祷告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祈求根本不会临到的财富 却没发现神证教导我们明白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远比知道的还要多 而且知足加上持续倚靠 她每日的供应 就是信心的美德 关于这一点 神首先要做的 便是要透过持续的操练 来加强我们的信心 总体而论 由于我们无法意识到 自己属灵智慧的有限 也无法明白神在回答祷告时 不会因我们的有限 而限制了祂的作为 我们在祷告时便面临了许多困难 而我们如今明白 祷告必须降服在天父的智慧和旨意之下 如同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除此之外 我们必须像许多诗篇的作者一样耐心等候 每当面对棘手的问题 他们常向主呼求说 要到几时呢 神啊 要到几时呢 我要等待多久 你才要处理我带到你面前的需要呢 你何时才要解决这又大又难的困境呢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不义的法官的比喻 借此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在这个比喻中 一位穷寡妇不断地纠缠法官 请她为她申冤 这个故事的信息是 我们祷告时可能会发现 神往往花上比我们所预期更久的时间 才会做出她的回应 在故事中 这位不义的法官说了不少话 好吧 只因这寡妇不断烦扰我 我就给她申冤吧 但是耶稣将这位懒惰又不义的法官 与爱我们的天父 也就是那位公义 公廷 并且信实地为 我们真正的好处着想的主作对比 是为了告诉我们 你的天父岂不更加愿意 回应你的祷告 而且不仅是以最佳的方式 还是在最佳的时机吗 在他着手回应 你的祷告以前 你要耐心等候 神会借回应祷告的方式和时机 来向我们展现他的智慧 当我们论及魏蒙英允的祷告 往往是指那些 没有按照我们的条件成就的祷告 但是 将这些祷告形容作魏蒙英允的 事实上不仅会误导人 而且大不敬 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从保罗求赐 离开他的例子中学到很多 接下来 让我们阅读下面的句子 他祈求能力 以便功成名就 却得着软弱 使他能以顺服 他祈求健康 以便成就大事 却得着疾病 使他成就美事 他祈求富有 以便开心快乐 却得着贫穷 使他心生智慧 他祈求权力 以便从人得着称赞 却变得卑微 使他切慕神的心意 他祈求拥有一切 以便享受人生 却得着生命 使他可以享受一切 他得不着所祈求的美件事 却得着他真实所愿 他所做的祷告 皆得蒙英允 身为基督徒的 我们必须记得 自己是如此缺乏 自我认知 以致经常 无法晓得 内心真实的需要 但是 当神以他的方式 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能一次 又一次地宣告 是的 我如今明白 这个回应 满足了我最深的需要 甚于我自己所期望成就的 上述诗词中的主人翁 是一个真实敬虔的人 他被重新塑造 并以生命的改变来荣耀神 神没有严苛地对待他 也没有忽视他的祷告 神回应他祈祷的方式 就是满足他内心的需要 结果他所得着的 早已不是原先祷告的内容 所能呈现的 祷告时常犯的错误 登山有件事 令人十分满足 那就是在登上最高峰时 回头观望之前走过的路程 让我们在继续走以前 先做一点回顾吧 本章目前所涵盖的范围 以及我们所讨论过的 每项观点 可以总结如下 真正的基督徒祷告 是出自于一个 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而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是与三位一体的神 一同踏上这趟践行的旅程 并且展现出一颗回转 和重生的心 基督徒重生的心 是以主耶稣 基督为信心的根基 相信他为了我们的罪定 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重生的心是一颗悔改的心 实实在在地从罪和自我中心 转向顺服 公义和以神为中心 重生的心除了拥有一份 强烈的渴望 要讨神的喜悦和荣耀它 也怀抱着像孩子般 信靠的谦卑态度 遵从神为爱我们的天父 相信他必应允我们一切的 呼求和需要 尽管他有时 并非按照我们原先的祈求 来给予回应 本书探究任何事情的依据 都是照着对真正基督徒 内心本质的认识 倘若读者认为 效法活出这样的生命 真是一件难事 这种想法并不令人讶异 因为登山本身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然我们得到了上述的认知 现在就能解释一下 何谓祷告时常犯的错误 不少祸人耳目 递旁门左道 最终只会带我们走进死相 他们不仅没有根据 现有信息去行动 也忽略了攸关神与人的真理 以致我们无法将祷告 化为生活的形态 此刻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堕落的人类有个惯性 那就是我们很常思绪凌乱 心里胡思乱想 并借此拿自己真正相信的事 来开玩笑 对于无从怀疑的事 我们不愿相信 反而相信那些 我们并不能真正肯定的事 凡说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 都属于前者 他们一方面认为 某些人所信的神 其实不存在 一方面又忽略神 在人内心所显明的暗示 根本就无可推诿 另外 凡是承认有那么一位信实 回应祷告的神的人 则属于后者 然而 每当情势紧急 我们急切渴望神 给予帮助而开始祷告 却发现心里 对祷告是否有用这回事 充满了各种疑惑和不信 甚至以前 早已抛在脑后的种种疑虑 都一一浮现 撒旦会确保 这些疑虑重回我们心头 引出我们即将提及的 第一条错误路线 那就是 当我们向神祈求 内心却不敢确实相信 他值得信赖 并且愿意回应 我们个人认真提出的 特殊需要 许多持此心态祷告的人 祷告之后抱怨连连说 哦 是啊 我祷告过了 但是没有任何帮助 事情并没有改变什么 也许他们还会加上一句 我不再相信 祷告这回事 所以这些日子 我不再祷告 这是尚未认清 就屈服于试探 亦或是撒旦的攻击 两者都是 不过这么说 并无法帮助任何人 离开错误的路线 混乱的思绪 需要得到矫正 而我们接下来 就要尝试这么做 我们要极力强调 神一切的应许 包括那些 与祷告相关的应许 都是可信赖的 当我们祷告 却又同时对神 是否向我们持守 祂的应许产生怀疑 这种疑惑 就算不能让我们停止祷告 至少也尝试 我们的祷告心不在焉 此外 这些疑惑都是出于不信 而不信就是罪 我们在此所谈的 并非大家想到的 尊敬和谦卑的态度 而是雅各论级 求智慧的祷告时 所指出的错误态度 心怀二义 这种心态冒犯了上帝 以致祷告 不能得着任何果效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 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就态度而论 暗自怀疑祷告 没有帮助 与呼求说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其实有天壤之别 虽然后者担忧 自己不够坚定和专一 实质上 却怀抱着坚强的信心 当人怀疑神终究 不会顾念我 这番心态终将成为 自我应验的预言 因为人向神祷告 必须站在全然相信 他的爱和应许的基础上 至高的神乐意 倾听和回应 基督徒的祷告 在此依次列出 关于这项事实的说明 必然对我们有所注意 神是有位格的 三位一体的 有计划的和完美的 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 敬拜和顺服他 相信他 爱他 并且爱人和善待人 这是真正以神为中心 荣耀他的生活方式 回应这个呼召的信徒 可能与约翰说同样的话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求 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但是 当基督徒在道德和灵性上 偏离正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祷告的人 若不过敬前的生活 只管向神要礼物 却不为他而活 便是偏行几路 这样的情况 也能描述所有相信神 却不是基督徒的人 所做的祷告 尽管他们不像基督的门徒 那样祷告 但也是在祈求某位在上者 解救他们的困苦 而因着神的怜悯 他有时会答应他们的祷告 然而 那些过着双重生活 向神祷告又偏行 以路的人 如同心怀二意的基督徒 没有让神的这荣耀 因此 无一人能如此断定 由于某人 为某件事所做的祷告 全都蒙英允 所以上帝必定十分喜悦他 唯一不变的事实是 只有透过全心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才能真正与神和好 神如此应许 毕生寻求他旨意的信徒 有祷告蒙英允的盼望 但是这也滋生了不少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是 我们没有能力去追踪 神对我们祷告做的 每个回应 而且这些回应 并不总是与我们 原初的祈求相符 之前会引用的散文师 提到了这一点 针对某项特殊需要 神保留权利 去回答我们应该做的祷告 而非我们曾经做过的祷告 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许多祷告已蒙英允 因为若是基督徒不祷告的话 有许多事根本不会发生 尽管我们甚至认不出这些事 已经祷告的回应 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件中 都含有部分的奥秘 的确是奥秘 我们与背叛的天使势力 撒旦的队伍打仗时 神便照他的计划行事 而当我们如伟大的威尔斯诗歌所唱 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回顾过去 就会发现神借着征战本身 在堕落的世界中彰显良善 这个想法尽管令人讶异 却描绘出一个肯定的事实 在这场征战中 神百姓所做的祷告 意义无可限量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有人说 祷告所成就的誓言 超过世人的想象 这话真是在真实也不过 由于神使用长期的时间 来彰显他的良善 他酝酿环境 形成意外经验的方式 非我们所能预期 那么 在忠心基督徒的祈求 和真正发生的事件之间 必定存在着某些关联 顺带一提 忠心的基督徒祈求时 绝不会为神赐下祝福的方式 设定限制 我十一岁生日时 希望得到一辆正常尺寸的脚踏车 作为礼物 却得到一台打字机 我一开始很失望 但是不出我父母所料 这台打字机 很快就被视为一份极佳的礼物 等到十三岁生日那一天 我终于得到一辆脚踏车 当我开始体会父母 为何不早些送我脚踏车 才发现他们的教养方式 实在是一流的 尽管我起初并不如此认为 七岁那年 我的头部受过伤 这导致我在骑脚踏车时 会比一般人容易受伤 所以 除非必要 我的父母不会让我骑脚踏车 而且 正如他们所料 每周六下午在书桌上打字 成了我非常喜欢的嗜好 这样看来 打字机实在是一份上好的礼物 这个收礼物的经验 稍微让我看见神 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发现 神要我们在世界上 扮演彰显良善的角色 他也怀抱着全然的智慧 来回应我们现在与未来的状况和需要 倘若有人断言 除非神依照我们原先的祷告予以回应 否则就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 这样的说法 出自另一种错误的祷告态度 而走上这条歧路 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益处 另一条错误的祷告路线 是对祷告本身的看法过于狭隘 这类错误的形式不止一种 有些人认为 祷告时不适宜加上祈求 表面上看来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尊崇神 为何不向神祈求呢 他们回答道 因为神老早就知道 我们的需要 没错 他确实如此 因此 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形容基督徒的祈求 是充满迷信的幻想 因为这就像一个人将愿望明确地带到 在上者的面前 而聆听这些信息 对他来说反倒多此一举 因为他对这位许愿者的内在思维了如指掌 所以 祈祷不仅无法做成什么事 也无法让我们履行任何神所交代的命令 故此 我们不能借祷告来福世神 康德是十八世纪理性运动 即启蒙运动的创始者之一 启蒙运动为科学 哲学 逻辑 音乐 艺术 医学带来重大的进步 然而 尽管名为启蒙 他却也带给世界许多灵性上的黑暗 康德所言便是一例 孩子在提出要求以前 父母常常已经知道他们的需要 但是 为了建立亲子关系 他们还是希望孩子来找他们 说出自己的需要 接着 他们会采取一些行动 来直接回应孩子的请求 如此便能达成两件事 一方面 孩子真正的需要得着满足 另一方面 孩子心中也更加肯定自己是蒙父母所爱的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 神在回应祈求时 会将一开始就知道孩子所需的礼物赐给他们 当神的儿女带着期待向他说出自己的需要 就是在向他表达爱和信靠 而神将借回应来满足所爱孩子的渴望 或是赐下另一样东西 倘若他按着父亲的智慧 觉得那样东西更加适合 这就好比一般的家长不会把发光 尖锐的用品给两岁小孩当玩具 而会给他更好的 也就是更安全的玩具 如果我们断定神所 抱持的认知 是让祈求的祷告徒劳无功的原因 我们不仅扭曲了祷告的本质 也偏离了正确的祷告路线 另一个窄化祷告本质的方式 是限制祷告的范围 有些人似乎认为 祷告只要包含祈求和带祷就够了 他们从没想过在祷告中赞美 感谢和颂扬上帝 但是我们观察圣经中多数祷告的实例 就会发现这些人错失了许多 在祷告中与神相交的丰富 本书将对这项需要提出建议 所以在此先不赘述 希望读者单单注意到 祷告若只说出要求 便是忽略了圣经中 各式各样的祷告形式 而这种错误的方式 也会让祷告陷入瓶颈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错误的祷告方式 在今日大行祈祷 这种方式主张 最高层次的祷告是无声的祷告 此一概念的来源之一 是对热恋中情侣的观察 两人不时在静默中微笑以对 无声胜有声 单单享受彼此的亲密关系 另外 这个概念也出自于一种十分奇特的信念 人将神理解和思想成 一位非位格的存在 而不是一位有位格的朋友 这个信念可追溯至亚洲的宗教 和强调诺斯底主义和新柏拉图思想的基督教极端 下列几项说法都是绝对正确的 祷告始于言语 却不止于言语 思想和言语往往有其局限 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我们向神说话以后 要在祂面前静默 聆听和等候 让祂的爱渗入灵魂 降下无比的喜乐 但是 倘若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经与神相交 却涉入一种由单独直接进入单独 毫无认知经验的亲密状态中 心灵倒空了一切对神的想法和其他的思绪 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有问题的 这类所谓新世纪的冥想所遵循的模式 在今日大行祈祷 新世纪宗教虽然穿着西方的外衣 本质上却是印度的神秘主义 而非基督教 对基督徒而言 无声的祈祷只是在开口祷告时间些的休止符罢了 并不是祷告的巅峰境界 若是我们赋予它任何特别的意义 就会犯下错误了 最后一个祷告时常犯的错误 是将焦点放在祷告的果效上 有些人认为 祷告是在扭转神的绑壁 好似我们用某种方法 做上了宇宙的宝座 以致能向神说 愿我的旨意成就 他们觉得只要迫切地祷告 任何所求之事都可以实现 而事情无法未能实现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祷告的不够迫切 然而 这个概念不仅充满了迷信和错误 也曲解了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 和其余相关的经文 当耶稣告诉门徒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祂为这项邀请加上了条件 他们必须藏在祂里面 而祂的话也藏在他们里面 而他们祈求时 必须奉祂的名求 也就是得到祂的认可 除此之外 他们也要照着祂的旨意求 也就是所求的 要符合神为祂百姓 及他人谋益处的宇宙计划 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及的 我们祷告时 不应该假设 自己在扭转神的绑壁 或以任何方式 在掌管整个形式 我们并不能这样做 我们必须学习 祷告并不是神满足 我们需要的一种方法 而是神将祂计划 给予的好东西 赐给我们的途径 尽管我们无法 经常处在合适的状态 去承接 神一直定义要赐下 这些好东西 但祂等待我们开口祈求 以至我们收到 这些礼物时会懂得珍惜 内心充满感激 对这位赐予者的信任感 也焕然一新 如果我们以为言辞 可以推动神去做事 否则他就漠不关心 或毫无计划去做 便是误解了神邀请 我们祷告的目的 历史以来 屈膝祷告是典型基督徒的特色 这绝非偶然 借由屈膝的姿势 身体得以提醒心灵 是神在掌权 若不以这个态度来祷告 便会犯下错误 哈特明白这项真理 并以一首诗歌作为表达 祷告的目的是要传达 神所设计要赐下的祝福 基督徒终生都需祈祷 因为违戒祈祷的这生命 或遇病痛折磨 冤屈逼迫 罚人关怀 恐惧弥漫 抱憾内疚 犯罪自责 楚方就在眼前 祷告 依靠基督 他从不识信 向他臣明你一切需要和愿望 不要害怕 因他恩典够用 祈求你心中所愿 他必成全 祷告就像基督徒生活的其他层面 必须不将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而是放在神令人精益的美善上 纽顿的文字将这一点描述得十分好 尽管这首诗歌不像 《奇异恩典》那样有名 却依然宝贵 因为他提醒我们去体认神的爱 因此 这首诗歌仍值得我们传唱 看那恩典的宝座 应许呼唤我靠近 主耶稣显出微笑 要回应每个祈祷 我灵将你心愿表明 你永不会太过冒昧 他既已为你流出宝血 还有什么保留不给 他的爱与全能倾注 超乎你最深需要 面对祷告之人 他所赐的 超乎他们所求所想 让我平信而活 意志降服于你 在死亡中得胜 在荣耀中发光 第三章 默想 亲爱的主 圣经是你所默示的 为要供我们学习之用 求你赐下智慧 让我们倾听 阅读 标记 学习 并能消化吸收 以致能靠着神圣话语 所带来的忍耐和安慰 将你在救主耶稣基督里 赐给我们的永生盼望 牢牢地持守住 阿们 圣公会公导书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思想 诗篇119章97节 我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村 至今仍记得养育小鸡的经验 母鸡负担时 尽管她所承担的任务 十分艰难 却深具价值 她会坐在担上连续好几天 甚至好几周 除了短暂的吃喝之外 其余时间就动 也不动地坐着 若是你的手太靠近 她会大力啄你 若是你尝试赶她离窝 她会山翅扑向你 再赶紧坐回窝上 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窝上 彭扶任何事情都没发生 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 她日以积液保温的蛋 开始抖动 蛋壳破裂 接着满身湿润的厨鸡 冒出来了 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变成了一只 毛茸茸的黄色小鸡 童年时期的我 最喜爱将它们 轻轻捧在手上 母鸡负担时 看似只是在偷懒 或打瞌睡 彭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重要的事情正在它底下酝酿 它正在孕育 孵化出新的生命 默想式的祷告和孵战有些类似 基督徒借着沉思或所谓的默想 让已重生的心灵 得以成熟 稳定和茁壮 在我们与神的相交之中 默想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动能的元素 那么 什么是默想呢 就本质而言 默想是指一种 有方向性的思考 也是基督徒生活 尤其是祷告生活中 最基本的操练 我们常用沉思来形容这项操练 因为它将这项行动的类型描绘出来 而默想这个字词 则是一个基督教的古典词汇 并非日常生活常见的用语 不过 默想如今大多是指 东方世界和新世纪宗教中的一种操练 与本章所描述的属灵操练截然不同 另外 沉思是普罗大众较熟悉的词汇 亦为一个人尝试去解决内心的疑惑 发想策略 做出抉择及克服困难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拨出时间来思索 每日所遇见的问题 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沉思这个词汇也会误导我们 因为我们平日的思考行为尝试 漫无目的 缺乏焦点的 想到最后还是一样困惑 而默想是将我们对神纷乱的思绪 带到他的面前 好让这些想法变得更清楚 有条理 生动和滋润心灵 再次强调 不受羁绊的思绪 经常让我们落入一些无谓的情绪之中 如果我们想成为健康的基督徒 默想这种所谓的正向思考 除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操练 也是每位祷告的基督徒需要精通的一门艺术 但是我不能控制我的思想 有人如此反对道 我的思绪非常杂乱 关于这样的事 亲爱的朋友 你一点也不孤单 每当想祷告时 思绪就漫游四处 无法集中 这个问题让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烦恼 但是其实我们独处时 思想在往往也会如天马行空般任意游荡 为了达成某些目标 我们会采取联想的行为 而不会做逻辑式的思考 像是我们会做白日梦 痴心妄想 也会回顾一些喜乐或厌恶的经历 而情绪的冲击会将我们带回某些生命中的片段 只要我们再度体会到同样强烈的感受 便会沉浸其中 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事件 就会不自觉地告诉自己 这是好的经验 那是坏的经验 我们想起喜乐与哀伤的时刻 也想起令自己焦虑的一些处境和窘况 如此一来 不论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生命的困境 还是某些我们牵涉其中 并感到怀疑和不确定的特定行为 只要想到这些 我们的思绪都会四处流窜 我的思想一片混乱 我们既苦恼 又心灰意冷 这类四处漫游的思想 其实对我们毫无益处 我最近读到一个侦探故事 其中有个短剧浮现在我面前 有位侦探正在沉思如何破案 但他混沌一片 我们都晓得脑中 混沌一片是怎么回事 心思意念往来穿梭 四处游走 却得不出一个结论 漫游的思绪剪不断 理还乱 最后带给我们置身的挫折感 既然这是人类经验的常态 无怪乎有人认为 沉思根本没什么效益可言 但是 使徒保罗似乎认为 我们有办法控制漫无目的 模糊不清的思绪 他甚至还指教我们方法去行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 这样思考的方式 是有方向性的 保罗清楚地指出 借着操练和神的帮助 我们可以学习 将自己的精神集中起来 并聚焦在值得思考的事上 如前所言 这就是所谓的默想 默想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行动 几乎自基督教诞生以来 历史历代的信徒 不仅一直在操练它 也为此写了大量的书籍 让我们再次强调先前所述 默想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一门艺术 默想的意义 针对基督徒默想的本质 我们能否提出一个更精确的描述 我们之前说 默想是借着神的恩典降服在他的权柄下 在他的同在中思想 在他的面前思想 思想他自己 并且在他的世界中思想我们的生命 若以一个农庄的意象为例 默想好比牛吃草反厨的行动 基督徒在默想时 将这些事情带回心中反复思想 就像是牛将胃里的食物 又带回口中咀嚼 基督徒在神的同在中思想这些事 以致从中得着喂养 动力 告诫和智慧 当你参与在默想这种对话的过程中 你不会丧失理智 反而会增进身为基督徒的通达智慧 在神的同在中谨慎默想 会让你在他面前的思绪变得有条有理 而且只要你努力去实践 就会日益进步 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福音派当中 最常对默想这个主题做思考和教导的是清教徒 只要从这些经于此道的大师中得到一些极光片语 必定对我们大有帮助 首先 卓越的清教徒神学家欧文告诉我们 要拥有属灵的心就必须认真操练 以属天的事为乐尤其是要以在神右手边的基督为乐 透过默想 属灵的心得着培育 操练和坚固 透过默想 我定义要思想一些属灵和属神的主题 好让思想得以修正 激励 整顿 以致内心和灵魂都大得影响默想主要的目的 是以爱 喜乐 谦卑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透过默想 我定义要思考神的话 和我们内心之间的关系和适当性 为达此目标 必须使两者更加确实地贴近 由于一般人大都欠缺默想方面的操练 我会概略地提供两三条原则 希望借此引导信徒正确地实践这项重要的本分 与神一同默想他自己 这是在说 我们默想神 思想他的超越性 属性 荣耀 全能 爱和良善时 要怀着无比谦卑的心来向他说话 在神的话中默想他的话 这是表示 当我们读神的话 要思想 某段经文祈求神的帮助 引导和启示 从中发掘他的心意和计划 并且努力使我们的心受其影响 而每当我们的思想不顺畅 不一致 就要回转心思 重新聚焦在计划好要默想的主题上 好弥补错过的时光 巴斯德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清教徒牧师 关于默想 他的看法除了与上述引言完全一致 还主张要将荣耀的盼望当作时常思想的主题 他认为默想是一项庄严 条理分明的行动 促使灵魂将所有的力量专注于安息这个最完美的目标上 基督徒默想时要运用理解力去温暖情感 并且借着头脑去点燃心灵 光会启动热 这是必然的事实 从头脑到心灵 优质基督徒都随时预备好了经文公他默想 默想的过程包括思考和随之而来的独白 首先我们要将所应许的关于蜀天安息的真理 尽可能清楚和完全地带进心中 之后我们要以适当的回应来唤醒情感爱 可慕 盼望 勇气 喜乐 以至属天的盼望成为喜乐和渴望的目标 接着我们要叫自己的心灵 沉迷这件事独白是向自己传讲信息 这样做是要感动我们实践基督徒的操练 以下是巴斯德的建议 你借着以上的动力来默想时 要热切地向自己的心传讲 并以独白的方式劝戒和沉迷 直到你感到火开始燃烧 便要以你的良心提出论述 当你与自己进行这番最热切的谈话 就会发展出一股驱动力 这份驱动力不仅超越了认知 还突破了言语的限制 请效法就你所知最有能力的讲员 成为自己的优秀讲员 是基督徒必备的部分技巧和责任 一个礼拜听别人讲两三次道 在比例上还过得去 但在一天之内 听你自己才讲两三次道 就显得太不足够了 最后我们要从向自己说话 转向直接在祷告中与神说话 在人生跑道中 当我们以殷切的渴望和坚定的决心 恳求神赐下帮助 能力和专注的热情 常能获得祂的祝福 清教徒以他们的生命为此做了见证 而我们也能亲身经历 另外不是只有像清教徒一般的新教信徒 才会操练默想的艺术 宗教改革时 一种具有方向性 专注默想的优良传统开始发展出来 那就是一般所谓的静默式祷告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签署的天主教 教义问答告诉我们 默想涉及思考 想象 情感 渴望 这样全方位的动员是必要的 能促进我们的信心 自我对话 以及跟随基督的心智 静默是祷告 也是祷告最热切的时刻 在当中 圣父借圣灵时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的信 住在心里 好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静默是信心的注视 定睛仰望耶稣 我注视他 他注视我静默是祷告 是倾听神的话 这样的专注一点也不被动 反倒是出于信心的顺服 是像仆人般无条件地接受 像孩子般出自爱的尾身 当圣子回答 视而成为仆人 当神谦卑的使女 回应 遵命 就展现了这样的祷告 关于静默是祷告 天主教会拥有丰富的智慧 可与新教徒分享 如我们所见 思想神的同在是基督徒默想的基本理念 但我们要思想什么呢 欧文强调 耶稣基督的荣耀 巴斯德主张天堂的盼望 究竟谁才是对的 答案是 两者皆对 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主题 可供默想 何疑的基督徒默想 是思想神级 任何与他有关的事 我们与他的关系 他的计划 他的伟大 他的成就 他的祝福 也思想如何讨他喜悦 以及如何充分回应他 默想是在思想 我们在神掌管之下的生活 如此的生活 是以三一神为供应的源头 和他踏上践行之旅 且以主耶稣为朋友 尽管当中 常有高潮和低潮 历时及恒久的压力 都一直与主同行 我们做默想是祷告时 会从各种角度来 思考上述的事情 虽然清教徒认为 默想是在我们 向神说话之前 先向自己说话 不过 与神间谈所包含的 思考过程 事实上 正是默想的精华 而诗篇 也记载了 许多类似的例子 当我们看见神位 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会学诗篇的作者说 哈利路亚 当问题尚未解决 我们探讨 他的成因 也向诗篇作者 学习何谓求救 祷告的意义 如此一来 默想的内容便自然而然 转为祷告 思想神的同在 成为直接向神说话的途径 而向神说话 又引导我们更进一步 思想他的同在 结果便形成一个 自然的变相思想转换 基督徒一切思想的生活 必须尽透 或是说居住在祷告里面 当我们的心 经历了重生的改变 思想生活就会充满感谢 喜乐和信靠神的意识 这种意识出自于 一颗献给基督 并且被圣灵占据的心 因此 使徒保罗向铁撒罗尼家的 基督徒所吩咐的 要将不住的祷告 逐渐化为一种心灵的习惯 当我们里面的人 惯于有意识地将思想转向神 内心就会时时被全永般的喜乐所充满 而且会为着神所展现的一切智慧 创造的万物 教导我们的一切事 以及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机会 深深向祂献上感恩 当我们为着神赐予能力 使我们运用头脑 而献上感谢 也为着头脑和心之间的连结献上感谢 灵力的喜乐便如强风般 自然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中 简单来说 当神住在我们的心思 意念 思维能力中 不论是思想 感觉 还是行动 整个的生活都会处在持续祷告的状态中 神的声音 已故的史密德用幽默的笔触来撰写自传 其中一章名为 神与我差不多是朋友 他这样写道 从来没有 好吧 几乎从来没有对我说话 我猜他只向其他人说话 另外 他还摘录一首拉托维亚的诗歌 我的神与我同行在原野 我们像好友一般边走边说 同时 他似乎也引用了副歌 主活 主活 基督耶稣今日活着 他与我同行 与我谈话 人生窄路同过 这类如伟大对话的祷告在基督教随处可见 但是 接下来 史密德这位诚实的实诚主义者说道 我与神在一起时 多数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当别人开心地告诉他神与我谈话时 他十分困惑 因为根据他自身的经验 这种双向式的谈话并不时常出现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形也是如此 我们相信 神向某些基督徒说话的方式 确实会不同于他向我们说话的方式 但据我们所知 亲耳听见神说话的例子似乎更加稀少 然而 神是沟通者 这个基本真理未曾改变 他会以不同的方式 将心意告诉他的儿女 那么他会如何做呢 默想圣经的教导和故事 能帮助我们时常听见神的话 默想是一个谦卑的行动 让我们一再地发现 神早已引导我们的思想 从而显明某些事情 并且向我们说话 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 用心学习默想的人 都有这种共同的经历 借着默想 神不仅让事情变得清楚 明朗 也厘清我们自己的想法 许多基督徒尚未养成默想的习惯 所以错失了这些好处 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发生在你我身上 默想神的话 圣经给了我们许多关于 默想是祷告的例子 尤其是默想神话语的操练 在此提出的第一个例子 是神亲自教导我们 如何操练这类祷告 摩西去世后 领导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重任 落到了约书亚身上 正当约书亚这位新任领袖 恍然不知所措时 神的话临到他 这缕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画页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神早已透过摩西说出类似的话 吩咐未来每一位以色列王 都要将这缕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话依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缕法书上的 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离了这界命 领导者必须遵行神的话 而将神的话 吸收到心思意念中 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圣经重复出现这样的事情 先知听到一些话语 而他们晓得这些信息是从神来的 但是 这种情形并不常见 常见的是 人默想所读的经文 并经过祷告后 会对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 显然 神希望约书亚 这位带领以色列百姓 进攻迦南地的统帅 要操练这个方式 这缕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对约书亚而言 律法书指的是摩西五经 如今 摩西五经与另外六十一卷 被认可的书卷合在一起 便会集成完整的圣经正典 这本圣经便是那本律法书 不可离开我们的口 总要书页思想 几乎所有版本的小字英文圣经 总页数都超过一千页 即便穷尽一生 也没有人能完全测透其中的智慧 在圣经中 诗人十分强调 默想经文的重要性 从某些角度看来 诗篇第一篇 可说是点出了整卷诗篇的基调 开宗明义道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作谢慢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画业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这段经文除了呼应神对约书亚说的话 也为今日的基督徒树立一个属灵的榜样 如前所述 当我们因相信基督而重生得救 我们里面的人会经历许多方面的改变 其中包括心里的眼睛得着启示 能辨认出圣经自我验证的神圣来源 以及经文中关于基督的神性 针对这一点 加尔文以视觉和味觉为例加以解释 我们从何处学到分辨光和暗 黑与白 苦与甜呢 圣经确实清楚显明它是真理 就如同黑白之余颜色 甜苦之余味道一般 如同颜色和味觉不正自明 神所写下来的话也是如此 根据加尔文的说法 虽然圣经充分展现出人性的一面 但也令真正相信它的人 历史领悟到它神圣的来源和性质 当一位信徒默想圣经 他会直觉地认同和承认 这些话不单是由人写成的 更是从神而来的 此外 加尔文又运用甜和酸影响 味蕾的方式来提出解释 若是你口中含着柠檬汁 你立刻晓得这是酸 若是你嘴里含的是糖 你立刻晓得这是甜 同样的 神的话本身会证明它 就是神的话 而饥渴的心灵 再三回到它的话当中 就彷復罗盘上的瓷针指挥北极一般 我想告诉你们一位非凡青年的故事 这位青年成长于一个表面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 他年仅二十岁时 已投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岁月 在灵性的追寻上 首先 他探索许多东方的宗教和哲学 每样专心研究一段日子后 又继续追寻下去 最后 他在美国读大学时 认识了一群基督徒 他们彼此相爱的方式 让他十分惊讶 虽然他对这些人用宗教角度来解释的耶稣 无动于衷 却依旧十分欣赏 这群年轻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后来 其中一位基督徒递给他一本圣经 告诉他说 读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 你就能知道耶稣是谁 这位青年花了一个周末照着做 一边读 一边默想四卷福音书所呈现的耶稣 读完之际 神的灵透过圣经动工 这位青年 长久以来的灵性追寻 最终得到了结论 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他相信圣经 敬拜他所呈现的基督 开始了新的属灵旅程 自那时起 伊拉斯牧师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 超过二十余年 我们的内心除了可慕 与圣父和圣子相交 也同样爱慕神所赐下的圣经 只要是重生的信徒 都会展现出这项基本特质 因此 昼夜思想神的话 也就是从清早起床 直到夜晚安歇 内心都在思想圣经 绝非遥不可及的空谈 用输液思想来形容 既非夸张 也非妄想 而是信徒天天自然体认到的经验 以信心来思想神和祂的话语 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 持之以恒的事 但是我们该如何起步呢 首先你可以寻找一些 对你有重大意义 并且每次思想都带给你喜乐的 简短经文 最近几年 我在每年年初会选出不同系列的经文 天天专注在这几节经文上面 当我这样做 就行诉出一种 默想式祷告 以神的话作为开始 最近的经文出自于以赛亚书 周一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就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照你 你是赎我的 周二 我一耶和华平公义照你 必搀扶你的手 保守你 周三 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级赞美他 周四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僵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功力传开 周五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圣经本身丰富的内涵 就很适合默想祷告 而默想圣经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诗人如此说道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思想 爱慕神的话 事实上就是爱戴那位同管话语的神 两种爱是合一的 并且对我们集所有属灵前辈而言 要不就两者都爱 要不就两者都不爱 诗篇第119篇 是所有诗篇当中最长的作品 除了178节以外 每一节经文都在送赞神的话 将之视为专注 信靠 爱慕 深思 顺服 渴望 喜悦的对象 倘若有人将圣经当作研究的目标 不仅可能错失这方面的收获 还会忽略一项事实 圣经大部分的内容是以祷告所写成的 而这些以文字形式表达的导词 除了提供我们祈求的榜样 也展现了默想的典范 只要我们浏览一次诗篇第119篇 便会发现他从头到尾发生的对象 都是神向他祷告 也承认他话语的价值 但我不是那种有纪律的人 我也无法像这样祷告和默想 我们这群现代人或许如此窃窃私语 不过 请看诗篇119篇15至16节 我要默想你的许词 看中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这个天天持守的承诺 是出自于一份坚定的决心 难道你真的无法拥有坚定的决心 当然不是 但是我们可能常会抱怨 我的生活充满焦虑 当我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 就很难静下心默想 甚至连默想圣经都做不到 然而 请看第23至24节 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 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现在就来尝试吧 这是你要行走的道路 让圣经与你谈谈你所忧虑的事情吧 我们可能这样抗拒 可是默想好难 我不喜欢安静又被动地坐着 你不喜欢 那么请看第47至48节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诗人认为自己 默想祷告时所得的喜乐 就像突然看见许久未见的好友 那样的惊喜 举起双手的行为 可说是表达满心喜乐的一种反射动作 难道你是以静不下来作为借口 逃避与神正式约会吗 我们问道 为什么我需要努力默想呢 第97至99节宣称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注地思想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对智慧的向往 岂不会驱使我们更下功夫 去好好默想 可惜的是 许多懒散的基督徒 跟懒散的电视迷一样 只看着别人在努力 自己却不肯下功夫 以致最后一无所获 然而 对神重生的儿女来说 积极默想神的话 这项无比自然的行动 必让我们的心灵 感到无比满足 默想神的作为 诗篇鼓励基督徒 除了默想神的话 也能默想他的作为 那就是他从过去到现在 所成就奇妙 伟大 满有怜悯的事情 默想这些事情 能使遭遇艰难的信徒 获得平静 重燃希望 在诗篇第七十七篇中 诗人以困境 作为祷告的起头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祂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 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 就烦躁不安 我沉吟悲伤 心就发昏 诗人在默想什么呢 硬是在默想神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无法不去思想 所面临的困境 一直说道 我沉吟悲伤 心就发昏 但是 这些哀伤的情况 并没有一直成为 他默想的焦点 他迫使自己的头脑 追想古时之日 也回忆我夜间的歌曲 并为神在过去 为他成就的大事 感到欢心 所以 他能在第十一节 这样说道 我要提说 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 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诗人借着克制思想 使自己的思维 对准神 定精在他所成就的 大事创造 供应 恩惠 当诗人运用这类 带有引导 和纪律的思维方式 神就成为 他思想的核心 尽管他仍在 生命的困境中 挣扎求存 却可以使自己 安定下来 他从困境出发 并借着祷告 承认自己的无助 之后 他完全坚持 默想神大能的作为 从而再次变得 沉稳有力 当诗人思想出 埃及记的记载 和过红海的神迹 回想起这些 出自神大能的作为 他就能超越 当下的痛苦 并且对未来 重拾盼望 我们需要向诗人 学习这种 以神为中心的 默想式祷告 默想之所以能改变心情 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默想只是透过转化思想 而让基督徒原本存 于内心的知识 在意识上得着更新 也就是让他们晓得 他们所相信的 是一位永不改变 全然一致 信实守约的神 他会看顾他百姓 在世上的生活 不论何等艰难 他都将带领他们度过 直到进入 他为他们所存留的 荣耀当中 因此 回顾神过去 所成就的事 不论是普世性的救赎 教会更新的历史 或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都自然会带来 鼓励 更新 忍耐 安稳 盼望 因为神不会改变 他的本性 和向我们的尾身 他必持守应许到底 保罗深谙此点 因此写道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 还要救我们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为何诗篇第77篇的作者 能够在结尾重拾喜乐 平安 盼望呢 因为当他默想神过去 引导百姓的作为 就能清楚知道 神的信实是永恒不变的 同样的 当我们默想神的作为 必能冲破表下 确信他会带领我们 度过艰难险阻 就像他带领诗人一般 而到了最后 我们就能认同保罗所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诗篇第77篇 所呈现的思想 是一种自我引导的 思维方式 若我们要操练这类思想 就需要自我纪律 尽管思想神对 重生的基督徒来说 是很自然和欢喜的事 我们仍然要将自己的心 从目前遭遇的困境中 扭转回来 转而专注在神的话语 和作为上 否则 这些困境会一直 霸占我们思想的中心位置 而诗篇第77篇 和第143篇都告诉我们 这样的转折是暧昧不明的 所以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 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但是 如诗篇42篇6节所言 这种转折会很清楚地出现 我的心在我里面悠闷 所以这是转折点 我纪念你 在上述所有的经文中 沮丧的诗人定义将焦点 集中于神的话和作为 就能对他重拾信心 此后他便重心得力 继续呼求帮助 直到帮助真的到来 默想的方法 我们将至今所讨论的归纳如下 默想圣经这项必要的操练 不但能让我们明白 神所启示的真理 也能在遭遇试炼的日子 加强我们的信心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默想既是祷告的开端 也是祷告的元素 那么 我们究竟要如何默想呢? 首先 我们要告诉大家 默想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来进行 针对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人 默想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早在十四世纪时 中世纪的一位灵修大师华特 希尔顿说 关于默想 你必须认清这件事 它并没有一个 让每个人在任何处境中 去遵守的通责 就本质而言 默想的方式 是我们的主所赐下的恩赐 并且依照他选民的特殊状况 和光景所量身打造的 并且 根据每个人 在德性和灵性上的成长 他会增加默想的机会 为让他们属灵的知识 和对他的爱慕都一并增长 根据希尔顿智慧的洞见 我们必须担负起各自的责任 去发掘最适合我们的基督徒 默想方式 正如审美观 技巧 性情 智力 体力 皆因人而异 默想的方式也是如此 没有所谓的公式可言 用哪种方式 默想最有收获 取决于你是怎样的人 而你也需要多方尝试 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 这好比我们光顾一间餐厅几次 尝试了菜单上不同的料理 才会找出我们最喜欢的菜色 所谓好的方式 不见得是最适合的方式 而我们必须在神的指引下多方尝试 才能发掘出最适合我们的默想方式 那么 我们有哪些默想方式可供选择呢? 东方式的默想 是将心智集中在物质 抽象的形态或观念上 不幸的是 这种方式有时会打入基督教的圈子 然而 基督教的默想方式是将心智 也就是属灵的眼睛和耳朵 集中在那位透过圣经 向我们彰显自己的神 下列是一些可行的方式 而前两种方式是为了预备实践后面的方式 首先 我们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圣经中 好让我们的思想完全被圣经充满 或者 如私不真所说 直到我们的血液涌流出圣经为止 我也会敦促大家要变成圣经蛀虫 我记得18世纪时 约翰·魏斯里·鱼牛津成立了一个神圣俱乐部 成员就称作圣经蛀虫 因为他们从封面到封底 一字不漏地咀嚼圣经 欧文主张 每位基督徒都必须定期将圣经读完一遍 马丁录得一年读两遍圣经 16世纪时 圣公会的公导书制定每日读经使用的经文选 帮助读者一个月读完一遍诗篇 一年读完两遍新约及一遍旧约 19世纪时 苏格兰人麦契尼为了能够一年读完整本圣经 而制定了一个读经计划 20世纪时 坚定的爱尔兰人汉蒙一记读完整本圣经 然而 读经不是要吃的过量导致消化不良 而是要制定计划 定期将整本圣经读过一遍 其次 我们除了要晓得圣经 这本神向我们说的话的全面特质 也要对这些信息做出适当的回应 异象会影响我们的想象力 而想象力与其说是洞见的母亲 不如说是助产事 现在 我们要为圣经的兴致提供七个异象 也可以自行加上其他的异象 圣经是一个容纳六十六卷书的图书馆 这六十六卷书是以不同的体材写成 成书的年代横跨一千五百多年 却彼此协调 形成一个共通的故事 有位创造者为自己拣选了一个民族 后来成为他们的救赎者 这位神在故事中的所言所行 都被圣经记载了下来 当我们仔细品味这些不同种类的作品 可以留意他们如何串联在一起 历史书可说是圣经的骨干 而关于神学、智慧、讲章和诗歌的书卷 就像是依附于骨干的肋骨一般 分别在适当的位置依附于历史书上 让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了解圣经吧 圣经就像是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 其间有信神的人 也有不信神的人 关系和形式错综复杂 圣经人物除了拥有发人深省的特质 他们的生命也一直在影响我们 教导我们该如何 或不该如何行事为人 试着欣赏圣经的每一个人物 了解他们的重要性 他们展现出来的一切都非常丰富 让我们透过观察神与他们的互动 来更多了解他吧 圣经像是神写给每位读者的一封信 圣经成书时 神已将你我摆在心里 而这些公诸于世的书卷 也是针对每个人所写的私人信函 这个想法令人震惊 却千真万确 本质上看来 圣经除了视神为自己做见证的方式 也是有信心的人为他做见证的形式 因此 圣经给你我的信息 就是神用一种可实际应用的方式 向我们的心思意念 阐明他的仆人为 同时代的人所写下的内容 如此看来 每个人都应当将圣经 看作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 尽力将字句背后的浓情蜜意发掘出来 就像是我们收到爱人所写的情书一样 我们读圣经时 应该尝试想象 每页书园上都印着英文字母 RSVP 很久以前 我珍藏了一本书 目录页的印刷错误 极具纪念价值 RSVP代表标准修订版 但是RSVP是法文 Repondé-Saya-Vu-Play 以及英文的静后回复 这就像是神在对你我说 你的圣经是我写给你的情书细细阅读其中的内容 然后告诉我你的回应吧 每一封情书都在等待回应 圣经也不例外 圣经是你的情报站 这世界像是被敌人占据的营地 身处其中的你要像一位情报员 时常收听指示 此外 你还要架设通讯站 才能与总部保持联络 我们要操练认真读经 本该如此 唯有专注收听所有的教导 才能在时刻满怀敌意的世界中 行走异路 圣经中所有关于信心和顺服的生活教导 皆是律法 以希伯来文托儿的意义而言 这不仅是公共条例而已 更是出自权柄 情理坚固的教导 律法庞扶是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中 孩子从父母所接收到的家规一般 他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塑造孩子的品格及观点 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明白家庭的主张 和对每位成员的期待 这是诗篇第一19篇的作者 所指出的律法意义 也是神在圣经中的命令 所代表的含义 圣经是我们所处黑暗世界中的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这段经文刻画出一位旅者 或可说是一位践行者 亦或露营者 或是使者的景况 他们必须在夜晚穿越乡村野地 行经许多容易让人滑倒或遭遇不测的坑洞 但是 有一条正路在其间 八步的我们可以看见 并一路坚持走下去 如今 我们会用手电筒照亮前方 沿途的道路 好看清楚如何走下一步 而在圣经时代 人们是在夜间提着油灯 以确保路途的平安 在不同的时代中 尽管道德与灵性上的黑暗深深笼罩 圣经却让读者有能力 选择行在人生的正路上 最后 圣经是生命线 当你发现恐怖的死亡阴影 以某种形态或样式逐渐逼近 你要像是抓住听筒般 紧紧抓住神在圣经中的应许和确据 并且挺身抵抗 相信全能神对一切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救生员和影集海滩游侠的忠实观众都清楚晓得 以为自己快要淹死的人 除了会紧紧地吸附在救难者身上 也会以同样骤发的方式抓住救生圈和救生所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读圣经时要专注地留意神给他百姓的确据 而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也要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 快步、慢步 军队行进时 会操练快步和慢步行进 到目前为止 我们建议的读经方式都类似快步行进的方式 也就是依循为期一年 两年或三 四、五年的速读圣经计划 让你在有生之年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一遍又一遍地循环读过 我们全都需要这样读经 因为若是不这样做 就会变得软弱无力 这好比每天没有按照规律均衡饮食 健康状况就会亮起红灯一般 不论你是采取上述七个意向 或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架构 来操练默想式读经 阅读整本圣经对我们的祷告生活 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兰西斯、马丁 回忆早年在西安会僧侣修道院的情形 当时他学习按着规律 将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 修道院的弟兄们 依循教会行事历上的进度来读经 所以在一年的敬拜期间内 差不多都能将整本圣经大声读过一遍 此外 马丁也遵照典型的修道院模式 在清晨两点到傍晚七点的时间内 一共祈祷八次 在这段祈祷期间 他们会以歌唱或祷告的方式 每周将150首诗篇依序读过一遍 因此 他们一年便可将诗篇读完五十二遍 然而 这些都不是默想的全貌 现在 我们要探索两种配合漫步行进的 长期操练步骤 首先是Lactio Divina 字面上的意思是诵读圣言 这个默想技巧 至少可追溯自努西亚的圣本堵 身为一位先驱者 圣本堵为修道院生活 创作了圣本堵教条 而凯瑟琳·莫里斯女士 一位尾身于长老会的平信徒 在修道院中学习长达十二个月 并以下列文字来叙述诵读圣言 我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稳定灵修读经 而我很惊讶地发现 圣本堵所谓的诵读圣言 也就是现代圣本堵修会 所谓的灵性读经法 让我对读经时的默想潜能 有了全新的领悟 Lactio是用心多过于用脑的阅读方式 你无需全面掌握某些资料 而是容让某个字或某句话 吸引你的注意力 在缓慢的默想读经法中 Lactio着重话语的能力 好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产生共鸣 在圣本堵修会的传统中 诵读圣言首要看重的是 一个人读经时的内在态度 在今日的罗马天主教 即采用这种方法的福音派人士之中 最常见的第一步骤就是选择一小段圣经 然后反复思想 大致而言 今日典型的神圣默想法包含了以下四个步骤 一诵读 大声读出一或两节圣经经文 在读的时候 要慢慢地阅读沉浸其中 如有可能多朗读几次 而且每次遇到不同的字时 可以增强声量加以强调 二默想 以祷告的心深思这些字词 并问自己以下的问题 这段经文如何触动我的生命 它显示出哪些神的作为 这段经文期望我做什么 按照内里的诚实 我该如何回应 三祈祷 用自己的话来回答神 以这段经文来祷告 或按着这段经文 所给你的感动来祷告 四末观 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里面 以警醒和充满期待的心 静默等候祂的同在 一开始可能不会很快 有什么新的发现 但只要不断这样做 就可能有所收获 操练灵性 读经法很花时间 默想每一节经文 可能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但是 当我们以这类缓慢的祷告式 读经法来读神的话 心思意念 就会充满了更新的力量 而这是速读圣经 很难体认到的收获 当然 两种读经方法都各有所长 快步行进 每天读两 三或四章 会让你发现神伟大计划的轮廓 而漫步行进 每天虽然只读一或两节经文 但有些经文的画面 深植在你生命的核心 帮助你清楚地 将自己安放在神的手掌心里 慢慢重复默想一段圣经 像是在一间漆黑的房间中 有人突然拉起了百叶窗 随着百叶窗升起 光线照射进来 你就能在转瞬间看见过去 无法见到的东西 尽管如此 我发现 灵性读经有时未必像这幅画面 所呈现的那样光辉耀眼 而是一种十分安静的操练 人们每天阅读的那节经文 所涵盖的意向及思想 通常对当日颇有帮助 不仅令人心生感动 也为今日生活提供必要的指引 并且使人心中充满感激 窝主 谢谢你 另外一个操练慢速默想的技巧 是段落式读经法 这种方式最初适用在 阅读福音故事的时候 然而 这种方式其实也适用于 阅读圣经中各个特殊的故事 你可以将这种阅读方式称为 从旁观察式的步骤 运用想象力 将自己投入在一个场景中 成为一位观察者 仔细地观察 聆听 将焦点放在神的话和作为上 例如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你听见耶稣在井边向 撒玛利亚妇人说话 再出埃及记第三章 你听见神在燃烧的荆棘中 对摩西说话 而在《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你听见神在河烈山上 向以利亚说话 接着 你问自己 如果这是神在那时 对那人所说的话 那么 现在他要向我说什么呢 还有 我能从这段经文中 得到什么真理 洞见或应许 好在今日余下的时间里 反复思想 我们可以想见 这些想法 很自然就会引导你 进入各种祷告中 我们默想真理时 神的灵慧运行在心中 使我们晓得关于他的知识 或者更实在地说 体会关于他的经验 但是 倘若我们不谨慎的话 便可能会产生一种 不敬虔的自大感 我们需要牢记 神才是宇宙真正的中心 当然 神的确是圣经说话 就像他亲自对所有寻求 他面的人说话一样 但是 这不代表我们是他所造 宇宙的中心 或是我们 而非他 组成了我们狭小 世界的中心 神极其伟大 而我们极其渺小 虽然他无条件地爱我们 拯救我们 也向我们提出应许 但他并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 反倒是我们为了他而存在 信徒的灵性愈发成熟 就愈能察觉到我们与神相比 实在有如天壤之别 事实上 之前提及的一种默想方式 也提供了一个为我们除去自大的方法 一集 读每段经文前 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这段经文说明或显示出哪些关于三一神的信息 而关于世上的一般生活 这段经文又说了些什么 显示出什么 之后再来思想 这段经文有特别对我自己 我的生活 罪恶 挑战 内心 对未来的预备说话吗 多年以来 我时常依循惯例 问自己上述这三个问题 可以亲自见证 这三个问题确实拥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另一种对心灵有益的默想读经法 是详尽地针对经文提出问题 你每读一节经文 就问一些问题 这个过程有时称之为归纳法查经 也就是延伸初解经讲到的读经法 依循这种默想方式的读者 通常会问三类的问题 首先 这段经文传递出什么讯息 其次 这些相关的信息具有什么含义 而其中的含义 如何与圣经更宽阔 且标准的教导连结在一起 第三 我要如何运用这段经文 成千上万本的扎经指引和几百万篇讲道文 都是从这种归纳式的查经方法衍生而来 而若要归根究底的话 他们都始于针对特定的经文来祷告 默想 另外 还有一种默想圣经的方式值得一提 那就是主题式默想法 欧文和巴斯德 皆推荐这种默想的方式 你可自选一个主题 专心沉浸其中 探索其中的关联 并且反复思量 对此主题提出解释的圣经经文 例如 你可以默想神的智慧 基督的荣耀 救恩的范畴 或属天的盼望 当然 你在默想前 必须先对这些事所透露的圣经真理 有所理解 针对这个需要 翻阅串诸本圣经 或主题式圣经 能帮助你更方便去发掘适用的经文 而到了最后 你必须问自己 我要如何对这项事实做出回应 我要为何是祷告 为何是感恩 并且决定做何事 或不做何事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默想 都要达到这个地步 最后一种默想式祷告 就是单单以圣经的导词来祷告 由于这种方式太过明显 很容易被人忽略 圣经记载了上百种导词 其中有些可列入最伟大的导词 大致而言 这些导词最初都是借由默想来送赞神的本性和作为 以便为随之而来的祈求立下根基 有什么祷告的方式 比用神自己的话向他祈求还要好呢 你可以在导词中加上代名词或名字 使这些导词变得个人化 例如读到诗篇九篇九至十节时 我们会这样祷告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 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 耶和华呀 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这正式的情况 当他他面临此刻的危难 求你成为他他的避难所 圣经中许多伟大的导词 都非常直接地邀请我们进入类似的祷告 除了诗篇之外 在撒姆尔记上二章一至十节 有哈纳感恩的祷告 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至十九节 有大魏为百姓及其子所罗门的祈祷 在历代志下六章十四至四十二节 有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 在弹以礼书九章四至十九节 有弹以礼为百姓集体认罪的祷告 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至十九节 有哈巴谷在苦难中尾身的祷告 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至七十九节 有玛利亚赞美神的祷告 在义弗所书三章十四至二十一节 有保罗祝福的祈祷 而在弹利比书一章三至十一节 他为基督徒友人感恩祈祷 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至十二节 他也为素未谋面的基督徒的灵性成长代祷 而在犹大书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有犹大做祝福的祷告 最后当然也包含了主祷文 这段记载于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的典范祷词 只要有圣经作为祷告用书 我们绝不会缺少榜样来塑造自己的祷告 默想带来指引 默想提供我们指引 默想是在进行一项属灵的训练 因为神会在当中将他的话运用在我们身上 并且激励我们去应用出来 默想会修剪我们对神的想法 而因此使我们变得更成熟 默想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关键的问题 例如根据我所读的经文 我应该做什么或停止做什么 我的哪些态度是对的 哪些态度是错的 之前的我如何陷入错误的态度中 我要如何培养正确的态度 我拥有如基督一般的敬钱吗 我要如何追求这项目标 现在我要从神那里得着哪些更新的盼望和力量 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好让我比以前更像基督 类似的默想问题会催促我们进入祷告 而这正是默想的本意 默想如同灵性成长 必备的食物和运动 有些基督徒灵性贫乏 因为他们吃得不够 换言之 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默想 由于不默想的缘故 他们也会成为迟钝的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成长停滞 仍然处于婴孩的阶段 因为他们没有操练 基督徒应有的默想 透过默想 我们对自己 世界 耶稣基督 上帝及他应许的知识 都会有所增加 而我们也会明白神的应许 是为要鼓励我们 并且坚定我们对他的信靠 透过默想 我们就能得到成熟的智慧 来面对与基督对立的 世界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 我们不能受其诱惑 因此更要看清他们错在何处 而默想能提供 我们辨识这些事情的能力 此外 每当我们向神祈求帮助 赞美神说哈利路亚 以及取悦他说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默想也让我们 对自己的祷告有更深入的了解 路加福音十章 三十八至四十二节 说了这个故事 马大的妹妹玛利亚 坐在耶稣脚前听她讲道 努力想从她身上学习 马大认为 妹妹这么做很懒惰 就向耶稣抱怨说 玛利亚一点都不能帮上忙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他们此刻所扮演的角色 可说都非常重要 饥饿的旅客需要食物 也需要有人去预备 女主人马大势此为她 当下要做的工作 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 预备食物却不是 玛利亚当下优先考量 要做的事 我们猜想 玛利亚晓得 即使没有她 马大也可以把食物 预备得很好 的确 她此刻听见 耶稣向她恼怒的姐姐说 玛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玛利亚将聆听神的话 是为第一优先 她为我们默想 神的话树立了榜牙 而耶稣也为她的行为辩护 这段经文并非要教导 我们忽视家务 而是我们必须 轮流扮演 玛大和玛利亚的角色 当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 遇见玛大 玛大也确实 安静地来到她脚前 那时 耶稣对她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接着 耶稣等候了一段时间 好让她的话 审电在玛大的心中 之后 她看着玛大说 你信这话吗 玛大听见这话 便去思考 她的心变得格外清晰 以至后来 说出了无人匹敌的最佳答案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尽管基督徒生活中的各种食物十分重要 但借着默想神的话来倾听主的声音 更为重要 优先的事要优先去做 然而 理想的状况是两者坚固 我们可以两样一起做 或像玛大和玛利亚一样轮流坐 愿神帮助我们 不仅有所行动 也为了他的荣耀而愿意默想 如此 我们就能学习 祷告得更好些 更热忱 更有智慧 更谦卑 更感恩 也更加信靠那位对我们全然信实的圣三一神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样的祷告 第四章 赞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意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一百零三章一节 二十至二十二节 只要一息尚存 我仍要赞美创造我的主 即使我因死亡而哑然无声 赞美将运用我那更崇高的力量 尽管生命 思想及存有仍旧持续 亦或进入不朽 我赞美的日子永不消逝 以撒华兹 创作内尼亚故事集 并且撰写一系列 基督教护教书籍的 畅销作家鲁一诗 是一位认真祷告的人 他除了在最后一本着 做《飞红二十二帖》 鲁一诗论祷告中 透露出这一点 个人在祷告上 所实践的操练 也正如字述一般真实 鲁一诗在周日 固定参加教区的崇拜 在周间则规律地 参加大学的礼拜 此外 他也殷勤地 按照圣公会公导书来祷告 为他立传的好友沙耶 告诉我们 鲁一诗搭乘火车旅行时 会很早抵达火车站 在月台阶梯上下来回不行 边走边祷告 同样地 当鲁一诗住在沙耶家 每到傍晚六点 他会拿起圣经 进入房间殷勤祈祷 而沙耶将早茶 送到鲁一诗床边时 他早已醒来 经常在祷告 他喜欢在享用早餐前 到外面快步走走 绰映清晨的美丽 为天气 玫瑰 鸟鸣及任何他赏心悦目地势 向神献上感恩 鲁一诗深知 祷告是将生活与神连结在一起 1929年 他在信主那日做见证说 我投降了 我承认神是神 我跪下祷告 或许我是全英国 当晚最丧气和最不情愿的归信者 从初信时期开始 祷告便是鲁一诗生活模式中的要项 然而鲁一诗告诉大家 早期他曾问过一个问题 为何神 那位圣经所说的神 基督教的神 要呼召我们去敬拜他 鲁一诗和我们拥有类似的经验 一直要别人恭维的人 会令他人深感不悦 我们都很讨厌那些 一直要别人肯定他的长处 聪明或才干的人 为何神坚持要人赞美他 难道他需要有人赞美 才会感觉好些吗 为何诗篇中那么多篇作品 似乎都在这件事上与神交易 彷彿在对他说 你喜欢赞美声吗 那么你帮我做这件事 就可以得到一些赞美 这是真正信仰的法则吗 这种赞美真的有必要吗 许多敬前的基督徒 按照实用的X大纲来祷告 首先 他们以赞美作为开始 但是往往会漫不经心地 拖着步伐走过开头的程序 直到切众内心各式各样的需要时 他们的祷告才会火热起来 他们这么祈祷时 心中或许会难闷到 为何要有这套开头的程序 倘若祷告包含了认罪和为发生好事而感恩 倒还可以理解 但是 竟拜神的本质和本性 好像反倒是例行的谄媚一般 叫人感到累赘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在祷告的开头赞美神 这真的有必要吗 赞美的困境 因此 我们需要问 赞美的祷告 除了世人为了直接向神讨价还价 而使用的筹码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神为什么要求我们赞美他 赞美在祷告这个举动上的真意何在 人可以用赞美来向神换取好处吗 针对这些问题 时常指引我们祷告的诗篇 无法带来什么帮助 即使其中的作品 提供了许多不同模式的祷告范例 却没有详细分析 我们何以要按着这些范例来祷告 而这正与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主题息息相关 举例来说 大卫似乎想用赞美来换取战争的胜利 在诗篇第五十四篇 他先以祈求作为开始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申冤 接着在第六节保证说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 耶和华呀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而另一位诗篇作者西曼 他似乎将赞美视为换取生命的一种交易 在诗篇八十八篇十节 他如此问道 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这是什么样的神啊 竟然以提供保护来换取功维 难道他是这样的神吗 难道我们遗漏了什么吗 鲁医师十分肯定 倘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思考神 必然是遗漏了什么 他在解释自己如何处理原先的问题时 提出了这看法 首先 他开始思考一件艺术品需要有人欣赏 是什么意思 称赞是正确 适当或合一的反应 若是我们不表示出赞扬 愚笨 迟钝和巨大的损失都会显明出来 如此 我们必会有所缺乏 鲁医师将这个想法应用在神身上 就是那位值得称赞的对象 欣赏他 能使你保持心灵清醒 进入真实世界 不懂得去欣赏神 就会失去最伟大的经验 那些生活残缺不全 未曾经厌过爱 未曾晓得真实友谊 从不爱惜一本好书的人 就是这种损失的隐隐写照 接着 鲁医师发现 他对赞美的观念 其实本末倒置 以前我总是从恭维 赞许和推崇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 却从未注意到 所有愉悦的事 都会让人自然而然 发出赞美 我也未曾发现 最谦卑 同时最平静 和心胸宽广的心灵 会经常表达赞美 而脾气古怪 愤世嫉俗 和充满抱怨的人 另于赞美 我想 我们很喜欢称赞 令我们愉悦的事 因为称赞这类表达的言辞 会让我们的愉悦感 更真完全 除非我们将这份喜悦 表达出来 否则愉悦之情 就会有所亏损 因此 赞美神 欣赏他的真理 美丽 恩典 怜悯 伟大和信实 是世上最自然 最令人喜悦 也最有益健康的事 赞美的声音 会流露出 我们内在健康的状况 鲁医师的智慧 协助我们 看见两件事 首先 虽然赞美看来 像是在与神交易 但是 我们赞美神 其实是诚心期盼他 再次积极展现他的慈爱 让我们得着满足的喜乐 也让他的这荣耀 其次 诗篇经常呼吁我们一同 来赞美神 每次主日 我们一起唱诗 表达对神 及他作为的赞赏时 就会与他更加亲近 鲁医师这么写道 我过去从未发现 原来神会在接受敬拜的过程中 向人启示他的同在 当然 这不是求神临在的唯一方式 但对许多人而言 当他们同声赞美神 他全然的美丽 往往就会彰显出来 诗篇作者在圣殿献祭时 期待得着这样的经验 现代的基督徒 则向往在所谓的敬拜空间中 拥有这等经历 他们抓住救主的应许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或许对我们来说 以上论述都是新的观念 因此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些概念 让我们再进到下一个主题前 先把前面所提到的精华 做一个整理 下列六个丫头韵的词汇 能协助我们明白这些观念 赞美宣告和标示出人 与神之间的差距 在祷告中 赞美的其中一个功能 是让我们借着话语 来宣告神之所示 以及我们与祂的关系 为何神邀请我们赞美祂 部分原因在于 我们每次在祷告中赞美神 就是在口头上宣告 即在心底明了 祂是神 我们不是当我们从自己口中 听见赞美神的言辞 就会更了解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 但是矛盾的是 赞美的祷告 也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当我们向神宣言并彼此宣告说 祂的智慧 全能和圣洁都在我们之上 就会持续感受到神亲密的同在 诗篇第九十五篇 恰巧说明了这一点 一开始 诗人先称送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是拯救我们的磐石 他的手里掌握了地的深处 山的高峰和海洋 因为这全都是他造的 而汉帝也是他所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该做出什么合适的回应呢 我们不仅要宣告这些事 也要亲近他 但不能抱持任何骄傲的态度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但要如何做呢 诗人呼吁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 来赞美神 甚至还可借身体来承认 我们与全能的创造主之间 距离遥不可及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操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来呀 屈身 怀着敬畏的心跪下 古今中外界认为 屈身跪下是承认 对方崇高地位的一种姿势 在祷告中独美 就是承认我们需要倚靠神 他是如此满有全能和智慧 而我们不是 我们借由祷告靠近他 便将与他更亲近 因为他也邀请我们这么做 不过 我们心里的态度 姿态和言语 必定会宣示出 我们与神之间的不同和差距 那么 谁能从赞美的祷告中得意呢 是那位自我膨胀的神吗 还是那些向神祷告的人 透过他们谦卑的赞美 会重新领受神的伟大 鲁医师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他的观察 犹太人的献祭制度 并不是用来满足一位嗜血的神 当然不是 事实上 献祭并非人将公牛和山羊献给神 而是借着行这件事 神将自己赐给人 鲁医师比较了旧约的献祭 和基督徒上教堂的义务 他认为集体的赞美 譬如在教会崇拜中的颂赞 并不仅仅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已 神会在接受敬拜的过程中 向人启示祂的同在 所以我们也会在祷告中赞美神 当我们向祂跪下 宣告祂的伟大 神就架起了我们与祂之间的桥梁 并向我们启示祂自己 当我们宣告祂是如此超越我们 我们便会发现祂与我们如此亲近 祂悦难我们的赞美 而我们领受祂的慈爱 这便是赞美祷告运作的情形 赞美是纪律养成和规律饮食 在健康的课题上 纪律养成和饮食规律 往往相辅相成 一个有纪律的人 除了会固定做运动 也会留意饮食和睡眠 亦不要太少或太多 而饮食则供给营养 使我们活得健康强壮 赞美的祷告既是纪律养成 也是规律饮食 鲁医师花一段时间 观察这类的祷告后 区分出两种人 有一种人赞美 而另一种人极少赞美 他发现脾气古怪 愤世嫉俗和充满抱怨的人 另于赞美 而最谦逮 同时最平静和心胸宽广的心灵 会经常表达赞美 他还留意到 情侣不仅最常彼此赞美 也喜欢邀请别人来欣赏他们爱的人 诗人在诗篇九十六篇一节 邀请所有受造之物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帝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他愿海澎湃 愿天欢喜 愿田欢乐 愿树木欢呼 愿全帝颤抖和快乐 而万民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这是何等的赞美之声 若是我们不想加入这个大合唱 必定是在灵性上失聪了 也许我们未曾想过 所谓的大自然秩序 即环绕我们的宇宙 是我们赞美的搭档 也许是时候做如是想了 因为赞美这件事 就像其他的事情一样 有人作伴就会减少怠惰 增加动力 如果你走进健身房 看见已经有一群人在运动了 你运动的意愿也会大为提高 当你坐在餐桌前 发现有人正在享用餐点 你也会比较可能选用特定的菜色 因此 当你发现赞美症发生在你的周围 亦从天使尊荣的圣者 所有受造物而来 你也会更迅速及有力地融入赞美中 正如鲁医师之前所言 赞美的声音会流露出 我们内在健康的状况 若赞美祷告既是纪律养成 亦是规律印时 我们这些想祷告得好些的人 就有充分的理由尽力去赞美神 面对赞美这件事 我们的态度要像养成所有的纪律一般 既然下定决心要操练赞美 就要在个人时间和教会生活中 尽力付诸行动 因为晓得我们欲常读美神 就欲有能力去赞美他 倘若神命令全地都向他畅施赞美 我们是谁 岂能拒绝呢 若我们拒绝 灵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此外 既然赞美祷告是我们规律印时的一部分 那么忽视这类祷告 最终必定会表现出灵性上的营养不良 我们会变得缺乏动力 士气低落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变成鲁医师口中那些脾气古怪 愤世嫉俗 抱怨连连的人 一点赞美的能力都没有 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 只要我们渴望在恩典中成长 必定要学习向神仙上赞美 赞美是责任也是喜乐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很清楚赞美和感谢 可以彼此归属 相互融合 虽然这两者在观念上有所分别 赞美着重于神的本性 感谢则着重于他的作为 但是 两者在操练上 又能很快地连接在一起 因为神特别会借着他的所做 来让我们明白他的所事 诗篇第106篇的开头如此写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强调字说明了感谢与赞美 相互融合的关系 荣耀是圣经的关键字 结合了价值 财富及其他美好状态的观念 据我们所知 神借着他的作为来彰显他的荣耀 接着 他有名势力的受造物 天使及人类 都会为着他过去所做的归荣耀给他 如此这般 我们尊荣神 凡以感谢献上为继的便是荣耀我 神也激励我们这样来尊荣他 归荣耀给他 是他的这荣耀 这是天使受造的根本原因 神的重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这也是人类受造极蒙救赎的原因 所以 你们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赞美不是一个选择 而是一项护照和本分 诗篇便是最佳名正 另外 还有一个例子 诗篇第一三六篇的起头写道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在这篇赞美的合唱诗歌中 每一节的歌词 都在颂扬神一项值得称许的作为 接着 副歌不断向我们解释赞美神的原因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而神的每一项作为 都是出于他极大的慈爱 诗篇第一三六篇中的赞美 显然不单单只是一个建议 而是出于神的命令 而诗歌的每一型歌词 都验证了这条命令的合理性 为神各样值得称许的视线上 赞美是一个责任 倘若我们没有照着神当得的荣耀 来赞美它 就是出了差错 诗篇第四十二篇 寻着类似方向 带领我们在这方面更进一步 这篇结构雅致的诗篇以可慕神的优美导词开场 神啊 我的心切目你 如鹿切目溪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然而 这份可慕 却引导诗人提出质疑 不是质问神 而是质问自己 他两次写道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不时会来到我们的心中 诗人写作时 也正因某些缘故 而陷入了这样的情绪 那么 对神的渴慕 会引导他走向何方呢 由于他相信神的慈爱 永远长存 忧闷的心便引导他 履行纪念的责任 我的心在我里面幽闷 所以我 纪念你 他在纪念什么呢 他想起过去的快乐时光 我从前与众人同往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令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守洁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可牧神便是如此 履行纪念的责任 追想过去快乐的时光 以致诗人自己醒悟过来 重新燃起盼望 他重复两次说道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在此 这篇可爱的诗篇 向我们展现了赞美的本分 与喜乐之间的关系 包括纪念 称颂及仰望神行 更大的事 最大的喜乐来自分享 人若无法分享 就会陷入愁苦 在此 让我们更完整地 引述鲁医师的见解 我想 我们很喜欢称赞 令我们愉悦的事 因为称赞这类表达的言词 会让我们的愉悦感 更真完全 除非我们将这份喜悦 表达出来 否则愉悦之情 就会有所亏损 若是你在转角处 猛然见到壮观的峡谷 却因为身旁的人 认为此景稀松平常 只好保持沉默 你心里 必定感到十分挫折 鲁医师针对这类 视而不见的眼光 做了生动的描述 每当我们参加崇拜 发现敬拜的诗歌 并不符合自己偏好的时候 最好将这个观点牢记在心 去年春天 我负责教导 一个青少年信仰班 当时的课堂 正好讨论到这个问题 班上曾花些时间 思考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的含义 保罗在其中将教会定义为 基督的身体 而将基督称为教会的头 我们之前曾经讨论 一群彼此不相像的基督徒 连成一个独一的身体 来服侍主 会是怎么一回事 若是一同敬拜神时 又会如何 当时我问这些青少年 一个尖锐的问题 那么崇拜的音乐呢 如果你参加崇拜时 发现崇拜的诗歌 没有一首 是你所喜欢的风格 你该怎么办呢 这时 教室里一阵寂静 我可以想象 他们的脑中浮现出鼓 吉他 投影在荧幕上的快版诗歌 同时也浮现出管风琴 弦乐器 赞美诗集 后来 十五岁的莱斯利耸奸笑说 站起来一起唱啊 他的回答令我开怀大笑 他的心胸是如此宽广 充满活力 然而 我也怀疑 究竟有多少成熟的基督徒 站在不同立场面对问题时 会有像他一样的表现 这份宽容对待彼此的榜样 能使一同真诚敬拜 成为事实 我们从诗篇 第六十六篇发现 诗人除了以喜乐的心来敬拜神 同时也欢喜地邀请其他人加入敬拜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凡敬拜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此时 赞美再度被刻画成一种责任 以及一种表达欢喜之情的方式 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 因此 我们会再花一些时间来探究 在日常生活中 责任这个磁场用来描述一种 不受欢迎的义务 像是缴税及其前置作业一般 因此 我们自认在履行责任时 常无欢乐可言 但何以如此呢 将责任与欢乐划分开来 一般来说是件挺自然的事 但是就神创造我们的 起初样式而言 其实每个人都处在一个 不自然的状态 因为世人皆因犯罪而堕落 人对神的反叛 也就是罪性 一直残留在我们里面 破坏了道德和灵性 使我们变得极度自以为是 道德沦丧 甚至麻木不仁 残酷无情 彼此轻视 剥削他人 自我崇拜 又自怜自义 玩弄上帝 又躲避真神 爱自己却不爱神 渴望称赞 而内心却拒绝欣赏别人 以及行出其他种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 对这样的罪人来说 有先实践以神为中心 而后以他人为中心的责任 绝非乐事 另外 对基督徒而言 虽然罪失去了掌控权 却尚未被消灭 我们所有的思想 期望 计划和形式 多少还是在最莽撞的影响之下 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 一开始要将赞美 视为责任及喜乐 似乎一点也不真实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在某些程度上 仍然受到罪性的影响 因此赞美虽被认定为一项责任 却不是一件令人乐于实践的行动 即便如此 基督徒已获新生 是重生的新创造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并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这表示我们全人的核心 及圣经所谓的心 已得着超自然的更新 而我们如今与复活的救主联合 就会得着本质上的改变 确实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 耶稣 这位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的主 全心受到与天父连结 好取悦 尊荣 颂扬 及荣耀他的渴望所支配 甚至受此驱策 因此 他凡事借着顺服来侍奉天父 乐意随时随地遵行他的旨意 送赞他的名 换句话说 耶稣生活的目标 就是要向那位差他来世上的神 表达尊崇和赞美 这种圣子 圣灵一同连结于圣父的渴望 如今也深植在基督徒的心中 虽然在动机层面 及外在行为上 罪性会不时向新的心发动攻击 制造冲突紧张 极有缺憾的表现 并加给我们极其难改的挫败感 和沮丧感 尽管如此 被神更新的心所怀抱的渴望 早已充满了我们 这表示赞美的责任 会逐渐转变为喜乐 更确切地说 成为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喜乐 鲁医师再次帮助我们了解赞美的真意 这一回 他提出了对天堂的理念 在天堂这个情境里 天使正无休止地在赞美神 将来人类也必如此 更进一步来说 我们必须设想 自己正错隐 沉浸 融化于神完美的爱里 有股言语无法形容 难以抑制地极度喜乐 不断从我们里面 平顺地涌流出来 欢喜与涌现出来的赞美 融为一体 好比镜子所接收 与反射出的光线 那样密不可分 苏格兰教义问答告诉我们 生命的主要目标是 永远的荣耀神和享受它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 荣耀神与享受神指的是同一件事 神命令我们荣耀它时 也邀请我们来享受它 因此 针对鲁医师所提的问题 为何神持续坚持 要我们赞美它 最终的答案是 唯有如此 我们将来才能习惯在天堂的生活 透过全心的赞美 在神里面 集从他领受无穷的喜乐 而在赞美中 神的喜乐 也必与我们的喜乐相合 鲁医师晓得 我们不能单单从履行赞美的 责任得着什么喜乐 就像是初学钢琴的人 被只是要持续练习 无趣的五指指法一样 尽管如此 鲁医师说 责任是为了喜乐而存在 好比一群人 在干旱之地挖掘渠道 直到最终大水仗义 就能欢然取水 而且 即便是此刻 都不乏快乐的时光 当涓涓细流在干涸的河床上 蜿蜒而过 心灵便感到无比慰藉 的确 许多赞美的诗篇 都表达出这些 涓流行过的喜乐 并且向我们见证 忠心的赞美将持续为此声 带来由衷的喜乐 这个理念会引导我们 直接进入下一个观点 其心合意 就是现在 独奏或独唱 与乐团演奏或合唱 有极大的不同 不论是哪种表演方式 音符的准确性 及声音的质量 都是必备的 但是 如果在乐团或合唱团的演出顺利 会带给你一种独唱或独奏时 无法体会的振奋感 何以如此呢 这是因为 当你意识到 自己处在一个和谐的团体中 所有成员每分每秒 都与你一同协力 奏出最美丽动人的音乐 你就会精神大振 赞美神的过程 与上述的原则有些类似 但是 只要神的百姓 同心合意赞美他 总是会有一些 新奇的事情发生 我们每个人都受造来赞美神 但不总是独唱者 圣经中 充满了集体赞美 和彼此激励的例子 众信徒在赞美中的找喜乐 借着欣赏神所造的万物而回转 并加入大能的天使和圣徒 其声送赞的行列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自己呢喃 低声 短暂的赞美 竟然也是如此壮观场景中的一部分 不过 圣经一再将我们赞美的祷告 视为雄壮其声送赞中的一个元素 并期望以诗歌的形式来呈现 保罗也如此吩咐基督徒 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看来 歌唱是集体赞美的一大要素 有些诗人对集体的赞美 怀抱着殷切的渴望 其中一篇上行之诗中 诗人宣称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反叛的先知 约拿在大于腹中热切祷告 渴望能投入在集体的赞美之中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同样的 在诗篇第八十四篇的开头 诗人也表达出 参与圣殿集体送赞的渴望 万君之耶和华呀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呼吁 在你的愿语住一日 盛似在别处住千日 另外 诗篇第九十六篇的作者 除了满怀热情地激励我们加入送赞的行列 也招呼其他人一起参与当中 好扩张赞美神的群体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而新约又为集体赞美注入了不一样的观点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 神都护照教会 这个以基督为元首 由各方人群组成的生命有机体 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威行典范 在教会的环境中 和一切持久的赞美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我们刚才所提过的 保罗呼吁以辅索的教会 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 满有歌颂赞美的生活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新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保罗在此封信中提及 基督徒生活的意向 我们可称之为 他的梦想 一是持续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 长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并且不论走到何处 都以赞美的诗歌 口唱新河的赞美祈祷 因为他们心里一直如此热切 而这正是15岁的莱斯利 准备要实践出来的生活 数百年以来 至少我们这些西方的基督徒 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相当安静 但是 难道保罗的意向 永远只是个梦想吗 值得留意的是 教会进入充满活力的 时期及运动 往往关键是因为 惊艳到新兴形式的 敬拜诗歌 也就是所谓的赞美祷告 大约40年前 由于灵恩运动 重新发掘和强调 赞美诗歌在敬拜中的重要性 这不仅促成了大量民谣 和摇滚风格 诗歌的出现 也让各个聚会在开始前 普遍安排半小时 敬拜赞美时间的模式 但是 在某些人眼中 这样的发展是有争议的 因为 这类敬拜赞美的风格及形式 都跟先前不同 不过 只要我们参加 现代的基督教崇拜 其实很难不见到 敬拜赞美时 带出的高度喜乐 也很难不满怀喜乐地被吸引 而参与其中 若是所有维持传统风格的教会 在集体赞美时 能创作出属于自己形态 又同样充满活力与吸引力的诗歌 必定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 传福音顾名思义 就是以邀请别人的方式 将福音的本质呈现出来 其中包括历史事实 神的应许及复活的救助 近来 传福音的议题十分热门 各方也推出了许多 有别于正常形式的崇拜 邀请木道友来参加聚会 不过 这类讨论有时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当神的百姓欢庆 在基督里所得的雀句 会发出充满生命力的赞美 这对于飘荡流浪的心灵 有莫大的吸引力 不论是古老诗歌或现代乐曲 是传统教会的管风琴演奏或电子琴 吉他 打击乐团 总之 无论是在以传福音为焦点的聚会 还是在牧养信徒的每周崇拜中 传讲神话语的前后 都必须安排大量的赞美祷告 按照经验来看 每当神的话以生动的方式被传讲出来 而会众重新欢唱赞美神的诗歌 无论在何处 都有人深受神感动而走进教会 如此一来 诗人对以色列的期盼 带着无比的吸引力 向外拓展 就在基督教的框架中得到了实现 根据圣经对现今国度生命的观点 赞美和传福音确实相辅相成 所以基督徒赞美式的祷告 可说是在一个直接的关系中 向不认识福音的人分享神的爱 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为首的诗歌 继续写道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当众人齐声赞美祷告 神便邀请世人加入这个大集会 已经在集会中的团体 要各自尽力成为最动人的广告 来宣扬其中发生的事情 而福音性聚会也理当传递清楚的信息 邀请人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并且要同样认真的邀请他们 与已经敬拜神的人一同连结 参与他们的生活 当一个团体按着圣经中心讲道 并且全心以赞美来祷告 人们就会被神吸引 持续不断地走进教会 跨出来到耶稣面前的第一步 如今 赞美祷告确实具有高度感染力 绝不嫌多 诗篇第六十六篇 重述了神可谓的作为 也发出了同样的邀请 全帝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 用赞美的声音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 你的作为何等可谓 全帝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谓的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烦敬畏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在这首诗中 赞美和宣扬两者并重 在我们教会的崇拜中 最理想的状态也是如此 新约圣经除了清楚表明 基督徒的身份和呼召 另外也将群体赞美和传福音 连结在一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洁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曾经蒙神连续的子民 必须牢记 他们本身需要蒙连续 以致乐意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谈到的宣扬 指的是向神赞美 还是向人做见证呢 关于这一点 各家注释书的解释都不太一样 因此 尽管彼得说的较可能 是向人做见证 但唯一安全说法是 两者皆是 赞美和宣扬再次联手 这么一来 其他人才会被吸引成为神的子民 与那些已经是神子民的人 同在一起 赞美作为一种预备 1631年3月23日 伦敦圣保罗教堂的监督 约翰·邓恩小德 自己离世的时候 进了 便在病床上创作了病中赞歌 起头几句如下 我来到圣堂 与你永恒的圣者群相聚 我将成为你的音乐 我来了 站在门边调音 接着该做什么 且在此思量 邓恩所想象的画面 是伊丽莎白仪式 或詹姆式仪式时期的宴客大厅 在这样的场合 乐师会在当中演奏 直到宴会结束 他们在走进大厅前 会先站在门边调音 邓恩想到的音乐 尽都是讨神喜悦的赞美师 他也将自己比你为一种乐器 与其他无数的乐器 预备一同合奏赞美的乐章 鲁一诗响应了邓恩的诗句 及理念 他回想起自己祷告 及唱诗赞美时 那种令人厌倦 却步地感受 如今记忆犹新 然而 根据邓恩的说法 调音的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 既是演奏者又是乐器的我们 将真正上场演出 在为这张作总结以前 我们还会简短地思考这一点 天堂的生活 会不会永远像是在教会做礼拜呢 这个问题让年轻时的鲁一诗感到十分困扰 尽管三十四年来 他忠心参加崇拜 又于一九二九年福音一神论 但他仍无法深爱教会的崇拜 对鲁一诗而言 上教会纯粹是为了遵循纪律 而且这绝非一事 不 他这么认为 就我们的崇拜而言 不论是其中的带领 还是我们参与的动力 都只是在尝试敬拜的阶段而已 我们不仅从未成功过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失败的 有时更是全军覆没 然而 不论我们的集体赞美侍奉 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和黯淡 都能预备我们迎接永恒的未来 赞美和喜乐将在那里连成一切 当鲁一诗论述祷告为基督徒 现实现地的责任 他也详细地解释这点 假使我们早已完美无瑕 祷告就不再是一个责任 而会成为喜乐 求主让这样的一天来临 同样的 许多其他的行为 如今看来是责任 也都将如此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无法发自内心 欢喜快乐地操练这些行动 这个处境造就责任领域的产生 一级特别称为道德的范畴 但是 在天堂没有道德这回事 天使从不晓得 应该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 而蒙福的死者 老早就开心地把这个词给遗忘了 这就是 但丁的天堂 只有是没有飞的原因 而这也解释了 为何我们以轻松的词汇 来描述那个世界 我们只能用 类似目前游乐和休闲的比喻 来描述那些畅通无阻 也因此喜乐洋溢的行动 鲁医师令人平息的观念 实在令人无庸置疑 等到我们复活 最终成为完美的样式时 就不再需要责任这个词汇涕 我们会向三一神 也会向所有蒙恩的罪人 表达完全的爱 这是我们自然而然 全心全意 毫无条件和倦怠的现况 我们心里 时刻涌现的各种想法 都是以赞美神为中心 而这是充满乐趣的 纯净 神圣 超越 荣耀的乐趣 我们将会享受在这份 全心的经验中 虽然我们尚未到达天堂 但是 当我们每次全心赞美神 就是在为天堂的演出排练 我们正在为自己调音 好让自身发出的音乐 充满整个天堂 邓恩 谢谢你 送给我们如此适切的比喻 如今 我们晓得 为何在许多基督徒的丧礼上 即便忧伤 却夹杂着喜乐 这是因为我们 贴见了永恒的景象 或许还一边轻叹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又或时常引用 英皇钦定版 圣经中启示录的内容 说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基督徒绝不贬低今生的价值 而是抱持着永恒的观点 看今生极为宝贵 甚至对神而言 也是如此 正如我们有一天即将离世 我们所亲爱的人 也将简单 安详地离开 带着全然的满足 永永远远成为 神赞美音乐的一部分 天堂的颂赞声已响起 而在启示录中 神简略地揭开序幕 使我们对将来的事 有些概念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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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息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那二十四位长老 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此后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病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浮余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送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都归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最近彻夜不眠陪在一位垂死的信徒身旁 便想起上述的一些经文 我为这位八十八岁的老父读经 唱诗歌 祈祷 直到神接他回天界 不久之前 巴克陪伴昏迷不醒的姊妹 度过他在世最后的四小时 他背诵经文 也为他祷告 上述某些经文 也浮现在他心中 有些经文必定 也出现在另一位八十八岁的弟兄 约翰·魏斯里心中 他在去世的前一天 努力唱出以撒华兹创作的诗歌的首两节 这首伟大诗歌的灵感来自诗篇第一四六篇和一四八篇 当我还有气息 我要赞美我的创造主 我们也将此节作为本章的序言 接下来一整晚 魏斯里不断重复说道 我要赞美亦我要赞美 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有一次 某位来自东方的学生意味深长地说 若是巴克在他讲道时离世 岂不是很美好 也许是的 但若是在为天堂排练的赞美声中离世 岂不更加美好 以散华兹所表达的 确实是每一位重生者的核心信念 尽管生命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139章23-24节 检验各种健康状态 似乎是现代生活普遍的特性 新车的售后服务强调要定期送车回厂检查 想要购买二手车的人 也被尊敬告诫 除非信誉可靠的专家彻底将车子检查过了 保证各方面性能良好 否则千万不要完成交易 另外 中老年人也被催促要每年做身体检查 检查这个词在加拿大牛津词典中的定义是 彻底的检查 尤其针对一个人基本的健康状况 现在本章也以一个信念 作为开始依基督徒的灵性状态 也需要做定期检查 这是神对属他儿女所定的旨意 因为若是我们整体的灵性状况不好 我们的祷告更不会好到哪里去 你曾有这样的想法吗 你曾做过灵性的检查吗 你曾要求做过吗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观念吗 正如主耶稣有一次提到 人类天生有一种惰性 我们满足于现有的方式 就会抗拒新的事物 许多从未做过身体检查的人 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直都很健康 所以没有接受检查的必要 同样的 你可能也会抗拒做灵性的检查 尽管如此 请耐心地读下去 我们想告诉你这方面的圣经根据 大约一千四百多年前 教宗大贵格力写下了 颇具深刻见解的牧养关怀 一书教导牧者负起关心羊群灵性的责任 此书的第三部约有一百多页 引导牧者思索许多主题 例如 如何劝告自卑和骄傲的人 如何劝告因冲动而犯罪 及蓄意犯罪的人 如何劝告公开行善 却暗中犯罪的人 大贵格力在指导牧者如何劝勉教区居民后 还直接针对牧者本身 写下了简短却精辟的最后一章 讲员如何在克尽职责之后 省察自我 避免自己的讲道生活落入骄傲字役当中 大约四百多年前 清教徒教师采取大贵格力的路线 将牧师视为灵魂的医生 有资格检验 发掘信徒个人的软弱与缺点 而后提供补救的方法来恢复他们灵性的健康 大约二百五十年前 约翰·魏斯里建立了相互牧养关怀的群体 之后成为魏力工会的基石 大约在同一时期 威尔斯复兴运动的领袖威廉·威廉斯写了 精力聚会 引导在类似的大型互助团体中的领导者 今日的基督教界 这种牧养的结构大都早已消失无踪 有些查经团体专注于查考圣经经文 但避免对经文做出任何个人的回应 有些基督徒分享团体定时聚会 互相支持 一同面对生活的压力和问题 却闭口不谈灵性成长的方向 有些灵性导师以辅导的方式 聆听别人诉说自己的状况 然后提供意见 却不要求他们立刻认真面对自己与神的关系 当然 有些作家 小型团体的领袖 牧师和灵性导师 都会踏着属灵前辈牢固的足迹前进 去挑战他们所关怀的羊群 让圣经塑造他们的生命 检查他们出于自私的动机 也向永生神寻求联系 尽管如此 所有的基督徒 不论是否重视在恩典中的成长 都要时刻做灵性上的检查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实 本书所探讨的 是普世基督徒在祷告上挣扎的经验 世界 肉体和洒 但将各种困境和诱惑放在我们眼前 企图阻止我们为任何良善的目标祷告 之前已向各位读者表明 我们都是在祷告上挣扎的基督徒 而我们之所以分享自己得到的帮助 是希望能对他人有所注意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以详细论述神的身份 将基督徒生活视为与救主踏上践行的历程 查考以圣经为基础的默想如何形成祷告 之前我们也已暗示 虽不算多 只要我们的思想朝着天堂迈进 那些尊崇神 谦卑自己 扩展灵性的赞美行动 就会点亮脚前的路程 并带来心灵的喜乐 这些主题一同建立了整体的景象 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画面 将我们要说明的是巨细米仪的纳入其中 然而 在继续往前之前 我们要先停下来留意 定期检查灵性的必要 与至今所论及的根基有何相干 而检查灵性 又与祷告这条基督徒的生命线 有何关联 我们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劝勉式的检查 是我们的三一神所关切的 倘若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 也毫不予以重视 只会得到失败的结局 许多现代基督徒 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有些人显然已落入不幸的结果 然而 事实上 当我们学习将检查 视为一项必要的灵性操练 也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 占一席之地 我们不仅会更诚实地祷告 也会活得更安稳 神护照它的百姓要圣洁 也就是在意识及良心上 持续活在它的同在中 为着它的荣耀而过着 分别为圣的生活 的确 圣经中没有一件事 比这更清楚了 在旧约时代 当神透过摩西班律法 给以色列人后 他差遣先知警告 以色列人 他们不法的行为 大大得罪神 他们需要如何改变 若是不肯悔改 又会遭到何种下场 因此 神透过耶利米为假先知哀哭 因为他们假借神的名义 说一切平安 实则却不是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 他们静自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静自欲言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 和他们所行的恶 但以礼为着没有 听从真先知而哀哭 我们得罪了你 没有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 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 向我们臣名的律法 另外 在新约中 我们发现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神子 吩咐约翰做他的书记 以同样的标准格式 写下七封分别给七间亚洲教会的书信 信中告诉每间教会基督对他们的查验 也劝诫他们要做出何种改变 以便持守必要的 坦诚的 无惧的 信实的 可靠的圣洁 来完成神对他们的心意 凡得圣者 就能得着神给他们的丰盛应许 显然 就如同看顾麻雀般 眼目未曾离开过我们的神 一直在检验基督徒生活的质量 而我们必须跟上脚步 这是历史历代最好的基督徒导师 都花许多功夫自我省察的原因 几世纪以来 基督教灵修的提倡者 不论是教父式的 宗教改革式的 清教徒式的 魏斯里士的 罗马天主教士的 和东正教士的 都一致同意定期的 自我省察对灵性健康 是不可或缺的 他们认为 这是在道德和灵性上 评估自己的一种方式 以及根据神在他话语中 所设立的行为标准 来衡量自己有哪些做到 有哪些尚未做到 神有关这方面的话语 有实界 先知的讲论 诗篇中关于个人的诗 真言与传道书中的训会 耶稣的生平与教训 以及新约书信中实际的劝勉 内省不论带来的结论 是兴奋 自怜 还是沮丧 都有可能变成一种 只专注于自己的自大行为 但自我省察 却是以神为中心的谦卑 所接出的果子 不断寻求除去一切 不讨圣父喜悦 不尊荣圣子 即使圣灵担忧的事 如此 才能更加使神的这荣耀 因此 自我省察 基本上是健康的过程 引导人悔改 而单单内省只是突然 为自己感到抱歉和遗憾而已 内省与自我省察的差别十分明显 然而 令人忧心的是 今日有相当多福音派基督徒 似乎无法进行灵性上的自我省察 没有决心改变的内省 在本质上是不健康的 因为没有挣扎 改变的动机 大家都同意这一点 没什么反对看法 但灵性上的自我省察 需要经过努力 要大家接受灵性上的 自我省察 真正有意健康的主张 却得费好些功夫 至少在视自己为圣经信徒的人 当中是如此 显而易见 做这种操练的人实在十分稀少 自我省察的名称是 原自保罗 对自大的戈林多人的劝诫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这个命令指出 省察自己是 我们有时必须做的事 但在做法上 却可能引起误解 这个似非而是的真理是 我们事实上 是求神来查验我们 以及在他面前 敞开我们自己 以达到查验的目的 在学校 我们不是自己为自己打分数 而是由老师为我们打分数 检查身体时 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检验 而是由医生为我们安排 至于自我省察时 我们是来到神面前 承认我们缺乏自我认识的能力 而请他向我们显示 并指出我们灵性的状况如何 因此 在此过程中 我们的祷告是以交托作为开始 以倾听作为结束 让我们看看实际运作的情形 神是医生 思考一下 你做年度身体检查的情形 一味精通生理学和病理学 对人类器官的正常与异常情况 了如指掌的检验师 记录你身体运作的各种功能 呼吸 血压 心脏 循环 也留意你的眼睛 耳朵 消化系统是否正常 此外 也留意是否你意识到某些特殊的异常状况 是否有些异常情形 是你未曾意识到的 有没有哪些令人困惑的征兆需要进一步检验 这是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 必经的程序 现在 神要为我们做灵性上的检查时 也会同样彻底 他记录我们内在生活的所有层面 这个生活只有我们和他知道 以下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诊断的过程 神查验我们的信心 我们真的具备对神应有的认识吗 我们真的信靠基督吗 我们有将他在圣经中的应许记录下来 在祷告中宣告 并且相信他必定成就吗 我们的信心足以为我们带来和睦 让我们透过饶恕与神和好 透过倚靠神与环境和好 并且透过因信而有的爱与人和好吗 亦或我们看待自己对神和他作为的信心 就像迷信和无稽之谈一般 充满了恐吓和焦虑 我们的信心在危机中站立得住吗 还是一遇到压力就放弃 这是神在检验我们的信心时的一些重点 神查验我们悔改的诚意 圣公会公导书中的崇拜有一个优良传统 就是认罪悔改 我们一再认识到 悔改不只是为过去所做的事 感到懊悔和自责而已 更是抵制再次犯错的一种决心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不断寻求的生命上的改变 关乎意志更甚于感情 悔改的人生 其实就是舍己的人生 根据清教徒巴斯德的诠释 耶稣提及舍己时 是在吩咐我们向世俗的自我说不 以及拒绝被罪塑造成丑陋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在老我 这个畸形的世俗 自我想引诱我们 偏行己路于自我中心 自我放纵 利用权势 地位 特权和财力巧取豪夺 以满足享乐和自大的动机 耶稣警告我们 要向这些欲念说不 就好比挖出我们的眼睛 切断我们的手脚 一般一告别那些 你以为若没有 就无法生存的东西 然而 这是非做不可的事 而神会检验 我们是否有去做 因为这便是悔改的真意 我回想起 与一位神职人员的谈话 在谈话结束时 这位神职人员 唐突地说 嗯 你必须原谅我 我得走了 我想我需要去悔改一下 因此 他离去了 在下一个小时 他就做这件事 你本身有像自己这样说过吗 或像一位属灵同伴说过 你对个人的悔改 究竟了解多少呢 真正的基督信仰 会认真 看待人是否从 过去错误的步伐中回转 而神会查验 我们悔改的诚意 神查验我们的爱心 按照耶稣所说 最大的诫命是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并且要爱人如己 一如何倾心爱己 就如何全心爱人 爱是什么呢 不论爱神 爱人 还是爱己 目的都是使被爱的对象 感到受重视 借着崇拜和侍奉来高举神 借着关怀和帮助来满足 别人真正的需要 而面对自己 则是尽力活出美好 但是 在我们的肉体之中 最狭制我们天然的自恋倾向 为邪恶的骄傲效力 使我们无法爱神和爱人 所以 神向我们的良心 揭露出自我中心的本相 我们很容易就将焦点 全放在自己和所关心的事上 神晓得过度放纵的自爱 会阻碍我们爱他 以致我们无法为他 做任何自我牺牲 他也晓得 自爱妨碍我们爱邻舍 当我们感到不方便时 就难以向他们显出人性的关怀 及必要的帮助 基督徒在这两方面的表现 不是经常令人满意 爱自己过于爱神和其他人 也会深深影响我们的祷告 现在做个小测验 想想最近一次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与为神的荣耀和其他人的益处相比 你为自己的好处祷告 占多少百分比呢 神在这类的心灵 寻所上向我们施压 这是他对爱的解释的一部分 神查验我们是否谦卑 按照奥古斯丁 阿奎内吉鲁医师的说法 我们一般所说的骄傲 是原罪的重要成分 骄傲是在权力和重要性上 都一直觉得自己是第一的一种情愫 在伊甸园中 狡猾的蛇引诱天真的夏娃说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他引诱他走向世上第一桩骄傲之举 而他吞下了耳 亚当和夏娃降服于撒旦的诡计之后 他们就容让骄傲在自己心中停泊 从此人类的天性就永远被扭曲了 所以骄傲一直都在我们心里 产生自我信靠和自我依赖 到一个程度 我们不再照我们所需要的倚靠神 心里也产生自我夸耀 以致我们不再以讨神喜悦为人生目标 也产生扼杀灵性的自满心态 当我们因自己的成就而目空一切 灵魂就病入膏肓了 教宗大贵格力在经典之作《牧养关怀》中就警告说 牧者很容易陷入骄傲 在警戒牧者的最后一章 他提醒说 牧者通常在讲出一篇精彩的道之后 最容易落入试探 当讲出一篇得体又内容充实的道之后 讲员地欣慰自己的表现而心花怒放 他不可忽视他的健康状况 以免发展出致命的骄傲 从初代一直到中世纪 那些常识将人类常犯地过错分类的神学家们 无不指出骄傲属于致命的七大罪 而许多属灵领袖也将骄傲定义为万恶之根 举例来说 阿奎纳就说骄傲是对神的轻蔑 比任何其他罪都更被逆神 这样看来 似乎我们难以全心爱神和爱人如己的根本原因 是在于骄傲的罪 为了外表的体面 尤其为了顾面子 我们便专注于服侍自己 以至将自己放在第一位 放在别人之前 甚至在神之前 骄傲对其他人的生命有恶劣的影响 也将法利赛人士的假冒伪善和自以为意 带入我们与神的关系中 要打击骄傲这个重大的罪 我们必须学习谦卑 而神也定期检验 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谦卑又是什么呢 它是事实的真相和诚实面对现实 骄傲离不开自夸 造作和假装 而谦卑却植根于事实 什么事实呢 即我们在神面前 微不足道又充满罪恶 这是事实 相对于至高神的同管 我们软弱无力 不论对自己或别人的未来 都无法计划和掌握 这是事实 在骄傲的怂恶下 我们表现得聪明通达 实则却愚昧无知 这是事实 我们天生有自恋倾向 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快乐 成就和成功 这是事实 习惯性地意识到自己 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是事实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思想神 使我们脱离自我中心 面对这些事实 能削减膨胀的自我 而谦卑正是从被削减的 原形中产生 真正的谦卑 不只是以神为导向 也会影响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 要查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谦卑 可以在祷告中 邀请神协助我们自我检验 我们可问自己以下的问题 尽管我未受到注意或重视 我仍能喜乐地在教会中服侍吗 我经常称许别人的付出吗 我是否重视 也欣赏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我是否以恩慈 对待生命中难以相处的人 我让我的配偶先选择电视台 房间的温度 及旅游的地点吗 我时常为其他人带导吗 付出金钱与时间一并且不告诉别人 对我而言 是否容易呢 我认为每个机会都不是靠自己努力而得 而是神的恩赐吗 我是否拒绝那些将自己与其他人比较的念头 我是否以思想 言语和行动来尊容别人 若我们诚实作答 能有几分把握回答是 我们就开始学习谦卑 待人意也因此可以胜过骄傲的罪了 骄傲和谦卑 都是由我们的心思意念而起 了解这一点 对我们十分有帮助 骄傲一开始 并非看得见的罪行 而谦卑亦非看得见的德行 所以我们常常察觉不出它们的存在 骄傲和谦卑 是出自内心的态度 在行动中显露出来 而真正谦卑待人的行动 是发自一颗 以在神面前降伏的心 直接的省茶 无法完全侦测或衡量出谦卑 因为试着省茶 自己是否谦卑 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种骄傲 我们所能做的 便是智力消除和改正 我们所意识到的各种骄傲表现 并求神向我们显明 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消除和改正的 那位注视并看顾我们的神 对每一件连我们自己都一知半解的事 都了如指掌 他最有资格回答我们的请求 神查验我们有关智慧的事 真言的编者告诉我们 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得智慧胜过的银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比珍珠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 都不足于比较 我们比我们所知的更加愚昧无知 神必须实时将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一层 又一层包下 这样 我们才能面对我们愚昧的事实 甘心从神那里寻求真智慧 唯有如此 我们在所言所行上 才能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圣经所谓的智慧是指什么呢? 在这方面 神对我们有何指示呢? 基本上 圣经的智慧是明白人生的道路 认识目标 为何即如何抵达目的地 认识人生是什么 即如何面对 最重要的是 智慧是明白神是谁 即如何与他建立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 智慧是植根在对神的敬畏上 在这份敬畏中 我们认识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中 对神话语中的所有教训做出回应 也在任何情况下 甚至最黑暗的时刻 都依靠他的信实 接着 在此框架下 智慧是明白人的本性为何 如何与他们相处 即如何以最谨慎的方式 与他们建立关系 智慧是从神来的恩赐 是透过寻找才能寻见的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没兴趣得到他的人 没有借着正确的方法 向神求智慧 以致他们果真找不着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任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我们向神求智慧 其实就是在运用智慧 好晓得要对他抱持什么样的盼望 期待和恳求 并且该对自己及他人怀抱 哪些计划 我们的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展望呢 我们不仅应该 也必须要拥有这样的展望 只要我们运用智慧 便能形成策略 计算结果 抒发热情 保持冷静 分辨是非 避免欲望 并且在任何时候 都竭力维持和睦 倘若我们缺乏智慧 就不能活出讨神 喜悦的生命 我们可以确信 神查验我们的时候 不仅忠心期望 也乐于看见我们拥有 被圣灵充满的智慧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总结以上的观察 我们便能这样说 神查验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信心 悔改 爱 谦卑和智慧 究竟是不是 彼此连结在一起 让我们清楚 人生的目标 也晓得其优先次序 换言之 神希望我们辨识清楚 我们的生命 是否已预备好 持定目标 全力以赴 某个古老的预言 这样说 有一只驴子发现 田野的左右两边 都长了良好的麦穗 然而 他拿不定主意 要往哪一边去吃麦穗 最后 他决定 站在鱼两边 都等距的中央 直站到他饿死 我们有时好像那只笨驴 被各样的选择和欲望 所撕裂 缺乏可以依循的原则 来做出决定 神会在这一点上查验我们 我们是否与基督 有很深的联系 以至知道该如何做决定 我们是否在基督里 有清晰的头脑 以至在整体或特定的抉择上 都能够定出优先次序 我们的人生有正确的焦点吗 我们预备好迎接死亡吗 在使徒保罗身上 我们看见了一个向着人生 标杆奔跑的榜样 他写道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的的奖赏 当然 从某个角度来说 即使在监狱中 保罗都身负重任 天天执行五十 六十 一百 一百二十件事工 更遑论其他时刻 每个人都有能力这样做 包括你和我 然而 保罗却能说 我只有一件事 因为他的人生 只朝一个目标努力 他将所做的每件事整合起来 单单以基督为中心来效力 保罗从基督徒的身份出发 将事情的优先次序推演出来 并付诸行动 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保罗希望哥罗西的基督徒 也能在他所祷告的事上得着满足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 保罗晓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也晓得如何将其他一百零一项任务和行动 放在那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下 而神也会查验 我们是否像保罗和他的主一样 因为我们也从主耶稣的身上 见到更圣保罗的专心榜样 这位伟大的医生 会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查验我们 神是见察者 目前 我们已省察了人生的许多层面 而无所不知的神对生命的各个层面 都了如指掌 时时眷顾 倘若我们经常提醒自己这件事 并且保持警醒 将得着许多益处 不过 由于之前的省察 已脱离了最初个人省察的范围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回到起初的主题 本章原先提出的论点是 正如我们需要做健康检查一般 我们也需要做灵性上的健康检查 由此而论 一位明智的人会主动与医生约时间进行每一项检查 并且期望医生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如何 提供一些相应的指示和忠告 同样的如果我们是明智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是明智的基督徒就会定期求神为我们做灵性上的查验 并嘱咐我们当作之事也乐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动工 以改正任何不符合他心意的事 虽说本书的主题是祷告 而非基督徒生活 但是任何信心上的软弱 轻忽悔改 或更确切地说 拒绝悔改 拒绝放弃不良习性及泛飞的道路 持续自私骄傲的态度 以及无法全心全意做主耶稣的门徒 只要是缺乏一颗清洁 专注的心 都会使我们的祷告 生活变得枯竭无力 因此 当我们求问神 接受他查验的结果 就要把网撒开 请他将所有的事告诉我们 是的 任何事 就是那些会从我们与他的相交中 夺去生命 能力和喜乐的事 这样的处理本是理所当然的 而圣经也借着一篇祈祷诗来 予以强调 在诗篇第一三九篇 诗人不仅透过文字来送赞神的亲密与威严 也清楚地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去形 诗篇包含了许多 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 而第一三九篇 就是其中的一篇 阅读这类的诗篇 需要采取非常个人化的方式 其中的我不只是个人的我 也是包含其他人在内的我 换言之 我是指诗人 也是指每位读者和背诵者 每位听见或阅读这类诗篇的人 都能将其内容转化成个人的祷告 因为我们每次读经 神都会直接问我们 这是你的祷告吗 这类诗篇是赞美和祷告的典范 能帮助我们投入其中 不过一次只能单独一人 另外 由于诗篇第一三九篇 是个人向神的祈祷 因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声朗读 好能同时送读及聆听 现在我们也想邀请你这样做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将整篇诗抄录如下 当你朗读这篇诗 请将之化为你的祷告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身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言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 你们好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 恶眼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望称你的名 耶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怯怯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失恋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若是你刚才 大声向神朗读这篇诗篇 就会由衷发出感恩 并在情感上经历到诚恳 炽热 超脱的感受 你会发现 这篇祈祷诗 在一条边界上往来摆荡 有时接近前一章的 默想主题 有时接近我们所谓的祷告 诗人带领我们 在这边界上往返来回 而诚实省察的祈祷和崇拜 也会带出同样的果效 在前三段中 我们发现自己 开始操练神的同在 也称颂他的伟大 我们在第一节中 称颂神的全知 而此处的关键词 是你认识 耶和华呀 你已经晓得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是我不能急的 但主 你蛮有这样的能力 你彻头彻尾的认识我 这是如此令人平息 在某些时刻 几乎所有人都期望了解 其他人的想法 但我们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这或许是件好事 因为的确有些时候 我们会为着没有人 读得懂我们的心 上帝除外 而觉得感恩 不过 我们还是会感到些许不安 这一位神除了清楚 宇宙最远星辰的面积 明白最深奥的哲学 数过我们每根头发之外 也了解我们的思想 欲望 动机和梦想 或许这会令 我们感到不自在 但对信徒而言 却是无比的安慰 神认识我们 甚至到了这个词 最透彻的意义 不论他在我们身上 发现何种怪异可耻的事 他依然爱我们 到了第二段 诗人开始称颂神的 无所不在 此处的关键词 是你在那里 在哪里 任何地方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们绝不会离开神的眼目 绝对无法躲避 逃离他 或是脱离他掌权的手 这就是神无所不在的意义 根据鲁医师的说法 我们可以忽视神的存在 但还是无处躲藏 他充塞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隐姓埋名在各处行走 然而 这番低调的方式 却不总是令人难以侧透 我们真正需要努力的 是去记住 参与他的同在 事实上 是要醒悟过来 甚至还要保持警醒 神的无所不在 也会带来不安或安慰 如同他的权之一般 逃避神是徒劳无功的 即便先知约拿以 那么戏剧性的方式逃避神 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如何回应神的 无所不在 多少也关乎 我们灵性的健康状况 倘若我们对于神时刻的 同在感到不安 或许这透露出 灵性患病的迹象 或是显明了 孤僻离群的倾向 而我们需要 为此求神赐予饶恕和医治 诗篇第139篇的祷告 也显示出我们应有的回应 诗篇139篇第三段 讲述的是神的全能 包含他的全知 即无所不在 此处的关键词 是你所造的 这个动词融合了 全能的创造 有计划的设计 和艺术家的巧思 神以大能创造了我 我的处境 我的时间 年日 任何关于我的事 以及任何与其他人 有关的事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言早已看见了 现代人借着超音波 得以见到子宫里的胚胎 惊叹他长出的拇指 鼻子和脚趾 但是诗人在此告诉我们 早在这项技术发明之前 神就看见婴孩成形的状况 神认识他或他 他也将肠胃 心脏 头发 指甲及性格实际形素出来 神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就算是我们的母亲 也只能凭着逐渐隆起的肚子 和腹中的振动 来想象是谁在里面成长 神的全能 加上知识 有着深远的含义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我还记得 自己曾经坐下来 数算长女雪莉 在世的日子 她只活了8175天 有一天 她在上班途中遭遇车祸 结束了她和腹中胎儿的生命 雪莉七岁时 差不多她人生的三分之一 已经过去了 而神知道她也数算她的年日 她参加大四的舞会时 已完成人生的四分之三了一 而神晓得 她早已数算她的年日 她大学毕业时 人生已接近尾声 在世的日子只剩下71天 神早已晓得 我感恩的是 拥有这样知识的是神 而不是我 当我晓得雪莉一生的岁月 是在那位全知全能神的掌握中 而她的生命直到今日都与她同在 我就感到十分安慰 那位创造的神行素 孕育 建造 联络 控制 各式各样的生命 这种塑造的过程 是出于她全能的行动 诗人盖数完神的伟大后 便发觉自己的内心 在第四段做出合乎情理的反思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诗很可能是为了早些入睡 而开始数沙子 然而 神的意念多到不可胜数 因此可能更有催眠作用 或许诗人确实是为了要睡着 而尝试数算他们 然而 他却充满欢心地醒了过来 说出任何一对新婚夫妇 都可能说的对话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此时 这首祈祷诗突然出现了一个 由于这个转折 太令人惊讶 已知在公众场合阅读时 经常将其忽略 看起来 这个转折完全打破了整首诗 目前所呈现的 祥和欢心气氛 他提到憎恨与杀戮 以神的敌人为对象 第五段告诉我们 诗人以从称送神 转向可求世上的公义 与平安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你的仇敌也忘称你的名 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 我们要记得 这首诗怀抱着 难以演绎的热情 若是爱德华兹被称作为神癫狂的人 那么这首诗的诗人 更有资格得此称号 我们之前曾提过他热切的语气 希望读者此时已进入状况 在热情洋溢的时候 人类的心智常会突发奇想 相信你自己也有此经验 而诗人此刻也是如此 他在亢奋的情况下 表达了新的念头 其次 我们需要记得 诗人拥有如先之般极大的热情 他渴望见到神 他们的神 超乎万有之上的公义之主 胜过所有那些环绕在他们周围 仇视神及诋毁神的势力 神有敌人 就是那群好留人血的人 由于他们全然敌视神 所以也同样仇视 所有与神站在同一阵线的人 诗人表达自己 对神的和他自己仇敌的厌恶程度 好比我们今日厌恶 恐怖分子和自杀式攻击者一般 然而 基督徒使用这些诗句 以及其他诗篇的类似诗句时 必须要以撒旦及其差异 天空属灵器的恶魔为对象 持续面对这场属灵的战争 尽管如此 基督的门徒当走的路 向来都是求神赐福 给反对我们的人 但是 由于我们的心上 未完全成圣 以致在求神惩治他的仇敌时 仍免不了动机不够纯净 加带着私人恩怨 而洁净心灵 便是诗人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实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现在 我们来到了第六段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失恋我 知道我的意念 这是诗人 以第一节为背景 所说出的导词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虽然他晓得 神无时无刻不再见察他 就像见察其他人一般 他还是求神将在他身上 所看见的软弱告诉他 换言之 诗人再称颂神 是伟大 美善的创造主 以及环境的掌控者之后 他便求神 见察他这个人 诗人渴望得到彻底的检查 而由于他非常明白神的本相和属性 所以他期待检查结果是周密完全的 他照着所需 预备好自己 接受这项解释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人在此向神说 假如你在我身上见到任何恶行 请告诉我 让我可以改过 如此 你就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第一三九篇的前十八节 颂扬了神伟大和荣耀的透视能力 我们唯有看清楚这些 才能体会神啊 求你见察我这段导词的威力 有一首诗歌为最后这段导词的重要性 做了详尽的说明 在这首作品中 诗人强烈恳求神使我们持守坦诚无尾的灵性 并将见察我们时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哦 神啊 求你见察我 试验我的所行 你侦测的眼 将我的人生显明 使我清楚当行的道路 见察我的感官 也明白我的心 唯有你能将它们侧透 并让幽暗 隐藏的部分 完全向我揭露 你将光投入黑暗的角落 以及受激情掌控的领域 激动我的良心 使它能以感受 罪得离泪沉重 求你见察我 直到你的眼目照下圣洁之光 而我最终将蒙大恩与你相遇 如此 我将俯伏 从你的小何等软弱如我 而唯有在基督里的圣爱 非言语所能形容 某个程度上来说 诗篇139篇23-24节的内容 是延伸自称宋神的第一至十八节 诗人是一个真实的信徒 他一心追求神 他一定也说得出诗篇73篇25-26节的话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是人亲近神的渴望 胜于对世上任何事物的向往 正如所有重生者内心深处所切望的 在第一至十八节 他以无比喜乐的心与想象力 来默想着神其实无时无刻 都与他无比亲近 如今 他祈求神检查他 以保证没有任何事物 会阻隔他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诗人与神之间双向的交通 便是这首诗的基本精神 而他寻求神权方位的检查 也是为了要加深这份相交的关系 诗人晓得 当神检查人心 除了揭露出罪 让人重新悔改之外 也会提振人的灵性 使他具备属神男女所拥有的两种特质 倒空和渴慕 最后 这篇诗以极深的渴望作结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个结语绝不会太过激动 热切 剧烈 尽管有些事会做过头 但这件事绝对不会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 从内心深处持续祷告 主啊 不论我需要付上什么代价 请你照着你的爱 信实及智慧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以让我不断尽力奔跑 向前一直到安底天界 我们应与诗人怀抱 同样深切的渴望 那么 神如何检查我们呢 这牵涉到两个层面 一方面 神将圣经中 关于过境前生活的标准 与理想 放在我们的良心当中 并以我们之前 所论及的信心 悔改 爱 谦卑和焦点 作为开始衡量的范围 在这过程中 他也会让内住 我们里面的圣灵 催促我们去评断自己 圣公会公导书的 全盘认罪篇 反映了我们真实的光景 我们太过于随从心里的手段及欲望 我们干犯了圣洁的律法 我们不去做许多该做的事 却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 而这对我们亦无必义 接下来 另一方面 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摆下许多必须回答的问题 像是目标 动机 态度 以及在我们内心的隐秘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许多专业的资商辅导都知道 询问人的动机 并且揭露出决定行动与否的内在理由 除了会帮助人更真实地去直接面对自己 也会让人在需要的情况下重新改变自己 神的方法也与此类似 检查这两个字就包含了上述所提到的方法 埃略特的说法颇有道理 身为人类的我们 其实没有能力去面对现实 但是当神检查我们 他会依照我们所能 让我们清楚事实的真相 而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全面改造我们 使我们愈来愈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在做成这件事时 是满有慈爱又有智慧的 而当他检查我们 也会同时运作这两种属性 一旦我们容许神在我们身上工作 在他审查我们时也省查自己 他就会应允我们所求 开始检查及揭露我们的恶行 唯有如此才能经验到查验的果效 那么我们要多久省查一次呢 健康检查一年一次就够了 但若要求神规律地 检查我们的行为和心灵 最好能一个礼拜一次 从古至今 天主教 东正教 福音派圣徒 前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效法 错误的身份 做完这份灵性的省查 我们是否应该期盼祷告 变得不再那样困难 当然不能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祷告 从此变得更加坦诚和深入 但容易一词 绝不能用来形容真正的祷告 在此 我们需要面对一项时常忽略 却攸关属灵生命的事实 我们常对自己存有大量的假象 我们一再地认为 不论对自己或对神都诚实无期 然而 事实上 我们却是不断地在作假 大约四个世纪以前 教导祷告之路的天主教前辈塞尔斯 这么主张 默想及祷告的第一步 是要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 然而 说比做容易 因为伪装的本性 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鲁医师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而他的问题 想必也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对于自己都有不实 和不足的想法 往往还会达到自欺的地步 我们对自己存着错误的想象 时常带着公众的身份 四处行走 而这个公众的身份 就成了我们隐藏自己的面具 然而 要脱下这个面具 并非我们能力所及 我们并不明白自己真正的面目 因此 我们需要神为我们脱下面具 正如我们需要 他在启示中揭露他自己 并且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好看见他的荣耀 所以 我们渴望祷告时 必须倚赖神的灵 包去我们对自己的幻想和迷思 好将真实的自己摆在真实的神面前 在祷告中 鲁一师写道 仅这一次 真实的我挣扎着向真实的他说话 而祷告中的祷告 应是如此 唯愿这是真实的我在说话 唯愿我是向真实的你在说话 只有神能测透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 而另一方面 他必须时刻摧毁我们内心的偶像 他必须一一破碎我们对他形成的每个想法 因为他连续我们同样地 我们对自己形成的许多想法 也应该让神来破碎 而显然只有透过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做出真实无伪的祷告 关于这一点 复习是提供了我们良好的指引 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培养开口祷告的习惯 写下你的祷词 然后将它粉顿 将你的想法阐明出来 阅读一段经文 然后坐下来 将它变成书写或口述的祷词 学习做清楚 明确和详细 却不琐碎的祷告 若是个人的祷告沦为陈枪烂调 辞早华丽或拘泥形式的祷告 反而会腐蚀心灵 将你自己的心意阐明出来 是避开形式化的最好方法 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最好的 也是最健全的省察方式 我们在灵里发现自己 也来到自己的面前 因此 到神面前面对你特定的软弱和罪吧 驱策自己向神准确地 说出你犯错的地方 而事情出错时 不要立即祈求情况变好 反倒要在祷告中求问 在你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而导致错误 并求神矫正你内在的问题 让你的祷告变得具体 实在 并且成为生活经验的真实结果 倘若没有神的灵 没有人可以做出如此真实 及合乎现实的祷告 1916年 一集大约一个世纪前 复习是提笔写下了这段文字 然而 直到如今 这段话依然适用 只要世界延续下去 它的价值就会继续存在 接近本章的结尾 我们要再问一次 上述所提及的一切 究竟与我们日常的祷告 有何关联 总而言之 这能使我们更合乎神的心意 以致我们的祷告有更健康的成长 健康的灵性 会对爱和顺服的工作 保持警觉和积极的态度 反之 则是态度轻忽与闲懒 以致人生懈怠荒废 漫无目标 多年不看牙医 会让牙齿的情况坏到不可收拾 而持续逃避神的检查 同样会使灵魂朽坏腐败 忽视健康检查 会无从发现体内的病症 同样地 如果忽视神的检查 内在的肿瘤 囊泡和吸肉 将会悄悄地蔓延你整个生命 我们的祷告生活 就是灵性生活质量的指标 麦西金的格言说得真好 对人来说 没有比独自屈膝在神面前更重要的事了 如果我们失去了祷告的热忱 很可能代表在整体灵性上产生了衰弱的征兆 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彻底检查 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关于查验祷告 我们只能说到这里 因为 关于这件事 我们与读者都拥有不同的故事 你我都是不同的人 来自不同的地方 拥有不同的问题 而神检查我们的结果 以及他要求我们去做的改变 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读经 默想神的话 并以经文作为祷告的基础时 要呼喊 主啊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大可向神说 主啊 你正在检查我 你看见了什么 若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 求你向我显明 这项祈求应该是我们日常祷告的一部分 而我们也应当时常邀请神来检验我们的内在 依旧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部分 若要说检验过后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神与我们每个独特的人的事了 以上所述便是神引导我们得着灵性健康的方式 健康的灵性会拥有充足的信心 甘心的顺服及活泼的祷告 但愿我们与神一同经历这个过程时 不会举足不前 第六章 祈求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 无不得着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 求祢慈悲的耳 欧主 向祢谦卑的仆人敞开 让他们透过主耶稣基督 做出和祢心意的祈求 是他们可以得着所求的 圣公会公道书 马丁路德已搞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全都是乞丐 这是真的 写完这句话 两天之后 祂就去世了 的确 祂最后的声明是正确的 假若我们是自己或其他人为事业有成者 创作者 改革者 发明家 鼓吹者 推动者 医治者 教育家 公益人士等等 就最深层次而言 我们不过是在开自己一个大玩笑 我们一无所有 而且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领受而得的 若不是神透过我们而行事 我们做不出任何一件良善的事 我们本身是贫乏 绝望 无能的 在任何事上 在任何事上及每个层面都必须完全依赖神 正如马丁路德不断主张的 在罪的赦免和人的称义上 我们一点功劳也没有 而在生命 健康 健康 饮食 衣着 工作 家庭 家人 汽车 银行存款 及任何于我们有益的事上 没有一样不是靠主而得的 所以 在神的宝座前 我们全都是乞丐 而向神祈求好东西 便是祈求祷告的内容 我们如同乞丐般向神祈求一切所需 原因在于他邀请我们这么做 基督徒很明白这点 因为神在圣经中表明这件事 而神透过自然或一般启示 彰显他自己是造物主和供应者 使得其余的人类也约略了解这点 祈求祷告的真正本质 乃是强调我们与神之间的真实关系 他是供应者 我们是领受者 他是宇宙的主宰 我们微不足道 尽管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觉得自己很重要 也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而被神看为宝贵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必须承认 在宇宙中 我们实在是渺如沧海中的遗塑 起不了任何作用 神是万事的创造者 我们完全仰赖他的赐予 没有我们 他能照样行事吗 是的 这个事实令我们在默想他难以策夺的宽广时 感到惊叹不已吗 答案也是 是的 2004年2月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了一项全球性的调查 发现全世界的无神论者里头 几乎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承认他们有时会祈祷 在基督徒自明得意地问说 向谁祈祷啊 为什么祈祷呢 的同时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 祈求占了这些祈祷内容的绝大部分 依赖感从起初就根植在人类的心灵里 即使那些怀疑神存在的人 万一有事 也会出于本能 像乞丐一般来到他面前 特别是在他们遭遇困境时 而满有慈爱与恩典的神 也非常乐意邀请他自己的百姓来到他面前祈求 然而 究竟我们要如何祈求呢 这便是篇幅较长的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 迄今为止 本书不断引导读者彻底思考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为了要看看人与神之间的合一关系 以及对于基督徒生活的合一理解 可以如何带出良好的祷告 祈祷的质量很差 一直是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以能更有效地为我们的需求发声 我们也需要以这点作为起步 真正祷告的起点 是在真正的信心上 向真实的神委身 以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并在此架构中操练默想 赞美 接受鉴查 并在美约的生活中 持守这些操练 但是 所有祷告者屈膝的关键所在 其实是祈求 即向神祈求供应所需 从广义的角度 祈求是祷告的精髓 在宗教上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环绕祈求这个核心所建立起来的 所有谈论祷告的书都肯定这点 所有曾祷告过的人也都体会到这点 而所有宗教 不论他们对神或神奇的看法如何 也都同意这点 正因为不论我们对神的观念是如何粗浅或错误 我们自然而然就懂得祈求祷告 以至我们特意留到本书的中间 才探讨这个主题 即使三岁的孩子也会向天父祈求 就好比他向地上的父亲祈求一般 而神也赐福给那些祈祷的孩子 这点毋庸置疑 然而 对于某些成年人来说 他们想要使祈求的方式既能荣耀神 又享有蒙英允的喜乐 这就需要更多的学习了 所以 此刻 我们基于先前所奠立的基础 在有关人的祈求与神的应允仪式上 将提供在我们看来最为关键的真理 维斯敏德信仰问答谈祷告 1647年 一群神学家联合编撰一本教材 以协助父母教导孩子们认识基督教信仰 当时书价十分昂贵 又不容易购书 因此这套课程就采用当时普遍的做法 以问答的形式设计而成 以利于背诵 维斯敏德信仰问答 包括107 则问答 涵盖了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信条 编辑这套课程的学者 有90%属于圣公会 但圣公会历来对这本教材兴趣不大 而长老会倒是视之为宝 将其当作基督教神学正式的声明之一 并且至今仍被许多长老会信徒的家庭和教会用来教导孩子 也教导成人基要真理 巴克是圣公会会友 凯奈斯则是长老会会友 我们都同意这本 维斯敏德信仰问答 对于学习有关祷告的基本真理大有必义 有些人对于圣经以外的书籍采取审慎的态度 担心人的意思会取代神所启示的道 但对于这本问答籍 他们大可放心 因为编撰的作者都笃信圣经 取才字圣经 也对圣经所教导的各项主题有透彻的了解 编取其精华 编成此书 更加上附录的经文工读者查阅 所以 若我们想学习祷告得更好 就让我们从问答籍所节路的片段开始吧 什么是祷告 祷告是奉基督的名 借着承认我们的罪及感谢祂的恩赐 为着合乎祂旨意的事情 将我们的渴望献给神 在祷告的指引上 神赐给我们什么法则 整本神的话都在祷告上基于我们指引 但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形式 及一般所谓的主导文 则是特别的法则 请注意这两个问题的思路 祷告是祈求神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我们的心被扭曲 被罪性牵引出不合神心意的欲望 所以 我们需要指引 让我们晓得要将什么样的渴望 带到神面前 此外 神既是伟大 值得我们尊崇 敬畏的 我们在与祂交谈时 必须合乎礼仪 所以 我们需要了解 用什么合宜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渴望 整本圣经 特别是主导文 便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指引 请想象一下家中幼儿的情况 他们想要一些东西 是父母乐于给予的 一个学步儿会伸手哭叫着说 啊 啊 母亲一边拿起果汁 一边开心地说 说果汁 好吗 说我想要果汁 在此 他教导了孩子两件事 首先 果汁是他非常乐意给予的 其次 在表达需要时 不要用令人感到不悦的哭叫方式 对于一个学步儿来说 哭哭啼啼 还可以被接受 但若到了十岁还这样 就令人感到增艳了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同样也要学习 以正确的方式 来向神奇求他 以预备好 要给我们的东西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祈求什么和如何祈求 就是学习祈求式祷告的主要内容 维斯敏德信仰问答 在下方提到了四个 关于祈祷的问答 帮助我们更加明白 该如何祷告 这些问答是按照基督 对门徒的教导 来做出指示的 主导文的一开始教导了 我们些什么 主导文的第一句 教导我们 要带着敬畏和信赖的心来亲近神 如同孩子亲近一位 有能力 又准备好 要帮助我们的父亲一般 我们可以与人一同向他祈求 也为别人代求 第一项祈求是在祷告些什么 在第一项祈求中 我们求神给我们和其他人能力来荣耀他 借此 使他自己为世人所认识 并求他成就万事 使他自己得荣耀 第二项祈求是在祷告些什么 在第二项祈求中 我们祈求撒 但的国度被摧毁 而恩典的国度可以扩展 我们自己与其他人都可以被迁入其中 并得猛保守 而荣耀的国度得以加速来临 第三项祈求是在祷告些什么 在第三项祈求中 我们祈求 因着神的恩典 祂能使我们有能力 且甘心在凡事上了解 顺服和遵循祂的旨意 如同妖使在天上所做的一般 请再次注意这里的思路 是把焦点集中在主导文的前半段 即要理问答针对四个问题所做的回答 首先 主导文教导我们如何向神祷告 其次 如何调整我们自己去面对神 这是最基本的渴望 它应是我们在祈求是祷告中 所说出其他一切渴望的根基 至此 我们不会再跟随要理问答 而要自行回答 在祈祷者心中 自然而然产生的四个问题 首先 祈求什么才合适 我们祈求的界限与范围是什么 其次 我们祈求的理由是什么 以及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第三 我们有什么保证 能够期待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祈求有何根基 第四 神如何应允祷告 我们祈求时 应有什么样的期盼 本章余下的部分 将会针对这四个问题 依序作答 然而 在回答问题前 要先给予一些忠告 假使我们以为祈求时 神只是被动地在聆听 那就错了 向神祈求是一条双行道 我们在上一章中注意到 诗篇第一三九篇 认为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 神一直在见察我们 不论我们有无察觉 祂是见察人心的那位 并且从无间断 我们必须明白 当我们向祂祈求 把渴求 希望 梦想和目标 把期望 祂为我们解决的困境 以及请求祂满足的需要 统统摆在祂面前时 祂也正在问我们问题 是关于我们的祈求 为何你要求这样东西 这对你的重要性 有多大 你究竟关切到什么程度 为何你认为 自己所祈求的事物 是与我的旨意相符的 除了你祈求的那一件事之外 有任何其他东西 能同样满足你的需要吗 请回答我 肉身的父亲 在遇到孩子 因着冲动 不负责任 而提出要求时 有时也会以这种方式 结问他 神也一样 我们祈祷时 这些问题可能会浮现 若我们是认真的 就会晓得 当我们与天父对话 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向神祈求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神一次又一次 在这件事上 使我们长大成熟 成为富有思想的属灵人时 我们必须有所预备 我们该祈求什么 这个问题 与祷告的本质有关 我们已从维斯敏德信仰问答 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旨意 又出于我们渴望的事 要理问答的答案 乃是写取新约中 我们所熟悉的思想 耶稣在与门徒道别的讲论中 不止一次提及 要奉祂的名向天父祈祷 还加上令人惊讶的保证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的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祂就赐给你们 那日 你们什么 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祂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当门徒开始思想 他们的生活 不再有所爱的耶稣 以肉身陪伴他们时 这些话 为他们带来极大的挑战与安慰 这些话也为我们带来挑战和安慰 但同时也产生一些疑问 这里的信息是什么 难道耶稣是把一本空白的支票簿 给了祂的十二位使徒 不论我们填上任何树木 换言之 不论我们想要什么 或以为我们需要什么 神都会一律成就 唯有降服于贪得无厌的野心 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而这显然并非经文的信息 经文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向神祈求的 是那些耶稣 也会为着我们的缘故 而向神祈求的事物 我们要向天父做出的请求 乃是主耶稣会背书的 当我们的请求 与耶稣对我们的期望相合时 祂就会与我们一起提出请求 这便是奉祂的名祈求的意思 耶稣期望门徒祈求的 是那些只有在祂帮助下集 借着祂的大能才能成真的事 而当他们这样做时 这些事就为祂带来荣耀 这便是按神的旨意祈求的意思 也就是说 自知道父的旨意并将之行出来 我们这些蒙神所收养的孩子 既是借着研究圣经和默想其含义 也是在祷告中直接寻求救主的面 来明白祂的旨意 使徒约翰 就是记录刚才我们所引用耶稣话语的那位 在祂所写的第一封书信中做出回应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 无不得着 在这段经文中的祂 都是指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所存的信心是向着祂 也以祂为中心 我们所祈求的要符合祂的旨意 当我们如此祈求 就必得着所求的 这与基督的保证相合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所以 显而易见的是 我们有可能是同时向父和子祈求 若是我们所祈求的 符合两者的旨意 我们的祈求 就保证会成就 按照神的旨意祈求一事 乍听之下 好像很简单明了 但在我们真正向神提出祷告事项时 却发现 要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中 分辨出什么才是神的旨意 是十分不容易的 圣经的读者很快就了解 我们这位个人性的神有 祂自己的旨意 就像你我有自己的意愿一般 都是十分复杂的实体 仅仅使用命令的旨意 启示的旨意与隐秘的旨意 这传统上的合理区分 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明白祂的旨意 我们看见三一神有道德品格 及价值系统 这也反映在祂的目标 计划与命令当中 当祂面对这个堕落世界 祂所启示的目标包括 产生出道德 灵性 美感及文化上的美善 透过救赎 重生 圣化与的荣耀 使为信者变成敬虔的人 在全世界扩展基督的国度 在各处招聚和建立基督的身体 促进 丰富 并完善祂所收养的儿女与祂自己之间的关系 揭露和惩罚邪恶 彰显出如下的荣耀 祂圣洁的爱 智慧 真理和公义 以及祂那无止境的宇宙能力和超宇宙能力 并使得天使与万人 为以上的一切发出赞美 神在世界历史和个人生命中掌权 而祂所做的一切个别行动 都是要促进整体的目标 并且使我们的祈求祷告 可以与祂行动架构的目标相符 尽管这些目标 在某些方面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 但我们的祈求也是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 那么 我们要如何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呢? 答案就是要遵循两方面的指引 首先 是所留意到的需要 其次 是内在的倾向 当我们祈求神满足所留意到的需要 主导文的第二部分可以作为典范 此处 我们为每日的供应 为每日的饶恕即为每日的保护祷告 而用复述的 我们是关键字 表示除了为自己祷告之外 还要为其他基督徒祷告 在此 另一个典范出现了 一级保罗为教会基督教徒灵性的掌进祷告 其中只有两间教会不是他自己亲自建立的 而所有教会都是他服侍的对象 我们必须不断为灵性掌进祈祷 不论是为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我们需要在与神同行的生命上不断长进 而不致停滞不前 此处 积极地愈来愈有基督的样式与消极地 就我们脱离凶恶互相配合 带来突破性的视野和力量 唯以辅索的教会 保罗祷告说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常或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为哥罗西教会 保罗祷告说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其主 凡是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 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 同德基业 为腓利比教会 保罗祷告说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 和各样 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借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为铁撒罗尼家的教会 保罗祷告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 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 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有哪些会众或基督徒群体 家庭小组 教会机构 或其他种种 不会因为上述的祈求 而让神的丰盛临到 使启示 转化和维护的恩典这样多方面的工作临到他们 以致蒙兽神超乎想象的祝福呢 当我们为基督徒获其社群 像是为我们的会众做出以上的祷告时 难道我们会怀疑神不乐意赐下所祈求的丰盛吗 赐下那与他旨意相符的丰盛 赐下那不断满足基督徒个人及其社群真实需要的丰盛 当基督徒在祷告中为彼此做出上述的祈求 他们就必享有祷告蒙英允的保证 然而 有些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为在某方面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个人祈祷 例如为家人 朋友 导师 领袖 以及所支持的牧者或宣教士代导时 我们祈求神做某些特定的事 以满足他们特定的需要 通常我们所祈求的 正是这些人所关切的事 但由于我们对神的计划细节并不清楚 当我们把所乐见的是告诉神 我们所祷告的究竟和不合乎神的旨意就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了 我们该怎么做呢 有两件事可做 第一 我们认为所祈求的 是对他们最好的 而我们需要将其理由摆在神面前 当作是祷告的一部分 第二 我们应告诉神 若是祂所定义的与我们不同 我们晓得 那一定好过 我们所想的 而我们也真心期望祂去做 现在针对这两个动作再多说一点 首先 是关于向神提出理由 对于在祷告中 与神议论 清教徒过去有相当宏观的见解 就此而言 他们所说的 并不是要迫使神向我们自身的欲望妥协 他们所指的 乃是要我们按照对神的目标的认识 说出为何我们所祈求的事物 就我们看来是最好的 以下是清教徒沙诺克所提出的观点 我们的祷告 应包括为神的荣耀及我们的幸福所提出的议论 不是用辩论来推动神 为我们做出不符合祂旨意的事 彷彿智慧无穷的神 需要我们提供信息 或无比慈爱的神 需要受人劝说 一般 而是因为这样做 是增强我们对祂的信心 在圣经中 所有与神议论的祷告 都不是在堆砌一些华丽的言辞 而是以应许来加强我们祈求的理由 主啊 求你按你的大人大义 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 但以礼求神的公义按着应许 在他定下的拯救日子临到 在他满心相信神拯救的应许时 他就用神 自己的话来 向他祈求 你会发现这种议论是根据普遍的盟约 一些特殊的应许 或是神的属性 神的荣耀 而提出的 其次 是关乎拥抱神的旨意 向神提出理由 显出勇敢的谦卑态度 而拥抱神的旨意 则显出了顺服神的谦卑态度 前者 是信心与神的智慧交锋 后者 是信心向神的全秉臣服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马太记录耶稣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一旨成全 马可记载耶稣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路加的记载是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十一位门徒当时所听见的 想必是耶稣用母语亚兰文所说的话 而上面的经文 则是希腊文的翻译 这杯是指神子为我们代赎的死 这是他被差遣到世上来所要承受的 虽然这些导词在翻译成中文时 变成了两三个句子 但在原文却是出自内心 一气呵成的痛苦陈述 主耶稣发现 自己内心 不由自主地想逃离 即将来临的苦难 直到他胜过了这份想望 而把已知的天父 旨意视为第一优先 此时 阿玛一词 才在整段话中出现 当我们告诉耶稣和天父 不论我们发现自己多么渴望替代的方案 天父的旨意 却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时 我们就踏上他所走过的足迹 我们不希望得到在他旨意以外的东西 我们唯独渴望天父的旨意 不论当时是否晓得各种意义为何 不时有人说 我们会从神那里得着祈求的祷告 就上文所指出的相同意义来说 这是确实的 在每件事上 我们都必须问自己 在祈求的事上 什么是我们认为对目前的生命和处境真正重要的 一旦发生了 又有什么紧接而来的事 会是最直接的一步 促使渴望的改变来到 我们必须尽所能查验整件事的结果和手段 确保不会违背神的目标 属性和价值标准 反而使他的这荣耀 接着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祈求 以顺服却充满信心的态度呈现给神 沉明我们的论点 同时心之为了做出这样的祈求 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去分辨和顺应他的旨意 以清洁的心和赞美的灵 遵循以上的步骤 我们就确信他一定会倾听我们的祈求 而且一定会回应 尽管并不完全照我们所期望的成就 在回答我们该祈求什么 这个问题时 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不该向神求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 不该求的 乃是那些只是我们想要 却找不出更高理由的东西 事实上 我们常有可能如此祈祷 主耶稣 天父 这是我想要的 你若愿意 就成全我的旨意吧 而我想要的这个事实 便是你必须供应我的保证 很可悲吧 有些祈祷者的祈求 就像在列出一长串的清单 并在每样物品上 都印着这是我想要的标签 而他们对神的期待 就好像 他是武德豪斯小说中 那随时待命的 万能管家及福斯一般 常常出主意 帮助他年幼的小主人脱离困境 当马大要求耶稣差遣 马利亚到厨房帮助他 以及有一个人 要求耶稣 吩咐他的兄长 和他分家业时 耶稣都断然拒绝 耶稣那时不受人随意支配 而此刻 圣三一神 同样也不任人摆布 即使面对疲劳轰炸 企图削弱他耐力的祷告 也是一样 耶稣在登山宝训说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闭蒙垂听 他在此处所针对的 并不是所祈求的东西是对或错 而是祈求的方式正不正确 有些人以为他们如果不断重复向神抢求说 这就是我所要的 请照着做吧 他们就能扭转神的绑地 地找所祈求的 但真正的祷告并非如此 若是以此种方式祈求 就算是正确的祈求 也会变成错的 即使这样做的人是经常参加教会的人 这仍是充满迷信 不敬虔 异教徒式的做法 而绝非向全能神祈求的方式 然而 在祈求神时 若是遮遮掩掩 不坦率直说 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当我们明白所祈求的 是为了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 而且当事情成就 神自己将得着荣耀 我们就能大胆 并持续不懈地祈求 以致显出我们对他神圣的 美善怀抱坚定的信心 耶稣借着两个比喻 以起不更的论理方式 来说明此点 虽然在第一个例子中 他没有再加上说明 而是要门徒自己弄清楚这点 第一个故事 是一个人半夜把朋友叫醒 向他要三个饼 好能照着东方热情款待的习俗 招待突然来访的另一位朋友 这位被叫醒的朋友 虽然感觉被打扰 但还是起床满足他有人的需要 是因那位请求者 请辞迫切 亦不怕休 直率 不顾面子地恳求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我们祈求神满足 我们真正迫切的需要时 岂不更应期盼他回应 我们的行动 第二个故事谈到一位不义的官位 寡妇申冤的故事 那位官员为他申冤 不是因为公义上的要求 而是因为这位寡妇令他感到烦扰 这回耶稣将起步更地推理清楚说明 你们听那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 两个故事都要我们在祈求式祷告上勇敢大胆 以谦卑的勇敢和坚持的态度 向神做出任何祈求 是圣经中祷告模式的一部分 为何我们要祈求 第二个问题与我们祈求的动机有关 我们再次以主导文中的祈求模式为范例 维斯敏德信仰问答 告诉我们 至少在纲要上来说 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 就个别的祷告事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对重生者的心思而言 这几个句子在表达渴望上有示范作用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探讨 从整本圣经的观点来看 对神这位见察人心者而言 驱使我们行动的内在动机 目的 渴望 就像外在所见到的行动 本身一样重要 祈求的祷告 若只是机械式的行礼如仪 没有集中思想 亦或因不得不做 或为了过去神所做 或未曾做的事心中怀愿 这种心口不一的祈求 在神看来就是某种程度的虚伪 神不但评估我们外在的行为 也衡量我们的内心 就像耶稣试着教导法利赛人一般 此刻 我们可以这样陈述正面的观点 整篇主导文是全世界的典范及渴求 其中或多或少都实在且具体地说出了其他所有的祈求 而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意味着 神啊 愿你在全地 以你的所事与所为 受到推崇 高举 颂扬 尊荣及赞美 直到永远一致是整篇主导文最基本的祈求 正因这个祈求 是整篇主导文的中心思想 所以渴望这个祈求成就 应该是神每个儿女在祷告时最大的心愿 神赐下主导文给我们 让我们不仅学习他的用语 更学到这个权威典范中的精神和积极态度 所以 我们向神祈祷 最重要的是要加增对神的赞美 而不是满足个人的私欲 把神排除在外 究竟我们要祈求什么 理由又何在呢 针对这个问题 坦白说 答案是指向神 他的名 他的荣耀 他的本性和他的国度 雅各书第四章的开头具体的说明词典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 又斗殴征战 也不能得 此刻 雅各提出了关键的真理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在此 我们见到雅各强调的是 以自我为焦点的动机 就会产生以自我为焦点的渴望 和愿我的旨意成就式的祷告 现在 我们以两个带求的例子 与此作对照 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 但在性情上 他是一位安静 谦卑 不逞英雄的人 有一天 神以人形向他显现 告诉他所多玛 即将因罪恶而毁灭的消息 亚伯拉罕关心住在城中的 罗德及其家人 因此他祈求神 若城中 有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个亿人 就不摧毁这城 显然的 亚伯拉罕在求问时 心中挂念的是 罗德及他的家人 但是 在他的祈祷中 我想要的诉求 已被并入对神荣耀的关注上 究竟神是不是公义的法官 这点毫无疑问地表明出亚伯拉罕以神为中心的心态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同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起不行公义吗 他最先想到的是 尊荣神的名 在与神一来一往的对话中 他呈现出典型东方式 一步接着一步的祈求 而在他的祈求中 神的荣耀是最首要的目标 远在亚伯拉罕的祷告所 表现的爱 勇气 谦卑与信心之上的 是他对神的荣耀的渴望 我们为着别人或压在心中的重担 而殷勤代祷时 也要效法这个祈求的最高质素 另一个代求的例子 是但以理求神将百姓 从被掳之地拯救出来 但以理虽在巴比伦身居高位 却是一位以色列的爱国者 我们从他的祷告中 看出他极其渴望 以色列的复兴 然而 他祷告的忠心 却是称颂神的约 公义和慈爱 而在结尾时 他说 为自己使脸光照 你荒凉的圣所 为自己不要持言 我的神啊 因这成和这名都是 称为你名下的 换言之 但以理是在向神说 透过你那复兴我们的行动 在其中 彰显你自己 证明你自己 荣耀你自己 以及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我们一切祈求是祷告的质量 都在乎其清晰性 我们是否清楚 臣名 当神答应我们的祷告 祂的名义因人赞美 祂值得赞美的作为 而得到尊荣 但以理就像亚伯拉罕一般 向我们显明这个方法 我们祈求的根基是什么 关于向神祈求的第三个问题 是有关期望的问题 以及我们期望的根基为何 我们有什么理由 可以期望祷告蒙应允 我们有什么理由 可以期盼神会有所动作 以及祂会采取行动 回应我们的祈求 答案是 这些期望是建立在 以三个因素合成的坚实基础上 我们可以用三腿凳作为比方 三腿凳只有在三只腿都在的情况下 才能立稳 所以 只有在我们与神之间的收养关系 神大能的应许 以及个人充满信心的清洁之心这三个根基之下 我们才能期盼祷告蒙应允 圣经对于这三个根基有许多提醒 第一只瞪腿是我们认识到 神如今因着收养和恩典而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并非生来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 从起初 就是神永恒之子的耶稣 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家 成为神所收养的儿女 因此 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 而祂的父 成为我们自己的父 我们与父的关系 是我们一切祈求的基础 父亲赐下好东西 给儿女 这个事实 给予我们勇气提出请求 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邀请我们 进入这个亲密的家庭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 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烦祈求的 就逮着 寻找的 就寻见 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 这个邀请 这个邀请是发给耶稣所有的门徒 及所有因信 而成为神儿女的人 因此 这番由我们的主集 长兄所说出的话 对我们 格外有意义 请观察上文 即耶稣 与其中教导主导文的 马太福音 第六章 此章位于登山宝训的中间部分 包含三个与天父有关的现实生活教训 操练单单讨他喜悦的敬虔生活 专心一致做他的后嗣与仆人 以及在每日生活上 倚靠天父的供应 而第七章 以先前的家庭架构为基础 耶稣先是警告我们 神的家中切莫兄弟还墙 接着 他邀请我们向天父祈求 他向所有晓得自己因信他 而成为神儿女的人 说出七章 七至十一节的经文 因此 怀着谦卑却勇敢的态度 我们可以正确地说 我们与神之间 就像儿女与父亲的关系 而这个坚实的根基 使我们期盼祈求 能得着正面的回应 第二支凳腿 是圣经所写明的 神的应许 我们的神写下应许给我们 而既然他是一位信实的神 我们可以信心 充足地宣告这些应许 并在祈求式的祷告中 原用这些应许 当我们如此做时 我们乃因着信靠而讨神喜悦 也使他得荣耀 在罗马书第四章 保罗称赞年迈的 亚伯拉罕夫妇的信心 神曾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若是考量所有的人为因素 和处境 这个应许绝不可能实现 但是 保罗说 对于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毫不动摇 也就是说 他对神信守承诺这件事 毫不怀疑 他相信 神会成就他的应许 也积极地期待他这样做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亚伯拉罕确信神能够 也乐意成就他的应许 而事情的确成就了 神的应许是值得信赖的 当我们向他求恩惠时 可以倚靠那些应许 而且到一个程度 若是我们所祈求的 是神早已答应的 我们就可以除去一切疑虑 相信他必会回应 然而 且让我们留意自己的角度 是否正确 彼得将神给我们的应许 整理成一个纲要 若是我们期望 有新车 新配偶 完全健康 事业成功 有公众影响力 好像跟随一度流行的宣告 就能得着的教导 那么 彼得对神应许的看法 显然会令我们大失所望 但是 彼得容许我们贴见神的应许 比起以上任何东西 实在好得太多了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 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应许 我们什么呢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什么样的祈求会让神守住这类应许呢 显然绝非祈求个人安淑的祷告 而是祈求个人成圣的祈祷 绝非祈求加增富裕的祷告 而是祈求在恩典上长进的祈祷 主啊 使我给这蒙救赎的罪人 所能有的圣洁 这是麦西金的祷告 也是彼得期望 我们所有人做的祷告 神对我们的应许及计划 是要我们更多在灵性上成长 而剩余在身体上的享受 这一点也不使我们惊讶 当然 神应许要供应我们在世期间物质上的需要 然而 祂对我们最主要的心意是 一生拥有基督的样式 若我们寻求的不是更像基督 祂可能会保留应许中的好处 而不给我们 就像祂许久之前所做的一般 祂像拜偶像又道德沦丧的以色列人 撤回祂所赏赐的丰沛雨量和美好收成的应许 面对应许时 其中一个困难是等待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 盼望吃到妈妈正从冰箱拿出来的下午茶点心 真相是漫无止境的等待 以神的应许为基础的 祈求是祷告 同样也会令我们等得不耐烦 神以应许要 我们说 何以我需要等待 甚至何以 我还需要祈求 在旧约时代 当神的话语 延迟实现时 敬前的百姓 会恳求他快些赐下所应许的土地和财产 或使他们从被掳之地的释放 又或从目前被敌视和恶待的处境中挣脱 在旷野漂流期间 当年轻一辈见到他们的祖父母去世 却未得到所应许之地 在被掳时期 当父母见到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一阙仍受人奴役 在所罗门之后的时期 邪恶的统治者 一个接一个霸占王位 他们的恶行未受惩治 而忠心知识所寻求的道德和灵性上的复兴 也未曾发生 这些时刻 必定都令以色列人 感到格外伤痛 同样的 在新约时代 有些忠实的信徒 以为神延迟了基督再来的应许 在彼得后书的结尾 彼得直接向这些心存不安和怀疑的人 提及基督再来的事 并且针对神明显延迟的问题提出全面性的见解 他说 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在与神相比之下 我们渴望祷告立刻蒙英允的心态 显出我们看待事物时的短视和狭隘 神设定好时间 成就他的应许 这是长期的计划 其中涉及的美善和智慧 远非我们所能察觉 乃愿人人都悔改 就是一个例子 彼得第一批的读者 今日的你和我是谁呢 岂能去计算一下神所谓的人人 有多少 相信圣经的人必须要明白 神有权决定 以何种最佳和最明智的方式 来成就他的应许 而他所定的时间 亦是最佳和最明智的时刻 了解这一点 可以帮助我们去 发展忍耐与安稳的信心 那是神渴望 在我们身上加以塑造的 当我们的心催促 我们祷告说主啊 要到几时呢 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不失去盼望 有时 在一段漫长时光中的关键时刻 神会感动他的百姓参与在以应许为基础的祷告 以致祈求与回应之间的联系及时 直接且明显地来到 在波斯帝国统治下 以色列被掳期间的尾声 尼希米就亲身经历这样的事 在尼希米记第一章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传来的坏消息后 他提醒神纪念他的应许 向神提说成就应许的时机已成熟了 并求他展开一些行动 接着 如书中余下所记录的 神应允了他的祷告 此书所载的大事 是以祈求作为开始的 我们听见尼希米说 求你纪念所吩咐 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献金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接下来 波斯君王允许尼希米回乡 并任命他担任省长 同管建造的工程 之后 尼希米虽遭遇许多反对 却领导以色列人 在52日之内 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紧接着 他重新整合了百姓 更新了他们对神的尾身 最后 在第二任省长任内 他进行改革 将崩溃的规范 重新恢复 一般来说 作家引用自己写过的东西 是不太理想的 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引用自己在别处所写 关于尼希米是祷告的人的文章 尼希米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再祷告 他的祷告是最真实及最纯净的祷告 一级不断让自己看清楚神的本质 与属性 并且在持续敬拜中称颂他的实在 也在他的同在中 重新思考带到他面前的需要与请求 所以 述说这些祈求 就像是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都是你的具体实现出来 尼希米已向我的神 我们的神的祷告 来作为他故事的分段 他以整天为首约之民的代求 作为首章之使 而以四次求你纪念我的祈求 作为莫章的结束 最后一次的纪念我 其实等于是他的签名 此外 他有几次在叙述中途停下来记录他所做的祷告 显然 身为作者 尼希米晓德 也希望他的读者晓德 唯有始于祷告和彻头彻尾沉浸于祷告的工程 才有可能像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那般蒙受祝福 所以 尽管没有必要写出这些导词 他却经过选择和安排 将这个真理铺陈出来 尼希米在复兴耶路撒冷时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 他在其中谦卑寻求神的引导 他明智地为神的荣耀筹化 他拒绝向仇敌的压力和计谋屈服 他热情地为神工作 也激励别人像他一样 他格外关怀在困境中的人 他在事成时不鞠躬 坚持指正违背律法的事 以免之前的努力归于无有 然而 他的领导力之所以发挥得如此出色 是因为他的祷告 而他之所以祷告得如此恳切 是因为他相信他所侍奉的 是一位守约师慈爱的神 一位全然信实 可靠 成就他应许的神 第三只瞪腿 使我们期盼神应允我们祷告的 是一颗清洁的心 即在圣洁的神面前所存的纯净之心 广泛来说 我们所指的 正是齐克果为齐一本着 作曲名时所说的 清心置于一世 一级彻头彻尾以神为中心 圣经使用心来 标示出一个人的核心 我们的一切思想和欲望 性情 倾向 行诉我们生活的策略 全都由心而生 清洁的心是在任何事上 毫不摇摆地寻求 即是奉神 拒绝任何使我们分心的事 当耶稣说 清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他是按着自己所知的指出 看见神乃是一位清心之人最深切的愿望 我们在此所确定的原则是 要有如上述的一颗清洁的心 才能发出大有能力的祷告 因此 在我们向神说任何话前 要先查验 我们的心 确定在我们里面 是否如诗篇 一三九篇 二十四节所言 没有什么恶行 即没有故意犯的罪 以致拦阻神赐下正面的答复给我们 假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却是带着一颗天邪的心 那么我们就像想要愚弄父母的孩子一般 父母很清楚就看出孩子想要做什么 当孩子向父母要二十元美金去买电视游戏 若这对明智的父母发觉这个游戏充满暴力 就一定不会允许他购买 若是孩子尖叫 抗议 假装在持枪四处扫射 这些行动都透露出他内心的状况 使父母之后有好意臣子都不会考虑答应孩子的请求 现在 让我们从圣经中找出那些会拦阻神英云 我们祷告的障碍 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至十九节说到 凡敬为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但神实在听见了 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增允准诗人的请求 但也有可能不听他的祈祷 如果诗人心里注重罪孽 一急在一生中或一生的计划里 紧抓住一些他明知错误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不会听他的祷告 也就是不会给予他正面的回答 神晓得万事 包括在我们祈求背后的意念 但我们祈求时 神总会垂听吗 似乎有时候是取决于我们心的状态 当人性的孩子吵闹 强迫父母做某些事实 可能得到的回应是 我可以听见你在说什么 但我不想听 或只是我不想听 一颗不清洁的心所发的祈求 从神得到的回应正是如此 另外 先知以赛亚也帮助我们 更清楚了解神不听的理由 绝不是因他能力有限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以赛亚告诉百姓 神听见你的祈求 却不回应 何以如此呢 因为你明明知道有罪 却恋罪不改 所以 在你向神祈求之前 先坦白承认你的错 放弃你的恶习 为罪悔改 洁净你的心吧 要注意 纯正不是一个贿赂的工具 好似我们放下自己到一个程度 就可以说服神为我们行事 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所强调的是 主权在神的手中 而非在我们手中 我们进到这位全能圣洁神的面前 要怀着一颗清洁的心 否则 我们就是在要求他遮掩 不看任何罪恶 这绝非他所愿意的 他也不会这么做 由此 我们学到的是 不只是要用言辞 更要用我们的全人来祷告 总而言之 当神是我们的父 又是信实的守约者 在与我们经过修剪的清洁之心 连洁 我们就有祈祷蒙英允的保证 这是令人惊讶和兴奋的 从神的角度看来 他的儿女所献上的认真 如实 持久的祈求 全都会以他的角度 得到彻底正面的回应 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 以上所述引导我们进入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 常有人说 他给我们三个答案中的一个 好的 不行 等候 这种说法并不全然错 但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阐释 每个祈求式祷告 都是将需要带到神面前 希望他能满足 我们经常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告诉他采取何种行动 最能满足需求 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显明神期望 我们如此祷告 的确 圣父和圣子都邀请我们 呈上祈求 因此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便激动我们这么做 整体来说 圣灵向每位信徒所做的许多服事 都是为了使我们与圣父和圣子的关系 更加深入 丰富和亲密 而催促我们向圣父和圣子 恳切代求 便是圣灵达此目标的一个方法 故此 我们常用有限的智慧 尽力为我们所代求的对象谋 最大的好处 为自己的需要的满足 而恳切祈求 也向提供各样美式的造物主 即垂听祷告 信守承诺的天父 献上尊崇和赞美 若是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 他所成就的 就合乎我们所祈求的 若是我们的智慧不足 他所成就的 就是我们原本应当祈求的 他晓得在每个处境中 什么是叫好的 而且他也如此成就 请记得 我们的祷告 如今也成了这些处境中的一部分 之前 我们说 神总是正面回应 孩子的祈祷 这是我们了解 祷告实际结果的一个线索 神对我们的祈求说是 意味你想得没错 我这样做最能符合这个需要 而说不是 则意味你所提的方案不好 还有更合适的 因此 实质上 这个不是化妆的事 而等候意味 等着看吧 我会在最好的时机 以最佳的方式来成就这件事 不论你是否能分辨出我形式的智慧 我的确已预备进行 继续观看吧 就你所能察觉的观看吧 让我们再次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首先 圣经中有个例子说明了神的 不其实是化妆的事 当保罗祈求主耶稣行神迹 医治他肉体上的一根刺 主回答说 保罗 我有比医治你来得更好的计划 尽管你为猛医治 但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显然保罗 曾认为他的是 奉会因他身体上的障碍 而受亏损 而他也晓得 医治的神迹会为基督带来荣耀 有上述两个充足的理由 作为支持 保罗曾三次认真地求主行神迹 来医治他 如今 他了解基督的答案 但是比他的祈求更好 所以 他告诉哥林多人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保罗起初坦诚说出自己的需要 他的祈求 既为了荣耀神 也出于一颗纯净的心 但神将他的祈求变得更好 虽然神未照着保罗所祈求地回答他 却在实际上满足了他的需要 他的侍奉继续进行 未受阻碍 而基督 亦得着荣耀 因此 祷告蒙垂听了 我在教导年幼的孩子或初学祈祷的成年人时 很喜欢说 神会一路修正我们的祷告 有些人陷于祷告的各种可做 不可做之中动弹不得 有些人忙着划分哪些是我们的责任 哪些是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充满罪污的人类 不敢向圣洁全能的神开口祈求 有些人却认为 既然神照着他的意志行事 人就根本没有祷告的必要 所以他们问说 为何要向神祈求 祷告没有带来任何果效 尽管如此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极佳的解答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亲自为我们这些祈祷者代求 所以 我晓得自己有资格说 不要担心 只要祷告就好 神会修正我们的祷告 若是祂没有答应我们所做的祷告 祂会答应我们原本应做的祷告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 但是 时间方面又如何呢 神何时会应允 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向神祈求某些事物时 常会希望祂立刻就赐下 身为人类的我们常常行事匆忙 神有时却要我们等待 因为祂并不匆忙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至五节指出这点 不义的法官让寡妇等了好一阵子 才为她申冤 神有她自己的时间和计划 其中反映出她无穷的智慧 在回应我们的祷告上 她不但晓得什么是最佳方式 也晓得什么是最好的时机 主并没有担言她所应许的事 彼得说 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 神的时间关于我们截然不同 因此 对于神要我们等候 我们没有抱怨的理由 祂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祂是依照计划行事 需要调整的是我们 而不是祂 有时 我们所祈求的是 其间涉及的因素 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 而爱我们的神 在回应我们的祈求时 所给予的比我们所知所求的更多 我们为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时 更是如此 因我们对于自己真正的需要 长一无所知 伟大的诗歌作者约翰·纽顿 亦由童年期开始 做过水手 海军逃兵 奴隶贩子 之后 他归信基督 成为威廉·古柏 约翰·魏斯里和怀特肥的朋友 接下来 纽顿先成为奥尼教会的牧师 再成为伦敦圣玛利·伍诺教会的牧师 最后 他成为重要的福音领袖 对当代及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在一首诗歌中 扭顿深刻地回顾神在他一生中的工作 他的词句 足以令我们深切 反省自己的导词 我祈求神让我 在信心 爱心和恩典上成长 唯愿更明白他的救恩 更殷勤寻见他的面 教导我如此祈祷的是他 我相信他必回答 但事情非我所想 驱使我激进沮丧 我期望再上好时机 他及时回应我恳其 借着他爱的大能 抑制我重罪并赐给我安息 相反的 他却让我感受 我心中的隐恶蠢蠢欲动 并让地狱愤怒的势力 攻击我的灵魂至满目疮痍 不但如此 他亲自出手 看似要加增 我的哀愁 阻挡我所有美好的计划 令我头脑枯竭 垂头丧气 主啊 为何如此 我哀声叹息 难道你追逐你的虫至死吗 以此方法 我主回答 我回应你恳求信心与恩典的祈祷 我使用你内心的试炼 将你从自我与骄傲中挽回 并打碎你寻求世界欢乐的筹划 让你在我里面寻得你一切所心所起 神有时便是以此方式来回答我们对灵性成长的祈求 根据圣经的权威 神发现他儿女出于一颗清洁的心 以及为了他的荣耀所做的忠实 谦卑 充满希望和期待的祈求 绝不会坐视不理 无论如何 他都会积极地回应 虽然可能是我修正了你的祷词 让你逮着比你所祈求更好的事物 或是我晓得此刻回答你的祷告 并不能使你和其他人得着最大的祝福 所以 请你再等候一阵子 抑或我正应于你的祷告 但你不明白我行事的策略 所以 此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祷告蒙应允 尽管如此 这就是答案了 请继续祷告 继续相信 继续寻求 在接下来的道路上 我会在智慧中 让你看得越来越清楚 虽然如此 我们并非暗示 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那些出于诚实 殷切 清洁的心的长期带导 在看似为蒙应允时 所带来痛苦 会完全被除去 圣经的答案似乎正相反 尤其当事情涉及我们挚爱的亲人 同事和朋友 更是如此 举例来说 姑且不论大在教养压杀龙食犯了 多少错误 但我们难以想象 大卫没有经常为心爱的逆子祷告 尽管如此 压杀龙仍背叛了他的父亲 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 而保罗则告诉我们说 在服侍的生涯中 他时时为着 自己骨肉之亲的犹太人 伤痛的祈祷 他们反对基督和基督徒 将自己置于神的震怒之下 保罗必定常常在心中思念他的至亲 远亲 之前的朋友 同侪的法利赛人 及一般的犹太人 至于清教徒牧师的先驱格林寒 和在印度的宣教士克里威廉 在缅甸的吉德逊 和在中国的马里逊 经过许多年 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有人回转信主 但我们又怎能怀疑他们没有为着服侍工厂中的社群祈祷 也为着社群中的个人代祷 如同保罗为犹太人祈祷呢 祈求式的祷告会带来改变 在天上 我们会发现祈祷所造成的改变 而在世上 我们要继续在爱和怜悯的催促下 为身心灵有需要的人祈祷 我们必须对这些都深信不疑 然而 在世上 我们必须忍受见不到所爱之人有所改变而带来的痛苦 主耶稣是我们祷告的首要榜样 祂深知这种心痛的感觉 当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说道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将你的眼看不出来 当我们祷告后 惊艳到像他一样的失望 就会发现 耶稣 我们的主 在一旁鼓励我们 不过 主好似又加上了一段 说 顺带一提 当你向我祈求时 一定要查验一下你自己是否正是答案的棋手 换言之 你是否要从事一些你一直以来都不敢从事的行动 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歌为例 就我们所知 这个祷告果真成就 耶稣忍受死亡的痛苦 复活和得回荣耀之后 城里数以千计的人信主 有时候 祷告 而没有行动 就好比只有行动 却没有祷告 一般有缺陷 而我们本身疏于行动 可能正是阻碍 我们所祈求的 祝福降临的因素 在往下讨论的同时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点 如果本章所言是正确的 我们在带导上的操练 或可从全面的检视中得益 有许多人编辑了一长串的人事清单 来提醒自己要记得带导 这无疑是明智和有益的 但是 随着日积月累 带导的清单越来越长 以至在带导时 他们只能加快速度 读一遍名字与需要就算数 而以对话方式向神提出带导理由的时间 则被挤掉了 同样的 向神询问我们本身是否要有所行动 好让祷告得以成就的时间 也被遗漏了 这样的祷告一点也不理想 在神面前摊开被人要求或建议的带导事项 加上一句违愿这是你的旨意 然后匆忙掠过 与圣经里的带导模式大一起去 举例来说 相比于亚伯拉罕维索多玛的祷告 以斯拉 尼西米 但以礼籍诗篇作者 为耶路撒冷的带导 这样的祈求草率马虎 毫无功效 假使我们针对所带导的人物和情境 详家思索要如何祈求 就势必要限制带导的数量 但是 我们所花的功夫和准确的论述 不仅能将祷告的质量 从购物清单 祈祷轮的层次 提升到保罗所谓尽心竭力的使徒层级 也会丰富我们对真理的体验 如雅各所宣称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样看来 每个人都要时常与天父讨论 该如何规划个人的代导事项了 现在 我们要讲述一个由巴克提供的真实故事 以说明本章所提及的一些原则 有位住在东欧的女士真诚地归信基督 想要去美国接受基督教神学教育 因此 祷告之后 她怀着时刻祷告的心 去了两次美国大使馆 申请为期一年的签证 但两次申请都遭拒绝 第三次申请时 她的护照被盖上一个不得再申请的戳记 她从柜台前折返时 向主说 她接受这是出于她的旨意 突然间 她被叫回 办事人员要求她拿出护照 接着 没有任何解释 禁令被划掉 盖上了一年期签证的章 她至今仍不明白原因何在 她的祷告蒙英允了 但在整个过程中 她的耐力与顺服神旨意的心 都受过考验 如今 她在美国喜乐地时奉神 是的 神在最佳的时机 和以最佳的方式应允祷告 当你今天将祷告事项带到她面前 千万不要有所怀疑 第七章 抱怨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我要晚上 早晨 晌午 哀声悲叹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诗篇55章16-17节 抱怨不是我们欣赏或享受的行为 而对于抱怨连连的人 我们对他的评价通常不高 形容某个人是个好批评的人 并非恭维之言 而是为此人贴上令人生艳的标签 既然如此 抱怨在如祷告之类的神圣活动中 占有何种地位呢 当然 有时候投诉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形式 为了后来的人着想 我们有充分理由投诉某些出了状况的事物 比如说 高速公路交流道 在设计上很容易产生意外 而我们自己都差点出事时 像高速公路管理局投诉是在正当不过的事 因为透过投诉 我们期望管理局重新设计路段 保障人车安全 但是 对于只以自己为焦点的抱怨 我们是持什么看法呢 一般来说 我们都赞同十九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里的座右鸣 绝不抱怨 我们以安抚自己的口吻说 好吧 我不打算抱怨了 然而在决定不抱怨的过程中 却掺杂着许多自豪与自怜的情绪 无论是在军队 童子军或乡下地方 有时就像古代斯多格学派的哲学家所教导的 就算处境再不合理 再有伤害性 都要紧紧闭上嘴 不发一句怨言 因为这是一种美德 也是能力的象征 也许是吧 不过这也很容易成为自满和轻蔑的记号 以自己为焦点的抱怨固然不好 但以自己为焦点的不抱怨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如此 我们经常在圣经中见到 当一人遭遇到一些厄运 感到力不能胜时 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向神发出一长串的怨言 而圣经似乎完全没有轻视这些抱怨的祈祷 反而视之为智慧 尤其在诗篇中 我们见到诗人表露的情绪 我在急难之中 我孤独困苦 我无人帮助 我愁苦绝望 我心痛难挨 求你速速搭救我 我要等到几时呢 这个句子出现了将近二十次 这几乎是一句专门用来表达怨言的句子 诗人用许多字眼表达 主啊 我无力面对目前的困境 我期望你快快来帮助我 主啊 要到几时呢 诗人在问说 我还要等多久呢 你几时才要行动呢 圣经里的怨言 圣经里的怨言源于许多不同的状况 当大魏被一位密友出卖 他这样祷告 神啊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瞒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侧耳听我 应允我 我哀叹不安 发生爱恨 都因仇敌的声音 恶人的欺压 不料是你 你源于我平等 是我的同伴 是我知己的朋友 我们肃长彼此谈论 以为甘甜 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我要晚上 早晨 晌午哀声悲叹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现在 让我们看看约伯的故事 他被交在撒旦手中任意对待 除了神所吩咐 不得伤害他的生命之外 然而 神的确容许撒旦夺走 属于约伯的一切东西 而撒旦也真的这么做了 于是 富有 昌盛 能干 为人夫 为人夫的约伯 在沙内间 在沙内间陆续失去了一切的财产 健康和儿女 约伯感觉自己 失去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因此 他开始埋怨 向神埋怨 若是 约伯像我们一样 从幕后观看 见到神与撒旦私下的交易 必定更为惊惧 然而 当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约伯只晓得 那位他所侍奉的神证 让他陷入绝境 但他想象不出其中 有何理由 在以他为名的书卷中 我们见到约伯的朋友来探望他 在静默中 与他同坐了一整个星期 最后 约伯打破了沉默 他的朋友们也开始说话 他们对约伯充满了怜悯之情 但轮番说的 都是在指责他有罪 却不肯承认 以致触动神的怒气 对约伯来说 这些令人不快的连续指控 无意雪上加霜 最后 因厄运连连及朋友重伤 以致灵性枯竭的约伯 终于积压不住 口吐怨言 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 述说我的爱情 因心里苦恼 我要说话 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 你又欺压 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侠然冤告之火 你还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 一制造我 如薄泥一般 你还要使我 归于尘土吗 你以皮和肉 为衣给我穿上 用骨语巾 把我全体联络 你将生命 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 保全我的心灵 你为何使我 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 无人地见我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 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 不是甚少吗 求你停手宽容我 叫我再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 和死因之地已先 可以烧得畅快 说出这些怨言的约伯 与神像撒旦所描述的约伯 我的仆人 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是同一位吗 是的 然而 这位约伯 充满了人事的忧伤痛苦 也因朋友的善意 劝勉 而心里受创 他向最有可能的 厄运源头一神 吐露他的怨气 过了十三章 情形仍未改善 我们再次听见约伯 向神抱怨 但这次含有一丝的期待 甚至希望 如今我的哀告 还算为悖逆 我的责罚 比我的哀声还重 唯愿我能知道 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 只是我往前行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然而他知道 我所行的路 他是恋我之后 我必如精精 只是他心意已定 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心里所愿的 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 约伯在祷告中 极想知道 神为何如此待我 神未曾告诉我 但我很想知道 读过约伯纪结局的人 都晓得 约伯邀请神 与他会面 而神的确如此做了 然而 即便在那个时候 神仍然没有提出 任何解释 因他无需解释 然而 他回应了约伯的抱怨 因而使他感到安慰 耶利米也是一位抱怨者 以至长久以来 哭泣的先知 这个称号 一直伴随着他 耶利米一生经历 几位君王的更替 起初是敬前的 约西亚王在位的 兴盛时期 当时由大国 因亚术王朝摔退 而四敬平安 西伯来人 也回到圣殿 敬拜真神 接着是约亚靖王在位的 风暴前期 当时巴比伦包围 犹大的边境 被掳到巴比伦的厄运 余烟展开 最后决定性的 王国悲剧发生在 公元前587年 当时最后的王西底家 被押送到巴比伦 不但双眼失明 还像牲畜般被锁链捆绑 当整个国家被迫 迁移到600英里以外的东北方 耶利米置身在 遗留下来的少数人民之中 面对犹大国不忍足堵的 残垣断瓦 最后 他被迫在埃及流亡 而那里可能就是 他去世之处 神给耶利米一项 艰巨的任务 当约西亚王在位 国境太平之时 神对耶利米说 看哪 我今日立你在 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 拆毁 毁坏 倾覆 用要建立 栽植 看哪 我今日使你成为 奸臣 铁柱 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身为神的先知 耶利米很早就晓得 毁灭将要临到 而他本国的百姓 也将拒绝 他所提出的警告 就像大多数人一般 面对这样的处境 耶利米一再向神诉苦 这卷《长天福》的书记 载了他与神之间的 各种对话 从其中亲密的语调来看 神期待或甚至欢迎 这些怨言 比如我们在耶利米书 第十二章读到 耶和华呀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 为何亨通呢 大行诡诈的 为何得安逸呢 耶和华呀 你晓得我 看见我 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 耶利米问的 是一个自古就有的问题 为何公义的神 容许恶人兴盛 而义人则受苦呢 至少在这个主题上 神沉默已对 在第二十章 耶利米开辟了 另一个抱怨的主题 这次是针对神 与他之间的关系 大表不满 耶和华呀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戏弄我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 就发出哀声 我喊叫说 有强暴和毁灭 因为耶和华的话 终日成了我的凌辱 击刺 耶利米批评 自己使命的方式 就好像对神说 你领我到一个 我完全无法预料的景况 你将我摆在一个 我无法抗命的艰难处境 而我也的确无法说不 是你强迫我在此 如今 我成了一个笑话 我所说的每句话 都引来嘲弄 众人对我所说的 都嗤之以鼻 耶利米是虔诚的人 以旧约时代的方式 操练敬前 也以先知的身份 执行神交给他的任务 然而 他时常毫不隐瞒地 向神发怨言 而以我们所见 神并没有斥责约伯 耶利米或诗人的怨言 神的确要求约伯如 永世束腰 静默聆听他在接下来的四章中所讲的话 但这并非指责 他不应该诉苦 而是指出他的怨言 反映出他对神的智慧 是何等无知 看来 这种抱怨是被允许的 也是被接纳的 我们从中有何得着呢 下坡路段 在本书第二章 我们以与主践行的画面 来想象基督徒的生活 这样的画面 在此会带给我们一些帮助 与主一同践行 听起来十分令人振奋 刺激又浪漫 从某个角度来看 基督徒生活的确比任何其他生活 更丰盛和喜乐 然而 当你跟随某人去践行 由他带着你去到一些 从未去过的乡野 你会发现当中满是其偶的路径 那时 你会说 若是我可以预先知道 我绝不会规划来这种地方 这里到底有些什么呢 有泥魂 也可能有石块 岩壁 草丛 荆棘 或仙人掌 还有月桂树丛 让我来解说一下吧 前年夏天 从事青少年事工的我 结识了一位充满活力 名叫哈拿的年轻女子 十七年来 他都住在阿帕拉契山的乡村地区 他邀请我去他家后面的山谷践行 我早该留意他眼中流露出的挑战神色 不过 我对践行邀请一向是来者不惧 所以 我准备好践行手册 就启程出发了 哈拿未曾告诉我的事 沿途没有修弃好的山路 我们必须被贴着地 在四处蔓延 伸手不见五指的月桂树丛下 沿着陡峭的峡谷往下滑 我们必须攀越岩壁 底下深处就是从从溪流 而宽度仅有一多 只有会滑动的石头 可攻守攀附 甚至我们找不到手可以够到之处 他还提到路上有铜头蛇 最后 我只有自嘲地说 哈拿 若我们其中一人被蛇咬 我希望那人是我 而不是你 因为 没有你 我完全无法从这里脱身 我们真的抵达了山谷 沿着澎湃的河水 在长满青苔的岩石上休息 而我们也攀回原处 在折返时 哈拿承认 相较于他之前带领下山谷的 一位大学美式足球队员 我的表现没有差到哪里 至少我不像他担任牧师的父亲 整夜被困在深谷中 等他爬上来时 刚好赶得及在主日讲道 与主一同践行 对我们而言 有时就像上述的旅程般充满挑战 我们在新约听见郑重的声明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必会遭遇困难 他们会经历高潮 也会经历低潮 不论在讲道 教导 还是小组的讨论中 现代的天路客 倾向于强调基督徒生活中的喜乐与荣耀 我们很享受彼此分享和向未信者见证 爱我们的主如何常常供应我们的需要 然而 新约不仅强调令我们喜乐的事 也有一系列经文提到苦难 逼迫 痛苦 甚至从同一位主而来的惩戒 因此 与主一同践行 有十亿位在地表丛聚的月桂树下匍匐爬行 或者攀附在只有一座宽的岩壁上 丝毫不敢往下看一眼 以下列举三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首先 我们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读到 在加利利海边 耶稣在一整天的讲道后 向门徒说 我们渡到对岸去吧 因此 门徒上了船 开始滑脚 而耶稣因提泪而睡着了 这时 暴风雨来袭 他们摇醒了耶稣 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他们束手无策 无法控制船身 以致传满了水 如我们所知 耶稣平息了风浪 但问题是 若不是耶稣说 现在让我们渡到对岸去吧 门徒们不会落入如此绝望的境况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会一再遭遇到宁可避开的困境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其次 让我们查看在《使徒刑传》中 保罗如何将福音传到欧洲的故事 在《使徒刑传》第十六章 我们见到圣灵阻止了保罗和希拉王小亚西亚传福音的计划 他们就留在往昔的路上 去到特罗亚 那天晚上 保罗梦到一位马其顿人向他说 请过来帮助我们 他们认为这是从神来的呼召 便穿越爱琴海 去到菲利比 接着 他们便在那里开始传福音 然而 过不了多久 保罗和希拉就被吓到监狱里 还套上了脚矿 假使他们没有跟随主的引导 就不会在菲利比遭受牢狱之灾 甚至还不会出现在欧洲 他们会按照原先的计划 在小亚西亚传道 但是 我们也晓得 他们半夜唱诗 结果出现地震 松开了他们的锁链 玉族也因而信主 最后他们与主同行的这个部分 是以欢庆落幕 然而 在这之前 他们在欧洲的经验十分坎坷 坐监的那几小时是怎么过的呢 他们心中想到些什么 他们必定怀疑 坐主的使者传福音 却陷入这样的困境 究竟值不值的呢 尽管他们之后平静下来 开始唱诗歌 但他们必定想过要发怨言 对我们而言 也是如此 是奉神的道路 可能从始至终都意味着麻烦 麻烦 麻烦 看来 麻烦一定是避不开的 最后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在一段关于未来的奥秘谈话中 耶稣以一连串沉痛的画面描述门徒的未来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尖里 又为我们的名拉 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中必为你们的见证 所以 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速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 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 所敌不住 驳不到的 连你们的父母 弟兄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关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们的名背众人恨物 现实些吧 主耶稣说 灾难要临到全世界 但特别要临到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 基督徒就像约伯 耶利米一般 有些不土不快的事 我们要有所预备 也预期 自己会为此祷告 一个世纪之前 邦姿写下或摘录了两节诗句 使得迎接试炼听起来 仿佛又容易又快乐 试炼必将会来临 谦卑代之以信心 爱被鸣刻于其上 无比快乐满我心 试炼令应许甜蜜 试炼使祈祷更新 领我来到主角前 千杯俯服长留恋 我们可能会嫌这些诗句肤浅 表面 夹杂太多十九世纪的矫情 但当我们查看邦姿的一生 可能就会改观 邦姿以论祷告的著作 而颇付盛名 他放弃律师的职业 转而从事传福音的工作 美国内战时 他担任随军牧师 当他所属的一方输了战争后 他被关在位于纳什维尔的监狱里 之后 他被遣返南方 在物质和心灵都荒芜的废墟上 担任重建的工作 并且经历了许多艰辛 若要诚实喜乐地送唱这首诗歌 显然对他和对我们来说 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这些诗句若显明在某人的生活中 就绝不能用肤浅和字马来形容 换作我们遇到这些艰辛时刻 未必能从心中说出这些平静的诗句 并付诸行动 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 即使没有承受像内战这般的苦况 却都像约伯、耶利米、诗篇作者和与他们同列的邦姿一般 有素不尽的苦 现实迫使我们面对这个事实 这是践行中最令人煎熬的部分 抱怨的类型 让我们把之前所说的做个整理和归纳 抱怨是种言论 夹杂着悲叹和祈求 不管是好是坏 总之 塑造着我们及许多读者的北欧文化 向来都把咬紧牙关之坚忍视为理想的行为准则 而倾向于轻视那些公开发怨言的人 将他们即拥有道德缺陷的弱者化上等号 而西方基督教也承袭这种文化 强调信心可以赐下力量 让人默默忍受痛苦、忧伤、孤单与寂寞带来的沮丧 以及临到我们的许多身心疾病 确实是如此 有种理念认为 完全人是要能够习惯性地管束 自己强烈的情绪 使理性能在全然的镇定中掌权 这种百拉图主义的一序 是出自于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 而非任何符合圣经教导的基督教派 柏拉图认为 我们必须约束和制止情绪 好让心智运作顺畅 这个说法对于像我们这般堕落又破碎的人而言 的确运藏许多智慧 但是 柏拉图所谓灵魂的思想能力 与情绪波动的干扰是截然划分的 换言之 心智和身体的运作 是彻头彻尾分离的 而这并非基督教的主张 但是 许多从小在家庭 学校 教会 受这种思想熏陶的人 却以为这类思想是源自基督教 圣经的确有教导自我节制 然而 源自柏拉图主义 推崇镇定的斯多格式美德 却不适合套用在神的百姓身上 创造世界的神 早已透过圣经显明他的心意 人类生命并未二分为身体和灵魂 亦非心智和情绪的拉锯战场 而是整全统一的 这个统一体的中心是心 也就是个人自我的核心 就好比心脏是身体的核心器官一般 从心流露出思想 欲望 动机 情感 梦想 态度 计划 希望 反应 关系的拿捏 以及其他任何进入每个人意识 潜意识或生活中 无从辨认层面的意念 个人自我是统合的 并借由身体存活及表现其意志 因此 人类个体可以被描述为 有形体的灵魂 或富有灵魂的身体 每位身处于神的世界的男男女女 都是如此 根据神创造的目的 每位独立的个体都应受到神起世之光的启迪 人应当正确地承认和理解这个启示 并且从中引发出全心全意的尾身 和创造主建立团契并透过崇拜 感谢和顺服的行动作为回应 所以 若是有人说 人类受造是为要赞美和祈祷 这种说法是对的 这是拥有神形象的人类应有的生活标准 亚当和夏娃失去了这种纯粹的生命素质 唯有神道成肉身的儿子 才能在世上重新活出这样的生活 我们从亚当身上遗传到的部分是 完整的人性受死亡的挟制 使得自我具有某种程度的分裂 以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 理性和情感象是两股彼此拉锯的不同力量 正如柏拉图所见 然而 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 一股全心 统一 敬畏神的能力被栽种在我们心里 再透过圣灵的内住 这两股力量就会得着支持和疏通 神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 好让我们符合被造的目的 祂将我们重新整合 也就是 使我们成为思想和感觉统一的人 一极赞美和祈祷的人 重生的人不仅透过头脑来感觉 也透过感觉来思想 他们在自我意识中感受到神的存在 也在行事为人上 以祂为中心 对于没有实际经验过这种生命素质的人来说 这样的生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以上所述是为要说明一件事 我们曾分析过的抱怨 是属于这个新生命统一体的一部分 换言之 在交流 祈祷 团契 崇拜 寻求神的荣耀和赞美的重生生命中 抱怨也占一席之地 诗篇作者和其他作者在祷告中所描述阴沉悲伤的困境 并不只是将古代东方的想象力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已 即便如此 这些是由重生的心所发出的 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感觉是理性和思考式情绪的沉思结果 诗人苦思的是 何以神的最佳福分 与眼前所呈现的困局有如天壤之别 在悲态耶路撒冷遭毁灭的耶利米哀歌中 我们见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旧约处境中的抱怨者 都是神重生的儿女 而他们所抱怨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祈求从凶恶中蒙拯救 以及祈求神能够实现他要提供保护 供应及关系亲近的应许 埋藏在抱怨中的恳求 是期望能恢复与神相交的喜乐 以及痛苦的现状能成为过去 在以头脑感受 以感觉思考之下 当诗人见到神撒手 不理灾难 心中的沮丧是如此的明显与强烈 就他们的意图和动机来看 他们向神的抱怨和哭诉 是以一种非常强烈的形式 来表现祈求及宣告应许的行动 所以 抱怨将是 也至少应该是 重生者祷告中 一再出现的元素 抱怨是祷告出现在神的祷告书中 一点也不显得不净 这种极度自由、直率、有力的语言 反倒描述出作者本身和他人哀痛的祷告模式 全无任何不妥 相反的 我们若没有透过祷告 将不甚好的情况反映出来 就是完全的逃避主义 由于这个世界是撒旦和其仆役 在奋力做垂死挣扎的战场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 想要破坏神的工作 其世路透露 在这场战争中 有各样凶险和毁灭性的 是会临到基督徒、教会和广大的人类群体 因此 在一个人日常性的祈求中 一直会有需要以抱怨的方式来祈祷的事 使用诗篇中的咒诅 作为对抗撒 但极其势力的投诉式祷告 是个不错的开始 非基督徒可能以为 基督徒将冤屈带到神面前 会显得可怜兮兮 但事实上 提出抱怨式的祷告 是我们这些受造 且如今蒙救赎的人的特权 据时已告急表达 我们痛苦的感受 不仅是安全的 因我们知道神是谁 也不仅是一种安慰 因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而且 这也是在尊荣神 因我们虽痛苦 却仍顺服他至今对事情的安排 不但如此 抱怨式的祷告 也因着像基督一般的诚实 即顺应他接下来的旨意 而有圣化的效应 毕竟 基督在克西玛尼园的哀求 基本上就是抱怨式的祈祷 本章其余的部分 要探讨三方面 信徒抱怨的范围 信徒抱怨的基本理由 及神对于信徒抱怨的反应 信徒抱怨的范围 在什么情况下 人会向神发怨言 大多数人很习于发牢骚 有什么是促成抱怨式 祷告的正常理由 如同以往 圣经都提供实在和正确的指引 我们在其中发现 至少有四种主要的处境 会引发抱怨式的祷告 逼迫 剥夺 孤单和沮丧 若是我们翻阅诗篇 就会发现上述四种情况 不断出现 让我们从逼迫开始吧 一篇又一篇的诗篇 提及我的仇敌 那些反对的人 是因为作者是一生忠心服侍神的人 这类只因是神的百姓 而遭到逼迫的情形 在我们这个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中重复上演 今日的伊斯兰教国家 也是这样 特别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迫连的边界 也有严重的暴力发生 若说所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之间的暴力冲突 都是由伊斯兰教信徒所引起 则未免太过天真 自我感觉良好 也不符合事实 可悲的是 代表基督教国家的人 也导致宗教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但是仇敌的确有时 缠绕耶稣的跟随者 只因其为基督的信徒 此外 基督徒即使在舒适的环境中 远离子弹和炸药 还是有可能遭遇被信任的人出卖的经历 你以为他们与你同一阵线 立当支持你 没想到他们悄悄抽离了援助 让你失望 使你体会到 未曾预期的孤单感受 亦说不出的苦涩 这种被背叛的情形 可能发生在工作场合 朋友圈中 家中 甚至交会 诗篇第十三篇 做了一番描述 耶和华呀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算 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 要到几时呢 诗篇第五十五篇描述 这类的伤害 就好比有人站在高处 对准你未受保护的头 砸下石头 神啊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 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侧耳听我 应允我 我哀叹不安 发生爱恨 都因仇敌的声音 恶人的欺压 因为他们将罪孽 加在我身上 发怒气逼迫我 本章之前 曾引用诗篇第五十五篇 提到大卫心中忧伤 因为辱骂他的人 竟是他从前的朋友 在这篇导词中 大卫的仇敌 既非伊斯兰教徒 或共产党员 亦非迦南地的外邦人 或亚述的战士 这位仇敌是跟随神的人 是他的一位知己 而这位朋友 却背叛他 加入敌对他的阵线 所以 大卫在院窗的祷告中 倾诉他最深的伤痛 我们是否 也面对配偶不忠 教会弟兄姐妹疏离 同世间不公平的竞争 或是置身在恨恶基督徒的环境里 遭人毫不遮掩的逼迫 若是如此 大卫提供给我们 抱怨是祷告的祷词 以及安慰受创心灵的话 你要把重担 卸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剥夺也是引发抱怨的一种因素 约博失去了他的健康 财富和家人 有些诗篇作者 发现自己身体有疾病 也照样向神呼喊 以诗篇第六篇为例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呀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呀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 耶和华呀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呀 求你转回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我因爱亨而困乏 我每日流泪 把床榻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昏化 诗篇第38篇是另一篇作者 因患病和悲伤所写的抱怨是导词 这一次 神似乎夺走了大魏的健康和灵性的兴旺 我们在此看 神有时用剥夺作为对罪的一种管教和矫正的形式 这种神惯用的模式 是我们都有可能遇到的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意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我疼痛大大全躯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意完全 我被压伤 身体疲倦 下列三首诗是面对孤单的抱怨式祷告 在诗篇第三十九篇中 我们见到大魏选择与神的仇敌隔离 但他也感觉到自己与神隔离 好像神在他的身体上一次又一次地给予重击 所以大魏倾诉他的苦情 祈求安慰临到 当他如此做时 便认识到神是所有真实盼望的源头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搅环勒住我的口 耶和华呀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面去 因你手的责打 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笑容消灭 如一批虫所咬 世人真是虚幻 其他的诗篇为着孤单而哭泣 丧失健康 财物和同伴 我们特别能在因耶路撒冷轻腹而哀哭的两篇诗篇中发现这点 诗人亚萨思想 耶路撒冷变为荒场的景况时 表达了痛苦与孤单的感受 与此同时 他也了解是罪孽导致如此结局 因此 他祈求神的拯救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 不再有先知 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神啊 仇敌辱骂要到几时呢 神啊 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民的肉胶与地上的野兽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 他们的血如水 无人葬埋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讨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 搭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中所呈现的抱怨类别 还包括了沮丧 沮丧是人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时 所产生的心理状态 伴随而来的身心症状 使人在看所有事情时 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看不见任何出路 以至曾经拥有的任何希望都化为幻影 而诗篇第八十八天便是以生动 哀伤的语句 表达出沮丧对人类灵魂的影响 耶和华 拯救我的神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中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耶和华呀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耶和华呀 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这首诗的结尾与开始一样 都是在黑暗里 有一个译本将最后一句译成 黑暗成了我唯一的同伴 对于那些曾与沮丧交战的人来说 这篇导词就像我们情愿不记得的残酷现实 即便如此 这是一篇导词 一篇坦白诚实 毫无搅事的抱怨式祷告 它道出了诗人 目前真实的状况 若是我们转头不看 以为自己绝不会陷入这种状况 就是自欺了 好消息是 神邀请我们向他倾心吐意 即使我们置身于黑暗中 而一旦我们在他的保护之中 他绝不会弃我们于不顾 抱怨的基本理由 信徒有资格仰望神 请他扭转他们所埋怨的状况吗 他们期待他这样做 可有任何保证吗 的确有的 期望的保证在于 主耶稣基督地赋予我们之间 所拥有的亲子关系 因着爱的缘故 他收养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 而他也成为我们的天父 直到永远 一位养父母 就像本书两位收养孩子的作者一般 可以向收养的孩子说 在我看来 你很特别 我拣选你 这的确是我们的神像 每位信徒所说的话 也相当于他在很久以前 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当孩子沮丧地来到父母面前 父母会如何处理呢 在健康的家庭中 当孩子受伤和受挫 很自然就会跑至父母面前 而父母在自然不过的 就会想出一些方法来应对 就像我们从上一章 不义法官的比喻所学到的 神公应的计划 有时是要我们等候一段 无法预测的时间 而有时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一般 神对我们抱怨的回应 是要赐给我们能力去忍受 而非改变现状 但能确定的是 时候将到 不论是在今世 还是在来世与殉道者一起 我们会做见证说 当我们在困境中呼求神 祂就拯救我们 因为祂是一位信实的父亲 我们晓得祂会拯救 而祂也曾经拯救我们 神对我们抱怨的反应 神如何回应信徒的抱怨呢 我们的答案是以一个事实 作为开始 天父特别安排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为要使我们得益处 我们绝不要轻看这项基本的新约真理 西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中 反复强调这项真理 这位不知名的作者 似乎是写信给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这些人之前的朋友们 很憎恶他们信主的行为 而设法迫害他们 向他们施压 期望带他们返回犹太会堂 因此 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说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吗 接下来是一段出自犹太智慧文学真言三章十一至十二节的话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根据文法家的说法 儿子这词是以男性表示的概括词 可以指称男孩与女孩 你们所忍受的 作者解释说 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以及 神在品格和态度上重新塑造我们 使我们批代救主耶稣在道德和灵性上的形象 苦难 因为身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是神普遍用来栽植和管教的方式之一 而一般来说 他对此类抱怨是祷告的答复是 不宜走苦难 但教导我们如何处理 所以 在这样的思考架构下 让我们查看神回应 抱怨是祷告的两个基本方式 希望你能得着鼓励 首先 我们需留心神如何在软弱中支撑我们 使我们即使在痛苦中 仍有力量走下去 保罗在经典的新约经文歌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中 说明了主耶稣如何回应他 对于身上那根刺的抱怨 我们之前曾提及这处经文 但此刻可以更全面地思想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若不是真的遭遇身体上的问题 保罗不会说在我肉体上 若不是感到痛苦的话 保罗不会说有一根刺 因此 这可说是一种痛苦的身体状况 保罗形容说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这意味什么呢 这意味神容许撒 但加害保罗 就像他容许撒 但加害约伯一般 而现在 撒旦想借着痛苦 引发保罗产生负面和自怜的想法 怀疑天父的慈爱和智慧 也因着身上的刺耳阻碍他的侍奉 如同保罗在第十一章的第二部分所说 他的侍奉相当于他的生命 因此 面对撒旦所施加的攻击 他该怎么办呢 保罗晓得 耶稣是最大的医生 如是《徒刑传》所记载 他自己也成为 耶稣施行医治的代理人 所以 保罗便恳求主耶稣医治他 这是十足合情合理的要求 保罗说道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换言之 耶稣基督从宝座上向保罗说道 不 保罗 我不准备医好你身上的那根刺 但我的恩典会支持你 使你有能力继续侍奉下去 即使你的刺存流 也不受影响 因为你的生命要成为极大的见证 显示出你是靠着我的能力在侍奉 因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耶稣便是如此回应保罗的苦情 所以 保罗可以坦诚地说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是他的见证 尽管有缺陷 主却能使他继续侍奉下去 而直到保罗的侍奉结束前 你再也没有听见他提及身上那根刺 保罗忍受他 也忍受随之而来持续的痛苦 但他没再抱怨过 此的故事乃是绝佳的见证 即使我们以为就快被压力打垮 神在我们的软弱中仍然支持我们 使我们不屈不挠 其次 我们需留心神在智慧中 向我们显示出什么 使我们即使遭遇恶劣环境 仍能信靠不移 我们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见到这点 约伯受到朋友的刺激 沮丧地说了许多抱怨的话 他再三希望自己能亲自与神面对面谈话 至少让神明白他的苦情 约伯一直未被告知 神想向撒旦证明 不管撒旦再怎么做 约伯仍会信实地尊宠他 我们晓得真相 约伯却浑然不知 然而 当我们总算读到约伯记三十八章一节 那时 耶和华 回答约伯一事的 看来像是要针对约伯所提出的事 做出回应 但是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旋风象征他无可衡量 不可思议的能力 而他的回答并未针对约伯所发出的问题 做出解释 耶和华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竖妖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神接着质问约伯一连串的问题 说明在他的世界中 所发生的一切相关的事件 他都完全知晓 所有的事件 环境 现实状况 都一直在他的掌管中 神一再又一再地问约伯 你了解这一切吗 你能量度我 创造世界的智慧吗 而在创造的秩序中 特别是动物的领域 你能明了吗 你知道山羊 何时生产吗 你能驾驭野驴 鸵鸟 野马 大鹰 巨兽 和巨大的海兽吗 总计四章的篇幅 大约四十八个问题 全都是在述说神的观点 神主要想告诉约伯说 看啊 你晓得 我发命令创造和管理世界时 要用多少的智慧吗 你看我曾创造的一些奇特的动物 你不能驾驭它们 但是我可以 它们的每个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如今 若是我能够井然有序地掌管自然界 你难道不相信 我有同样的智慧处理你的遭遇 你难道不相信 我容许你经历这些事情 都有我的旨意在内 这是神针对约伯的问题 所提出的反问 而约伯简短的回答 非常有智慧 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捣口 约伯用手捣口 是无声表达谦卑的一种姿势 他无言可说 他感到渺小是正常的 与神相比 他的确渺小 再次说明一下 感到渺小一事 对于促进灵性的健康是有益的 有时 他所造之物的巨大和复杂 会令我们感到自己很渺小 也对他无比的智慧 全能和爱充满敬畏之情 你曾站在大峡谷边缘吗 站在那里 自己对于大与小的概念 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 站在气势磅礴的峡谷前 你只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这种感受正是神要约伯体会的 他像是带约伯去动物园 向他讲述世上的真琴其寿 并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和掌管的 在神面前感到渺小 在各方面都感到有限 是健康的 显然 约伯明白了这件事 而从痛苦的戏剧独白中 再次单纯 谦卑 恒忍地信靠神 不论祸福 与此同时 他找到了平安 人生充满了高低起伏 没有一位基督徒的人生 永远是花香满静 有些人经历重大的损失 甚至与约伯不相上下 财务损失 健康损失 名誉损失 失去朋友 失去配偶籍或孩子 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到这些事情 而有些人确实遭遇了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唯一的策略就是跟随圣经中的榜样 向神祈祷申诉 然而 因着神的祝福 即使我们在抱怨时 我们都将明了 在全能的神 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面前 我们是何等渺小 而与他的全知和慈爱相比 我们的智慧又是何等有限 因此 我们抱怨式的祷告不单单 只是自我中心的哭诉 以为人生对我不公平而已 相反的 我们的抱怨祈求就好比柔弱的孩子 在恐惧和伤痛中 奔向父亲的怀抱一般 这位全能的父亲 掌管万物的神 可能选择除去我们的痛苦 他也可能为了使我们得益处的缘故 而选择不这么做 即便如此 我们仍可依偎在他的怀中 明白父神爱我们 垂听我们的怨言 而且从现在直到未来 都不止息地爱我们 以下节路纽顿所写的淳朴诗歌首尾两段 来作为本章的结尾 离开吧 不信 我的救赎主临近 我的安慰却将来临 停着信 我奋力 等待他动工 有基督在船上 我笑对暴风 所遭遇的事都将对我有益 苦变为甜 药道病除 虽则目前痛苦 但终会停止 到时 得胜的乐歌欢欣不已 最后 我们要为纽顿所道出的真理 做些补充 鲁医师最后一部小说的书名是 《洛言》 虽然故事的铺陈与技巧 令此书难以捉摸 但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最佳的作品 在作品的第一部里 一位前基督教时期 一交王国中的丑陋女王 传属她的人生故事 来向神提出抱怨 我要控告神明 尤其是住在阴山的那位神 我要说出他 从起初向我所做的一切事 就像在一位法官面前提出诉状 女王李直气度地说出这位神明 如何夺走她美丽的妹妹 及后续的一些事物 但到头来 却发现是她的自我中心 自以为一级无知在作祟 在简短的第二部里 她述说自己看到的一个异象 并从中发现自己 未曾审视过的战友欲 如何破坏了她对妹妹 及另一个人的爱 又如何让她的生命 充满了不真实的成分 她心底无辜受伤的感觉 终于一扫而空 我看清楚 为何神不公开向我们帮助 也不让我们回答 在我们拥有自己的真面目之前 神如何与我们面对面呢 看清自己的真面目 真实的自我认识 是与神建立真正亲密关系的要素 而在许多情况下 唯有透过痛苦 失丧 哀痛和受伤的经验 促使我们开始抱怨时 才使我们认清自我 我的第一部书是以不回答作结尾 如今我晓得 主 为何你不回答 因为你自己就是答案 在你面前 问题都止息了 裸言的最后一页告诉我们 这位女王被发现 伏在岸前死亡 留下手稿的最后一句 尚未完成 字里行间显示 他已平静的心面对死亡 现在 他拥有自己的真面目了 他已预备好 与他的神见面 鲁医师认为 神极少向我们解说他自己 而是致力于 让信徒成为更真实的人 在我们看来 这是为纽顿那首 充满平安与盼望的 淳朴诗歌所下的最好角注 在抱怨的黑暗之上 光最终会照亮我们 正如儿童诗歌所唱的 主的恩典 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 历时乐欢呼 第八章 坚持下去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剩余首页的 等候天亮 剩余首页的 等候天亮 诗篇一百三十章 五至六节 坚持下去这个词汇 让我想起许多年前 与妻子凯蒂走上一条 人际罕至的山路 去看瀑布的往事 虽然这条山路 今年没有保养 但是对凯蒂而言 毫无问题 因为她身手敏捷 就像山羊 在崎岖的山崖上 跳跃自如一般 而我则不同 我的手脚不灵活 重心较高 至少 这些是我为自己 比别人容易失去平衡 所找的借口 那条山路因多年失修 在右边形成一个陡坡 斜斜地通到山坡下的溪流里 为了使自己站稳 我抓住山路上方垂下来的 一条树枝 但我脚底一滑 整个被挤贴着斜坡 向着溪流直滑下去 凯蒂大喊 Hang on 而我却以为她 要我抓紧手上的树枝 以防止我继续向下滑 然而 爱 树枝折断了 尽管如此 正如过去 每一次妻子喊着 要我做些事时 我通常都会去做 所以 这一回 在我跌跌撞撞 一路滑下去的时候 我同样听话地 紧紧抓着 那根折断的枝子不放 我很高兴 最后 没有一路滑到溪流里 一条树根 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挡住了我 我亮亮呛呛 回到原来的路上 记得那时 凯蒂见到我手上 还紧握着那根 保命的小树枝 简直笑翻了天 不论如何 我毕竟照她说的 hang on着了 抓紧的反意是放手 就态度而言 则是放弃的意思 据说 虽然我不确定是否真实 丘吉尔晚年 曾受邀在母校的 颁奖日演讲 轮到她时 她蹒跚走向麦克风 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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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要放弃 接着 就坐下了 就算实际上 没有发生过 这仍是个 十足 丘吉尔作风的故事 目前 在我教科的大学办公室里 还挂着一幅 与这个故事相互辉映的卡通图画 画中有一只提棚的嘴 含着一只青蛙的头 但青蛙的其余部分都在嘴外 事实上 青蛙正奋力撑开前腿 好掐住提棚细长的脖子 这幅图画的故事 正是丘吉尔传闻的另一个版本 其中的精神是一样的 绝对 绝对 绝对不要放弃 倔 我在学生时期 曾受到英国校园团契的栽培 当时的主席常用一句话来鼓励大家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在英国这句话意味坚持到底 而北美的同一词则是坚韧不拔 主席使用这个词 是指在灵性上面对各样挫折时 仍要坚持不挫 坚持下去这个词 如同我紧紧抓住那条小树枝 都是同样的意思 当然了 想要坚持不断地向神祷告 并不容易 人生充满各样阻碍我们祷告的势力 当我们为一些事工全力以赴 得到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常常就使我们像无风的帆船一般 提不起尽祷告 尤其是在事工开展前 曾何等祈求神大大赐福 而今却停滞不前 更是让我们气馁 有时候健康上的困扰 也会让我们感觉无法再持续祷告 最后就索性停止 破裂的关系及家庭的崩解 使我们产生出祷告根本无效的挫折感 怀疑神既然在这最关键的事上都让我们失败 又何必再为其他事祷告呢 临床上诊断出的忧郁症 一样会使祷告枯干无力 我们身体中的化学成分与环境结合 将整个世界都漆成灰色 也使每件事都显得绝望无助 亦包括我们祷告的努力在内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 如何坚持祷告下去 便是本章要针对的主题 我的朋友马基多年来 都是某位抑郁症患者的密友 由于多重原因 后者的忧郁症一直无法好转 这位患者常觉得祷告很困难 甚至无法相信有一位慈爱的神 马基常陪他祷告 鼓励他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就好 到祷告结尾时 再由他自己说出阿们 有一天 马基仔细地从自家花园中 找到一块形状圆滑 色泽优美 大小 适中的绣针石头 马基向他说 将这块石头 放在你衣服口袋里 当你无法相信 也无法祷告时 就紧抓住这块石头 这在提醒你 神是你的磐石 并且提醒你 我正替你相信 令人高兴的是 我们的朋友战胜了 那些艰苦的岁月 而且成为一位忠心 祷告的妇女 现在常为别人带导 有时候 对一些抑郁症患者而言 想要独自一个人祷告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由一个人陪着另一人 祷告一段时间 倾听他们的祷告 信任他们的信心 直到神透过药物 辅导和环境的转换 带出医治 同样也是持续不断 向神祷告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而言 持续不断祷告 尝试十分困难的 然而 因为事工 健康 关系 家人方面的损失 或失去心灵的平安 就决定不再祷告 也不是理智的好选择 在祷告上忍耐 持续 并坚持到底 是真正的基督徒 需要努力培养的美德 这种努力尝试 隐藏在内的 就像某些 哥德式教堂屋顶下方的 滴水嘴兽 除了神之外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 但是 祷告的确是 基督徒生命的内在故事 能否持续祷告 对于我们生命的发展 非常重要 本书稍早曾提及一个观念 求助往往是我们最好的祷告 尽管遭受的境遇叫人失望 我们仍恳求神的帮助 持续抓紧与祂交通的时间 一直以来 这就是最出色的祷告 神如何帮助我们持续祷告呢 借着引导我们的心 着重在四件事上 一 作为持续祷告基础的关系 二 在圣经里持续祷告的记录 三 持续祷告何以不可或缺的理由 四 在持续祷告上 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 这类帮助的效果 就像火车穿过回旋隧道 火车由底部的入口进入 在山里面盘旋而上 逐渐升高 之后从山上的出口驶出 有时候 出口就在入口的正上方 当你往下望 见到入口就在下方 而你的位置已大幅升高 事业变得更加辽阔 同样的 在神的祝福下 着眼于我们即将探讨的四件事上 将会扩大我们 对神和他旨意的观感 进而把希望 力量 决心重新注入心中 正如清教徒间 曾流传过一句话 所有的真理都是透过头脑 一级理解 而进入心中 他们其实是在追随阿奎内的看法 不论我们是在低迷 或是较为平静和开心的时候 这个说法都适用 当我们展开思想上的隧道之旅 愿神扩大我们的视野 也坚定我们祷告的决心 关系 稍早前 我们曾看了两个 肯定让门徒 摸不着头脑的比喻 其中一个是朋友半夜 去别人家敲门借饼的故事 在这个比喻中 这位朋友起先被人直截了当地拒绝 最终虽借到摒弃 却是靠着低声下气才借到 在另一个比喻中 一位不义的观音寡妇不断地缠颂 才嘲讽又厌恶地答应为寡妇申冤 不义的观说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申冤吧 免得她常来缠默我 耶稣讲这些比喻 难道是要给我们一个印象 以为天父很不情愿 将急需的东西赐给我们 不是的 耶稣在许多其他场合中 显示出父神是慈爱 慷慨 公义和信使的 十分乐意将美好的礼物 送给他的子女 反之 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 目的是在告诉我们 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而这正是路加为不义的观 这比喻所写的开场白 以免有人误解 持续不错 坚持到底的恳求 按照主耶稣的看法 是人在面对压力时 最该做的事 然而 如果神的确是慈爱的天父 又真心渴望给我们好东西 为何我们还要不断祷告呢 这里还有一个一直未曾清楚回答的问题 其实 情词迫切的恳求 并不如一些人所说 是在扭转神的绑壁 也就是好话连连 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原本不想给我们的东西 情词迫切的恳求 也并非指祷告到内心有一种一定会蒙英允的确据 因为这样表示 神之所以不给 是因为我们祷告得太低调 必须改用热情洋溢的祷告 才能诱使他赐下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个比喻 一个重点 一向是耶稣教导的原则 刚才那个比喻的重点 应该是 我们要为重要的需要 坚持不懈的祷告 不是因为 若非这样做 神就不会答应 而是在假装神没有答应 为何耶稣要这样教导我们 也希望我们这样做呢 至少有四项理由 首先 父神喜欢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祈求 以显示出他被人视为所有美善之事的源头 这是他的这荣耀 其次 父神希望见到 我们不止十足认真地看待自己急切的需要 也十足认真地看见他的伟大 是他为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来源 这带领我们超越自我所思 所想和生活的肤浅层面 与他更加亲密 因为我们清楚明了 他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第三 父神晓得当我们祈求的欲迫切 等待的欲长久 我们对所赐下的特别礼物 就会更加珍惜 更加全心全意地献上感谢 这会产生更大的喜乐 第四 父神有更宏大的计划 要赐福给我们和其他人 为此 他要延迟应允的时间 等到最合适的时机及环境 才将祝福赐下 因此 有时 以坚韧不拔的心持续祈求 并且以期盼的心继续等待 都有其必要 也是一条敬前之路 这会增强信心的肌肉 就像不断行走 能强化我们心脏和腿部的肌肉一般 有一个事实 能在眼前的失望和无助之中 鼓励你我持续祷告 那便是我们与神之间 如家庭一般的盟约关系 这个关系将我们与圣父 圣子 圣灵连结在一起 也将三一神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直到永远 保罗在描述这种普世的基督徒经验时写道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四 就是神的后四 和基督同作后四 自称为基督徒 却从未有神儿女应有的见证 又不因这个身份感到喜乐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成为神的儿女是我们最大的特权和保障 也一直是吸引我们祷告的最大诱因 要成为神的后四 一方面是借着收养 使我们得以拥有家庭地位 另一方面是透过重生 一级经由圣灵更新我们的心 使家人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萌芽 在保罗生活的时代 通常富有却没有孩子的公民 会收养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产业 并将家族的名声传承下去 神正是透过保罗的类比 来说明成为他后四的第一个方面 然而 重生却无世俗的例子可为类比 因为这是与基督联合时 所产生的创造性改变 经此改变 我们里面被植入尊崇神 送赞他的心态 这种变化与过去截然不同 难以言喻 正如风的起源与方向 令我们难以捉摸一般 促成重生的力量 与创造世界的力量是一致的 猛收养和重生的双重祝福 虽没有让我们的人生免受苦难 但的确将我们变为 拥有独特权利和使命的子民 因此 当我们遭遇苦难 最重要的是 勿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据称马丁·路德曾说 宗教是关乎人称代名词的事 确实如此 而婚姻的存在便提供了证明 因为借着婚姻的盟约 双方可用我的丈夫和我的妻子互称 孩子也说明此点 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是从会叫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开始 同样的 与神所立的约 也是我们能说我的神 而在约中 蒙收养的事实 则使我们能叫阿爸父 除此之外 我们每个人提及 所相信的主耶稣时 不但可以像多玛一般 称呼我的主 我的神 我们信仰必须由此开始 也可以因着敬爱 而称他为我的兄长 因为无比奇妙的是 他称我们所有人为他的弟兄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复活的主向 摩大拉的玛利亚如此说 西伯来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也说 所以 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 与我的弟兄 所以 我们必须了解 我们与耶稣 都是手足关系 也可说 当严峻的环境 引致内心的自卑和沮丧 要记得 天父的家 是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关系的原因 圣灵的主要执事 是做圣父和圣子的代理人 所以 根据之前所说的 我们读到下面这句话时 必不会感到惊讶 你们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 也就是说 圣灵不但分次 还维系我们子女的本能 使我们能肯定地称呼主耶稣的 父为我们的父 我们也不亚裔保罗描述福音时说道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继位儿子 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 父 在此 保罗提醒我们 神的灵催促我们在信心的确据中 为自己而呼叫我的父 我的神 在福音书中 主耶稣所呈现的基督徒生活 就像是与父亲同在的生活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也是登山宝训最主要的一章 教导门徒要如何祷告和施舍 要积聚财宝在天上 不必担忧每日的需要 在种种的教导中 耶稣都传达了神是你天上的父的信息 第七章的许多地方也一样 他警告门徒不要论断弟兄 也鼓励他们带着期盼的心 祈求所需用的东西 每一则教训都是建立在他们与神的关系上 是神为他们慈爱、倾听、供应、公义、权能和宽大的父 整篇讲章就像是以父神的角度 提出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道德轮廓 父亲的责任是保护和照顾他的孩子 并且要栽培他们 使他们走上他期望他们走的路 在盟约的家中 信徒及神的关系架构里 我们由圣经中看见到神赐下许多 他必回应祈祷的应许 这些应许是永远有效的 因为神信实地履行他自己所说的话 人的心情常会起伏不定 但不论是晴天、阴天或雨天 神的应许都不改变 类似的主题 我们已在前面几章讨论过了 此刻我们想要强调的 是在履行责任之后 应许实现的必然性 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他是在谈论持续地祷告 在希腊文里 这三句中的三个动词 都是用现在式 表示一种持续的行动 也就是一直不断 不断地做我们所做的事 耶稣是在说 继续祈求 继续寻找 继续叩门 接着 他提供理由 因为烦祈求的 就逮着 寻找的 就寻见 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 令人惊讶吧 但这是耶稣所说的 而且他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所以 按照耶稣所说的 当神的儿女忠心地 把祷告事项 带到天父面前 就没有所谓 为蒙英允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一定会受重视 诚如之前所述 可能祷告 没有照着我们 所提出的方式蒙英允 也可能 神要我们留意 在他赐下 我们所祈求的 东西之前 我们生命中的 某些事 必须先改变 另有可能 他应允祷告的方式 令我们明了 我们所祈求的 并非第一优先 所以 神答应的是 我们应该做的祈求 而不是我们 实际做的祈求 但 这仍不表示 祷告为蒙锤听 耶稣必定 晓得当他说 烦祈求的 就逮着 寻找的 就寻见 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的应许时 门徒都平息静气 因为这个应许 听起来太美好 以致显得不真实 所以 为了使他们听得明白 他又加上一段说 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求饼 烦给他石头呢 求鱼 烦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 这段话的思路 是引领人做大胆 和持续祷告的 极强动机 神的应许来自于 他与子民之间 所立的家庭盟约关系 这份应许也给了我们 动力和方向 促使我们持续祷告 抓住神所说的话 而不在一身处的环境 有多恶劣 内在的情感 有多枯竭 因此不难想象 保罗会用不住的 祷告这样的指示 来鼓励我们 与神建立关系 一点都不错 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鼓舞人心的记录 圣经中许多 持续祷告的记录 都可以成为 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在此我们要查考 其中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诗篇中 持续祷告的例子 另一种是三位神的仆人 尼西米、哈拿、撒加利亚伊的榜样 神所赐给我们的一百五十篇诗篇 既可用作祷告的教材 又可用作赞美的模板 这些诗篇为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模式 提供了许多洞见和观点 是我们所有的祈祷 赞美、诗歌、遗文 都必须遵循的指引 在这些诗篇中 有个术语来称呼持续的祷告 这个词语通常被意为等待 我们伺候或等候主 就一般通俗的用法而言 等候听起来好像静止不动 但在诗篇中 等候主的意思恰恰相反 代表一种继续不断祷告 与期盼的持久努力 我们在等候时 必须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留心倾听祂的声音 求祂帮助我们坚持到底 只等祂行事的时间来临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够接受训练时 当主人说 停住不动 他就要学着站立不动 不摆动也不摇动 不知必得生在信息版圣经中 将等候主 以为在神身边停住不动时 心中是否出现了这幕景象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 心怀不平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大卫在诗篇三十七篇 七节和三十四节 也如此说 而同样的经文信息版圣经 意为在神面前安静 而是热切深情的等候神 这些词汇生动地描述出 持续祷告的决心 而大卫在诗篇第四十篇 也同样见证出神 这类祷告的回应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我的脚步稳当 信息版圣经将第一句译为 我等候 等候 又等候神 是为要将西伯来文的字译 在等待中 我等候翻译出来 而这里 我曾耐性等候的译法 则是想要表达 我持续等候直到 神最终出手的意思 诗篇第六十二篇 也是大卫写的诗 与过去不同的是 这首诗在持续祷告中 加入了静默的元素 我们在第一节读到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默默这个词表达出 超越抱怨的想法 不再像处于困境中的人 一刻不停地为自己申诉 我在静默中等候 我晓得神听了我的祷告 我正等候他拯救我 在第五节中 大卫劝告自己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他提醒自己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信息版圣经 将这两节经文用 破折号来表示 神啊 一独一的神 我要等候他 只等他出生 何等简洁 何等直接切众 在安静中 持续祷告的重点 不论要花上多久的时间 正如我们所引的 其他诗篇经文一样 我们也能在这里 找到鼓舞人心的榜样 上行之诗描述的最生动的 是这类等候祷告所 呈现出的渴望与期待 当朝圣者一年三次 长途跋涉到 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敬拜 就会唱这些诗歌 来表达心中的期望 诗篇第130篇描绘出 看守城墙 亦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墙 的守夜者所怀抱的忍耐 他每夜工作 在城墙的顶楼踱步 留心城下黑暗中的各种动静 守望 聆听 尽他的职责 但他晓得 当晨曦逐渐在东方的天空展现 他每夜的工作就接近尾声了 每夜的生活之后 太阳必会升起 他的轮值告一段落 他可以回家休息了 他对神的盼望 一如对黎明的盼望一样 是有根有据的 黎明总是会来临 同样的 当朝圣者向上行走 登上耶路撒冷的守护墙 他们便透过祷告来提醒自己 对神的期待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华 剩余守夜的 等候天亮 剩余守夜的 等候天亮 最后 重复的一行带着踏步式的韵律 听起来就像是忠心的守夜者 往来巡逻 在盼望中 等候天亮 所以 在充满期待中 紧紧抓住神 就像守夜的 等候天亮 就像守夜的 等候天亮 现在 我们来看另外两个 有关持续祷告的圣经故事 一个是关于一位男士 另一是关于一位女士 首先提及的是尼西米 他的书是公众人物的个人记录 就像今日政治人物的自传一般 我们之前曾查考尼西米记的事件 现在 我们把焦点放在他第一阶段记录的细节上 这部书以一个日期作为开始 接着记录一天祷告 再提供另一个日期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 哈拿尼 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 这些人带来了坏消息 耶路撒冷的城墙 及守望者 曾经日夜看守的城墙 被拆毁了 甚至城门被火焚烧 仇敌的势力占领了周围的土地 被鲁归回剩下的犹太人 在倒塌的城中遭大难 受凌辱 尼西米听了这话消息后 就为耶路撒冷的重建进食祈祷 他祷告说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接着 他的祷告以此作结 使你仆人献金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尼西米是在哪位王眼前蒙恩呢 我们发现是波斯国的亚达薛西王 尼西米祈求的是什么样的恩惠呢 他从耶路撒冷来的朋友 及其他人必曾告诉他 若是他能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的省长 就可以重建那里的秩序 然而 尼西米不能自由离去 他的地位属于高级奴隶 他说 我是做王久政的这一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周七日 他都要在宫中欲先品尝当晚 研习的食物和酒 他必须留心食物 准备过程的各种状况 并且亲自把酒递给国王 这是风险极高的职务 因为当时常有政敌 伺机下毒 夺取政权 久政的首要任务就是嗜毒 这样 万一有毒 他就代替国王中毒 甚至死亡 若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 国王隔天可以轻易地任命 另一个久政上任 无怪乎奴隶或外地人常被选来担任这个职位 而这正是尼西米的职责 事实上 若是这项工作做得称职 会是一份尊贵的职务 因为常有机会与国王亲近 因此 在古代皇宫中 久政常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 而我们认为尼西米可能便是这样的人 然而 这份工作同时也使他动弹不得 皇室的家臣是没有假期的 对久政而言 更没有任何请假的余地 因为国王每天都要吃喝 所以 当尼西米说 我是坐王久政的 这显示请假是不可能的妄想 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 回去耶路撒冷重修毁坏之处 从一开始就难如登天 纵然如此 尼西米和他的朋友们仍致力祈祷 盼望真有可能回耶路撒冷 进行重建的任务 在第二章的开头 我们发现另一个日期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尼西米接着告诉我们 在那个月份 出乎意料的 他竟被任命为国王的专员 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 从祈祷到成就 中间隔了几个月呢 九个月 在我们看来 每一日 这一小群人都祷告说 请让尼西米今日得以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而他们需要等候 持续祷告 即我们所谓的紧抓住神 成为他们祷告的标志 同样的 对我们而言 当需要未得解决 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祷告的标志 结果 正如神一向所做的 他在适当的时候 回应了他们的祈祷 尼西米得以出任 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任务 并在神的协助下 做得有声有色 哈纳也是一位 持续祷告的榜样 撒姆尔记上 一章记载他祈求 有一个儿子 而显然 他已为此事 祷告很久了 哈纳和他的丈夫 以利加拿及其另一位妻子 每年都会到 摆放约柜的侍罗献祭 哈纳受到对手的嘲笑 尽管丈夫给了他双份的肌肉 他仍因耶和华不使他生育 而痛哭流涕 以利加拿这位热情 却无趣的男士 无法同理他面临的挫折 哈纳持续为着自己 能够生育祈祷 他祷告得如此迫切 以致前后摇晃 全身都进入祷告的状态 他的祷告是如此私隐 以致只在心中默倒 虽然他的嘴唇仍然在动 家庭的处境是如此令他愁苦 以致他在祈祷时痛痛哭泣 他许愿说 若是神给他一个儿子 他就让他终身做神的仆人 祭司以利舒适地协议在靠着门柱边的椅子上 他显然看不惯有人做这么长时间 又热切地祷告 尤其是出自一位妇女 他想她硬是喝醉了 也这样说出来 大部分妇女遇到无法生育的尴尬问题 通常选择避而不答 留待祭司自己思索 哈纳却没有这么做 她唤起以利应付的祭司职份 尽管在这个事件中 我们看到年老的以利早已忽视了他祭司的责任 令人悲叹 哈纳确切地指出以利的误会 她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一 以利曾见到这位妇女年复一年的来圣殿 如今她晓得她忧伤的源头和祈祷的主题了 透过哈纳 以利恢复祭司的呼召 宣布了一项神所应允的祝福祷告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四年以后 哈纳带着大约二至三岁的撒姆尔来到以利面前 让他终身成为神的仆人 而撒姆尔的确也成为以色列的先知 祭司及君王的告立者 在痛苦祷告的岁月中 哈纳对于神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回应 可说一无所知 反观我们 有幸在新约的提示下 见到持续的祈祷何等重要 也见到神如何在适当的时机 使用这些祷告 让他百姓在属灵上得益处 也让他的名得着荣耀 同样的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中 我们读到年老的祭司撒加利亚的故事 他也是膝下无子 而他与妻子也显然曾为此事祷告了许久 可能从婚后就不断祷告 却毫无结果 路加在介绍这故事时说到 他们二人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接着 一位天使显现 说 撒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为子嗣祷告了多少年 我们不晓得 然而 如今天使宣告了神奇妙的作为 神已经听了你的祈祷 伊丽莎白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为他起名叫约翰 你们都要为他的出生而喜乐 他将担当极为重要的职责 为即将来临的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对这对年老的夫妇来说 如此的却具是何等的奇妙 让他们得以紧紧地抓住 好度过施洗约翰诞生前 那几个难熬的月份 我们再次见到 神如何在关键时刻 以他的智慧和美善 回应了持久中心的祷告 也在更宏伟的属天计划中 赋予这个答案最重大的意义 持续祷告的理由何在 本章前面 我们提供了简短的理由来说明 何以再为重要且急切 长期或短期的事祷告时 需要有清楚的焦点 并要深入认真 并且以被滥用的现代词语来说 充满热情 现在我们同样要简洁地浏览一下 另一个相关且有些重叠的问题 何以祈求某项祝福 等候神回答时 他总是要求我们要忍耐 持续和坚持到底 由于两个问题有些重叠 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回答 也可能相仿 首先 神促使我们忍耐等候他的作为 是为了净化我们的动机 通常我们最初形成的祷告事项里 充满了自我中心 即为自己利益着想的成分 因为有许多层利己的思想 裹住了情欲的我 就好像洋葱蹄一层又一层地 包裹住他的核心 当我们等候神 不断更新我们的请求 他便引导我们看见 最初的祈求动机是什么 虽然 我们的祈求无可置疑的 是出于真心 但往往仍看重自己的舒适 方便和荣耀 多过于神的尊贵 颂赞和荣耀 因此 天父透过向我们显示 他如何看待祷告 会将我们热切关注的一些念头消去 好让我们可以重新调整 和改造所祈求的事项 这些不断修正的 这些不断修正的恳求 不是耶稣告诫门徒要避免的重复化 而是逐渐垂炼出的真正渴望 让神借着赐福给他的仆人 使他自己得着荣耀 借着等候的过程 神使我们与他的关系更加亲近 其次 神促使我们忍耐等候他 是为了要让他的回应 可以透过自然的方式来完成 虽然 有时一祈求 就有快速和显著的回应 但是不加选择 就制造出许多神迹 绝非神行事的方式 催促以色列人出埃及 建立以利亚与以利沙及其门徒 对当时政权的影响力 证明 但以利是神人 确认耶稣弥赛亚的身份 协助使徒宣扬新国度的来临 这些神迹常为人所称颂 但大家经常忽略了 神迹一直都是个例外 而非常规 大多数时候 神对他大部分仆人的期望是 在正常生活的正常过程中 存着智慧 顺服和敬畏神的心来生活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 神如何成就尼西米的祷告 尼西米及其朋友 为着今日可以神迹式地 在王面前蒙恩 一直不断地祷告 神让他们等待了九个月 两百五十个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 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却是出自神的意象 尼西米的面容 因着忧心耶路撒冷 而变得愈来愈愁苦 显然 他自己没有留意到这点 因为在波斯王眼前面带愁容 是谋反的象征 可以背叛死刑 在满甲 胡须而同静的质量 又不佳的时代 一个人很容易会忽略自己的样子 亚达薛西王显然很喜欢 也很尊敬尼西米 当他指出后者的表情 也判断他必是心中愁烦 这让尼西米有机会坦白 说出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 以及此事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如之前所说 尼西米不可能自己提出要请假的要求 但因着友谊和热心 王却主动开启画匣子 出于对尼西米个人的关心 他留意到耶路撒冷的问题 也询问尼西米想要他做什么 没想到 不经意挑起的个人闲谈 竟成了过去九个月 每日呼求神成就的关键时刻 按照过去惯例 犹太的纠正 奴隶绝没有可能促成的事 却因着他愁苦的脸 经过九个月忧愁所刻画的痕迹 引发亲切的关怀 而非可预期的震怒 进而将机会带到他面前 于是尼西米磨祷天上的神 向王提出他的请求 没多久便上路了 祷告蒙英允了吗 是的 因着神迹 不是的 是因着事件自然的发展 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安排事情自然发生 是神应云祷告的惯常手法 而这经常需要花时间 因此我们必须乐意等候 持续祷告有其必要的第三个理由是 神所选用的策略 有时就是排除立即的回应 孩子向父母说 我等不下去了 而身为父母的我们 则时时向孩子说 你必须等候 等候的能力是区分幼稚 与成熟的指标之一 成熟的人是以学会等候的人 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变得成熟 这个功课 是成人基督教教育中的一部分 婴儿出生时 并没有随身带着等候的按钮 这是每个人都清楚晓得的 但到了学部阶段 有耐心的父母就开始教导孩子等待 逐渐的健康的孩子成熟了 也开始分辨优先次序 甚至认清有些事项比他或他自己的事还要重要 他们学会有耐心 学会意志冲动 学会遵守优先次序 学会容忍 这正是西伯来作者所描述的通往灵性成熟的路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有时 神用延迟回应来管教和训练我们灵性的肌肉 当我们持续不断地祷告 信心的肌肉就锻炼得越来越强壮 我们学会意志怀疑 发怒和任意夺取的冲动 我们学习相信神 并且不住地祷告 管教就是训练 神使用什么方式和场合 来训练我们不得不等候祂的回应呢 在某种程度上 保罗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做了一个听来有点荒谬的声明 我们这些因信称义和与神和好的基督徒 可以在苦难中喜乐 何以如此呢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当尼西米、哈拿、约伯和保罗 一次又一次为所面临的困境祷告 却看不见神有任何动静 唯有等候 他们感到难受吗 若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 将种种得不到你所喜欢的事物 或不喜欢你所得到的事物等情况 都包含在苦难的定义中 那么答案很清楚 他们当然觉得难受 当祷告似乎一无所获 有谁不难受的呢 所以除了持续祈祷 这时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容许苦难和等候来推动我们 沿着保罗所描述的顺序前进 他的描述是如此生动 容许患难产生忍耐 一种坚忍到底的质量 接着 忍耐反过来建立我们的品格 而产生盼望 信心 也就是说 神会像过去所做的一般 让我们不断坚持下去 直到我们得着最后的荣耀为止 再者 我们的盼望 因着神爱我们的确具得以加强 从今直到永远 神爱我们的认知 已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不论我们的祈祷 有否按照所期望的时间和方式成就 透过这个全方位进步的过程 我们可以放心让神选择在最佳的时刻 赐下他最好的礼物 克服持续祷告的障碍 我们已经查考了一系列 为何需要抓紧神祷告的理由 不过 任何一位与神同行一段时日的人都晓得 说比做容易得多 为何持续祷告如此困难呢 现在 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本书 一开始就碰触到的悲碳 坦白说 持续祷告的确不容易 虽然 表面上我们维持得很好 实际上 却在心中呐喊 我们与神交谈的时间 可不可以更稳定 更有质量 为需要的状况祷告时 能否更专注 更坚定 而在祷告过程中 能否更持续地赞美 为何我们发觉这些坚持是如此困难呢 这是因为世界 肉体 撒旦三者联手破坏所有形式的祷告生活 也抵挡一切 我们想付诸实行的努力 由于篇幅有限 难以细说对付这些障碍的良方 不过 我们仍将尽力提供一些容易掌握的看法 世界 一直在抵抗神或不需要神的情况下 所组织而成的群体生活 暗示祷告是一种怪异和无意义的行动 使我们对祷告产生怀疑和分心 主要来说 世界是对神漠不关心的生活方式 我们很容易便陷入其中 我们想从事和其他人一样的事 既然他们不常祈祷 那么为何我们需要祈祷呢 这样的生活里 塞满了今世的活动与联系 所以把祷告排除在时间表以外 我们为何不加以效法呢 对他们来说 任何事都比建立祷告习惯重要得多 有没有可能这才是正确的呢 总而言之 在暗地里 世界无时无刻想要阻止我们祈祷 肉体 意味我们心中内在的动力 因着人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罪性 而遭到扭曲 尚未被恩典完全修复 我们从克西玛尼园所发生的事 可以看见 罪性如何让我们内心的 这股动力变得软弱 当时门徒礼当陪伴耶稣 为他祷告 因耶稣希望他们这么做 而他自己也需要祈求有能力 度过当晚即将来临的事 没想到他发现门徒都睡着了 耶稣忧伤地说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但肉体却软弱了 每当我们从事对灵性有益的活动 就会缺乏内心的渴望 动机 心理的力量 热情 及专注于服侍神和求神荣耀的心 我们必须求主借着圣灵来 重新激励我们 以防我们全军覆没 当耶稣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显然这正是他心中所想的 接下来 当然 还有撒旦 如彼得所称的仇敌 他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撒旦不是创造者 而是摧毁者 破坏神的计划 毁坏人的灵魂 全是他想做的事 保罗在一幅所书的结尾说道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有部分武器出现在第十六节 在那里 保罗提及要拿起信心的盾牌 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保罗所提到的是指第一世纪时 所谓的不道德战争 火箭或刺枪是用沾满油的布 包住枪或剑的头 点燃之后再发射出去 这种火箭射中人时 会即焚烧且刺伤那人 对其造成双重的伤害 保罗说 我们需要信心的盾牌 去熄灭那些可怕的攻击武器 罗马军人配备的铁制盾牌 可以抵御所有的刺枪 也不会被火焰穿透 同样的 保罗表示 向父、子、圣灵寻求力量的积极信心 能抵抗所有对启示真理的曲解 抵抗所有怀疑不信 以及令人沮丧的试探 总括而言 信心的盾牌 能使你在撒旦攻击之下 免受任何伤害 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这个事实 因此 神所赐的信心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些攻击包括 用各种理由阻止我们祷告 让我们倚靠自己而不倚靠神 并且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即使不是永久的 也是暂时的 此外 还有像自己说反抗是无用的 我们无法胜过试探等等的负面想法 燃烧的火箭正是这类一面倒的 有伤害性的思想 它就像从天花板滴下的水 破坏了地毯和家具一般 破坏我们的灵魂 必须采取行动用信心去消灭它们 在我们看来 圣经中记载这类一面倒 有伤害性思想的最佳例子 飞下娃莫属 当时撒旦就是在他的思想上下功夫 引诱和欺骗他吃下禁果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他在前一刻还明了 吃禁果是一种不信 不顺服的表现 但当上述的想法进入他心中之后 之前的警告就顿于无形了 不信通常始于这种不经思考的状态 撒旦把想法放在他脑中 他不加思索 也不记得神曾对亚当说的话 只要稍留余地 不信同样会趁着我们不加思索的时候 进到我们心里 我们是否曾忘记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之爱 成为神仆人的神圣呼召 和透过基督而有的属天喜乐与盼望 这是由于我们放下了信心盾牌的缘故 紧接着撒旦的下一只火箭 按着属灵层面而言 就会正中我们的脸 但是信心会让我们在顺服中坚持下去 不住祷告 信心会让我们继续期待 不住盼望 信心会使我们紧抓住神祷告 尽管受到各样的挫折 仍不断抓住神的应许 在这里 有一些技巧能帮助我们 而不同的技巧适用于不同的人 若是你发现在末岛时心思涣散 就大声祷告 若是你发现一旦开始一天的工作 就找不到时间祷告 那么便提早起床 在做任何事之前先祈祷 若是你发现自己的思想与言语无法一致 可以写下想专心祈求的事项 并且用你所写的导词 将事情带到神面前 你可能会发现 以一本日记将你向神祈求的事迹下 会大有必义 有些人的确如此 另外 要留意 有哪些事 使你无法专心祷告 使着避免这些打扰 以上只是一些常识性的辅助工具 它们不会使你的持续祷告 变得容易些 却能增加其可能性 在祷告中要保持真诚 保持认真和坚持的态度 坚持到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蒙照 就是要维持我们与神的关系 更要在其中有所长进 遵循英国伦敦 象山学院的格言 责善固执 倔 以下的声明是清楚明白 且符合现实的 所有我们曾探讨过的祷告模式 包括恳求 赞美 默想 即在压力下 仍持续祈祷 全都是战争的行动 是向神超自然的仇敌 所发动的反击保卫战 鼠灵征战有许多意义 祷告在其中 也扮演重要角色 因天幅有限 不能再次讨论 但是这里所说的观念 都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基本原则 在与神的一切交流中 撒旦和其仆役竭尽所能的破坏 不断想削弱我们的能力 除了定期向我们 发动直接的攻击外 也借着间接的手段 耗尽我们的力量 有关这个层面的基督徒生活 马丁路德的经典诗歌 可谓鞭辟入礼 上主是我坚固堡垒 永不动摇之保障 上主是我随时帮助 使我脱危难恐慌 历代仇敌撒旦 仍遇兴波作浪 他尖角又是强 残忍毒辣非常 无比凶恶真难防 我们若靠自己力量 虽然奋力必失败 有大能者在我一方 他是上主所选派 若你问他是谁 基督耶稣元帅 又称全能主宰 世世代代不改 他至终胜利奏凯 纵全世界充满鬼魔 恐吓要将我毁灭 我们不怕 因有神旨 靠主真理必告结 幽暗之君虽猛 我们也不心惊 狂暴我们能忍 因他永行已定 主言亦出即道清 借着持续祷告 当我们呼求天父 并在基督里 寻求复活主的帮助 就能开始扭转战事 反败为胜 所以 因着神的协助 我们持续祷告 也因着神的协助 我们将坚持下去 第九章 参与群体 我要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尝在我中 我的心必因 耶和华夸耀 千悲人 听见 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 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诗篇三十四章 一至三节 演员都是牛 大导演西区考课 如实说 据称在摄影棚里 他坚持己见 绝不妥协 甚至不惜 让演员处于危险之中 有一次 我受邀拍一部短片 遇到一位 就像西区考课 那样的导演 两人相持不下 这位导演认为 我带来的剧本 沉闷无趣 便气质不用 而要临时感用 他的脚本和方式 最初 我照着做了 效果却不张 由于导演的脚本 不是我平时 惯用的语法 而原先的台词 又不时令我分心 所以要说的话 卡在嘴里 难以流畅 紧张的情势 不断升高 我一试 再试 三试 四试 直到不得不离开 去赶搭飞机为止 我不晓得自己的努力 最终会不会被采用 只晓得导演 一点都不欣赏 我不认为 你在拍片的事业上 会有什么前途 当我和导演握手 他丢出这句话 我向他保证 自己也从来没有计划 要从事这个行业 就离开了 不论这位导演 在拍片前 对我的认识有多少 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总之 我在角色的扮演和沟通上 只能遵照自己的本相 若是你硬要 逼我演出 不属于自己的 另一个角色 我就会全身僵硬 动弹不得 而当初那位导演 对我的想象 并没有将这个具体的事实 包括进去 做自己 是我在摄影棚里的绊脚石 但这反而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 做你自己 活出神造你的样式 显出你的新性情 也就是如今最真实的自己 圣洁意味在基督里 自然流露的生命 以上这些全是我们从一开始 所提及关于祷告的根本依据 不论在实行上有多困难 祷告可说是人重生之后 一种自然 本能 真实的行动 我们竭力祷告 不仅是因为这是必要的 也是出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每位信徒都自然而然 有想要祈祷的冲动 而当我们尝试祷告 就是最真实呈现出自己的时刻 截至目前为止 本书的焦点几乎全在于 个人的祷告 换言之 是遵循耶稣的教训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也因为这种和天父之间 私下单独的祷告 一直是我们注意的重心 本书接连查考了什么是祈求 查看了默想 也探讨了赞美及抱怨 此外 在前一章 我们则是强调坚持向神祈祷的重要性 在持续的祷告中 表达出坚持到底的信心与盼望 相信不论环境何等恶劣 神都不会离弃我们 所有这些祷告模式 让我们在基督里发展自我的独特性 并且不断长进 持续一生 直到终有一日 我们便为主的荣幸 亲眼见到祂的真体为止 的确 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 都能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成为比过去更加真实的人 福音使我们了解 此时我们正一个 一个地站在无限伟大 掌管宇宙的创造主前 而每一个人都要个别面对祂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我们 做这件事 福音教导我们对自己说 我不能再跟随世界的潮流 甚至基督徒群众的潮流 也不能再将自我当成神明来事奉 从今以后 我必须承认 我是在神的眷顾下生活 不论做任何事 都是向祂做出回应 我要在祂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世界的救主 我个人的主理 操练信心 因此 主耶稣 教导我如何成为 你的门徒 让我在一切所做的事上 都讨你的喜悦 是神在基督里 把我们转变成独特的个人 在祂面前了解自己 并发展出本身的独特性 得以认真面对人生 亦是两百年前英国的福音派 用来表达信徒 真实生活质量的方式 强调深化的个人性和独特性 对理解信 忘 爱及祷告的生活 并将之实行出来 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然而 这不代表全部 不论我们的祷告 门徒训练 在基督里的身份 或基督徒生活的状况 都不足以代表全部 若认为与神相交全然 是私人的事 借一句话形容 独自一人奔向独一的神 其他人没有任何参与空间 便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正如导演对我所怀有的错误观念一样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具体的事实 也就是圣经谈到基督徒身份 所具有的教会特质 这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 在所有重生者身上形成的一种存在 本章将针对这个主题 做进一步的解释 教会的一体性 在开始前 我们必须澄清一些基本观念 对许多人而言 教会指的是一栋建筑 曾担任英国首相的格列斯东 在十九世纪后半夜 主导英国的政局 他是英国国教徒 常在心中思想有关教会的问题 有一次 他问他的司机说 什么是英格兰教会 据得到的答案是 是在转角那间有尖塔的大型建筑 对今日许多人而言 教会是在乡间 有着高高尖顶的白色小型建筑 就像圣诞卡上的照片那样 如果他们晓得 圣经所指的教会 从来都不是建筑物 而是只在人的家中聚会 恐怕会大吃一惊 并有些人以为教会是宗派的标志 以及在全球基督教群体中 有着独特传统或神学的群众集会 例 英格兰教会或神照会等等 但这也不是圣经的用法 尽管我们所谓的宗派 就像各家的聚会一般 确实体现出圣经所定义的教会 事实上 我们发现 圣经所描述的教会 不论是地方性 全球性或宇宙性的 正体现于 已在荣耀中的世事圣徒 和仍在地上的今世 圣徒身上 当这些人彼此 以一种复杂的方式 连结成为一个单一的集合 那就是教会 圣经用各种图像 来形容这群人 他们集合在一起 就像一栋建筑 家庭 圣殿 栽种的园子 身体 羊群 及葡萄树枝 所有这些图像 都以不同的方式 表达出一个意念 一一个个独特不同的部位 坚固地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 这些部分若单独存在 就显不出任何意义 但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整体 就具有价值 举例来说 一个门坝 若不连于某栋建筑物中的 一扇门上 就没有任何作用 但若连上了 就显出它重要的功能 像门把 石头 麦穗 脚趾家 这些单独的项目 都因连接的缘故 成为某栋建筑物 圣殿 麦子 人体的一部分 而具有价值 缺乏了整体性 这些单独项目 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同样的 缺少了这些单独的项目 一个整体 也显得不完全 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神的百姓 便包含在这个整体中 圣经所描绘的教会 透露出在同一个身体内有 两种连结的方式 联合的和有机的 后者暗示着 这种连结的每个部位 都共同分享 独一的一股生命和能量 因此 后者显然比前者含义更深 联合代表的是 横向的与其他人连结 而有机的观念 却是纵向的与永活的 基督生命相连 在其中 我们不仅与他同享着生命 更与像我们一样 活在他里面的人 一起分享着生命 我们密而不分地与他连结 就像与其他人连结一般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与任何地方的基督徒 亲密地连在一起 一如连体英那样 但不同的是 但这样的连结 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坏处 反而大有弊意 在此 有两幅图像形容的最贴切 基督形容自己是葡萄树 而信徒是只子以及保罗 用身体所做的比喻 以及基督是投机 永流不息的生命 而每位基督是具有功能性的肢体 教会是身体 这个有力的图像 出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和以福所书第四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我们读到 就如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维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个自作肢体 所以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进一步说明 想象一个脚踏车的轮子 轮幅一方面连接轮毂 也连接轮量 每一条轮幅都施力 给轮量 除此之外 每条靠近轮毂的轮幅 都彼此交错 因而产生加倍的动力 基督 我们复活的主 就像轮毂一般 而我们这些信徒 则像是轮幅 既连于基督 也连接轮量 轮量代表的是 教会有组织的外展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应对 这个生活有所贡献 就像每条轮幅 都有助于 整个轮子前进一般 而交错的轮幅 更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 都是经过设计 被安置在基督的身体中 为要服侍和援助他人 而同时 也接受其他盟主 差遣的基督徒 来服侍和援助 或者 想象在一个身体中 当一只眼或耳失去作用 另一只眼或耳 如何承担额外的责任 来弥补损失 使我们仍旧可以 像有双眼或双耳般地 继续运作 一或 想象一位下身瘫痪的人 他的手臂和肩膀的肌肉 长得格外有力 因为整日都要负责 推动轮椅 在此要强调的重点是 在基督的身体里 首先 我们与基督同享一个生命 而在他里面 即透过他 我们实质地与其他 每位基督徒 分享同一个生命 其次 根据上述的事实 我们必须奉献自己去爱 服侍和帮助在基督身体中的 其他同伴 这是不可回避的一项义务 若是从开始过基督徒生活起 就忽视这条 将我们与基督 及其他所有基督徒 连在一起的线 换言之 无视于这个极端重要 非常根本 像大象般 具体的事实 就是受到抽象的 个人主义式基督徒生活观的蛊惑 在基督里彼此 做出有建设性的连结 绝非只限于参加主日崇拜的时间 亦虽然这份连结关系 的确可以强而有力地影响崇拜 使我们每次参加时 都能彻底地反省自己的思想 动机和行为 但更重要的是 要问以下的问题 我是否回避 坐在第五排的大卫 故意当作看不见他 因为我八步的他不出现 然而 大卫与我 就像我与他一样 同属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基督的爱 常要求我们善待不喜欢的人 更积极地说 若真一和亚瑟宣布即将结婚 我会为他们高兴吗 若是收到邀请卡 我会参加婚礼 见证他们所起的事吗 假如玛丽和我在教会的政策 或讲台玫瑰花的颜色上 意见分歧 我会立即按照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所指示的 以及马太福音五章 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所确认的 照他出来协商 以保护教会不因我们的分歧而受损吗 假使我得知约翰涉及一宗不公平的交易 即使找他 谈这是会令人不舒服 我还是会去谦卑地指出他的错误 请他恢复诚实吗 我是否邀请单亲妈妈苏贞 大学生派池 商人玛丽欧 使用轮椅的法兰西斯 无家可归的艾达 丈夫得癌症的安娜 逗我校的朱莉 不善社交的奥黛利和说 另一种语言的吉诺 来到我家中做客呢 为何我需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全都联合在一起 为要塑造一个身体 而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头 就是我所相信的 也是他们所相信的 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全都与他连在一起 也因着他的恩典 彼此连结成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可见的形体 便是教会 只有那些真正相信 他们彼此互为肢体 一起形成基督身体的人 才能实践出 上述彼此服侍的行为 因我们需要彼此 神以护照 我们一起在地上 形成这个身体 这意味着 我们借着彼此的关系 要见证他救赎的大能 用何种方式呢 也就是我本章 所要阐释的那种体性 自满和自我中心 在基督身体中毫无地位 骄傲的人自以为 无需其他基督徒的帮助 神不会助长他们 在他眼中 属灵的孤立不是美德 而是恶事 只有透过互相的倚靠 服侍和牧养 基督徒才会真正成长 而教会才会真正长进 根据保罗及多处经文的阐释 在新约的观念中 普世性教会的缩小版纸的事 不论何时何地 都有一群人聚在一起 成为教会 行教会所当行的事 从圣经学习信仰 透过圣灵向父和子献上赞美 敬拜 祷告 维持福音中的圣礼 建立牧养领导系统 操练彼此的关怀 劝导 鼓励 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 这就是地方教会生活的精华 即使超越地方教会之上 这种彼此相主的感觉 仍应存在于各宗派同信仰的人当中 同样的原则 甚至可延伸至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之中 教会的一体性 尤其是教会的祷告 可带给需要认识耶稣之爱的人 莫大的吸引力 社会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的结果 让人产生极大的空虚感和孤独感 以致渴望建立真正的联系 俱乐部、社团 以共同兴趣为主的网络 虽可填补一些空缺 但唯有透过基督徒 特别是地方教会的团契 所表达和实践的基督之爱 才能真正填补空虚的心灵 无怪乎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讲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重要的教义后 随即讲述著名的《爱》的篇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教会只有向彼此极向那些尚未认识耶稣的人 透过叫W、传讲、唱诗、祷告和活出他的爱 才能完成引人归主的使命 正因为我们全都属于耶稣基督 所以借着教会中爱的连结所发出的强力邀请 我们暂时松开手欢迎一些人 进入这个彼此相助的圈子中 在教会的绑壁里 这位不信者可以在圣经、诗歌、讲道、祷告 以及更重要的 在爱的生活、欢迎的话语、和主的百姓与见证中 听见耶稣爱他这位罪人的真理 并受邀进入团契里 同享救恩之乐 大多数时候 我们是独自祷告 直接与神对话 但在教会中 我们有所谓的同心合意的联合祷告 圣经屡次强调神非常重视 那些敬虔人士为共同目标所做的祈祷 在基督徒崇拜中 最常出现的就是祷告 诗歌、诵词、祈祷书、牧师或群众的即兴祷告 引导是祷告 背诵经文、许愿、认罪、代祷、祝福 全都是向着神说话 当神的百姓一起崇拜 我们的心声连成仪器 以神为倾诉的对象 理想上 教会崇拜让个别人士有目的 并且认真地联合在一起 为着神的荣耀和彼此的益处 表达出共同的思想和渴望 这种联合的声音 能启示出只有神能创作的 在团契及焦点上的合一 在形成基督教会的一千年以前 诗人大卫便描绘出神百姓 在教会中才享有的合一性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地善 何等地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有的教会都有瑕疵 但即便有瑕疵 神仍旧使用教会来磨去我们性格上的棱角 透过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彰显他的爱 借着读经和讲道来教导我们认识他自己 透过独特的服侍恩赐来激发我们的潜力 借着发自内心的认罪来净化我们这个人 透过与神同行的前辈鼓励我们 促使我们行出爱与善行 也借着联合的祷告吸引我们靠近他 并且彼此靠近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送赞他自己的荣耀而设 并透过教会的一体性彰显出来 本章将聚焦在联合这个主题上 以刚才提及的基督、基督徒和教会为出发点 从三方面来探讨祷告的一体性 神促成祷告的一体性 神使用祷告的一体性 神帮助我们学习 甚至喜爱祷告的一体性 神促成祷告的一体性 我们这些认真的基督徒 常常强调门徒的个别性 反之 我们很少强调与其他信徒合一的关系 其实 这种合一的关系 是在玉常天堂的合一关系 西伯来书的作者 先详细地解说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及荣耀 视他为我们的救赎主 大祭司及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之后 在第十二章提及我们做主门徒时 要存的信心与盼望 而后说道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老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明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 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忠保耶稣 这段经文说明了 我们最终要参加的那场圣会是什么样子 其中包括数不尽的天使 诸长子 父神 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和耶稣自己 英文标准版圣经使用的动词是你们曾来到 显然 此刻正在写作或阅读的我们 都不曾抵达过天堂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确透过集体的敬拜 而参与在最后集会的和一性中 正如圣公会的公导书所说 在天使 天使长及诸天的陪伴下 我们颂赞 高举你荣耀的名 启示录包含了七封永活之主 写给七个教会的鼓励信函 随后由第四章起 一直到结尾 则是一长天充满意象的附路 这篇附路重新家强神对跟随者的呼召 要他们持守忠心 也重申他的应许 保证那些胜过人生痛苦 忧伤 沮丧 邪恶权势 困境及各种压力的得胜者 最终将享受难以想象的荣耀 这份荣耀实质上 是来自万众一心 环绕神宝座的颂赞和敬拜 在场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到无比喜乐 浏览整个附路的意象 除了世间种种令人惊恐的梦魇外 我们也见到了一线曙光 是天堂最后荣耀的远景 是强调合一的鼓舞 大声读出以下的经文吧 我又看见且听见 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 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颂赞 尊贵 荣耀 全是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此后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病 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浮余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送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又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 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似活物和长老前唱歌 彭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我看见 那些圣了寿和寿的像并他名字树木地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亦全能者呀 你的作为大灾 其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亦灾 成灾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九恩 荣耀 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又说 哈利路亚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似活物 就俯伏敬拜座宝座的神 说 阿们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啊 凡尽为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围成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是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约翰的启示录中 这种同声赞美的图像 出现了多少次 不可胜数 读了这么多天堂 极其崇拜的意象后 没有人会怀疑 所有未堕落的天使 与所有敬虔的人类 在神宝座前一同赞美 实在是他主要的目的 这可能是我们对天堂 最确切的认识 天堂是世上天路客的目的地 透过基督的恩典 每位神的百姓 都将在那里度过永恒 天堂是一处地方 一个状态 一个处境 及同心合意的经验 天堂像什么呢 圣经为清楚交代细节 而任凭我们发挥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前年夏天 我与一群高中生到 威斯康星州南方的森林中践行 我们走过深谷 踏着湿滑的石头 越过湍急的溪流 再向上攀登山崖 此时穿越雾气的阳光 在长满青苔的树干上 刻下镶着花边式的影子 这真是一个远离工作 也远离尘世的日子 由于崖壁太陡峭了 我们无法按计划攀岩 而改用践行的方式 青苔 小溪 鸟鸣 草丛 雨后清新的空气 不出所料 我们开始提起天堂 我宣布说 我的天堂就像这种地方 这里就像我想象的那么完美 亚曼达虽喜欢在郊外践行 却更喜欢热闹和忙碌的城市生活 他坚持他的天堂是一个城市 而且圣经也这样形容他 利斯自认是典型的骑墙派孩子 他说他既喜欢我 也喜欢亚曼达 也愿意在我们两者的天堂中 度过永恒 可能隔周轮一次吧 对于自己这股想要描绘 那难以形容之永恒计划的傻尽 大家都不禁大笑起来 关于天堂的讨论 就此愉快地告一段落 在罗马帝国时期 城市被视作安全 庇护 昌盛的象征 在今日的社会中 城市的病态 贫穷和犯罪率 让人对城市产生不同的感觉 天堂真的是一个城市吗 显然 神在启示录中 因受人类语言的限制 而用城市这个词来描述 它与我们所共度的永恒中的安全 机遇 丰盛 然而 启示录描述天堂是一座城市 仍至少说明了神百姓全体参加的事实 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天堂将会是在敬拜中享受 无止境的群体之乐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将参与其中 这也完全实现了 神已在世上发动的理想 从初埃及纪的时代开始 神为他百姓预定的生活 便是固定召聚他们 成为一个齐来敬拜 共同救主的群体 因此 世上每位信徒 因敬拜而聚在一起 可以很恰当地被视为将来荣耀的彩牌 神在每位重生者的心中 栽植了渴望一起 团契的本能 所以 诗人喊着说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在五旬节早晨 圣灵降临 一个新的人类群体成型了 《使徒行传》的作者告诉我们 这群人聚在一起 充满热情和喜乐的敬拜并服侍主 路加写道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饼 祈祷 信的人都在一处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法 赞美神 对众民的喜爱 当得知他们的领袖 彼得和约翰被逮捕 且被警告不得再传到等于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亦我们祖宗 大魏的口 说 外邦 为什么争闹 万民 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 一起起来 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事实上 他们是在说 是的 主 你的话已成就了 我们向你祈祷 因你曾经预言 耶稣从死里复活 且预言 会有人抵挡你的仆人耶稣 如今 这是正在应验 接着 他们继续聚在一起 寻求帮助 换成是我们 大多数人会祈求 自己得到保护和平安 他们却非如此 而是充满了使命感 所祈求的 是能完成神以托付给他们的任务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他们祈求神的配合 称神为同工 且全体一致用这些勇敢的词汇祷告 他们参与在祷告中 而神使用他们联合的祈祷 来持续他保护的工作 并赐下能力 使基督教能在短短的一个世代里 就变传当时的世界 如使图形传 其余几章所记 在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中 作者告诉读者 如何为永生做预备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不聚在一起 或不参加已公布的聚会 在基督徒受逼迫的年代 看起来似乎是明智之举 实际上却不是个好主意 作者警告说 私底下 不为人知的单独做基督徒 将走入死胡同 换言之 不论遭遇何种困境 都要聚集在一起 因为那是门徒生活中 最精华的部分 这是神的旨意 也是保持灵性健康的捷径 借着此时敬拜中的聚集 我们将表明在基督里 同为一个身体的事实 并且预示出那日聚集的情景 神使用我们的一体性 父、子、圣灵智力 吸引所有的基督徒养成聚会的习惯 不仅是因为这表明 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真理 也因为神计划使用我们的聚会 透过彼此分享在基督里的收获 使我们都得祝福 若想象三一神是一位艺术家 而世界是他展示作品的舞台 那么如何使每位属于教会的人都日真完全 好借此让教会也日真完全 便是这位艺术家持续在完成的剧作 这是宏图大业 无庸置疑 但这位艺术家应付欲如 正 如保罗在以福所书第四章所分析的情况 神会透过每一个人 透过领导人们去传福音和栽培的恩赐来动工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两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使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里有三件事特别需要注意 首先 说诚实话未将原意翻出 因为希腊文原文 是指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活出真理 然而 我们找不到英文单字来表达这个意思 斯托德根据一些早期的注释书 使用活化真理这个新发明的动词 来表达其广阔的含义 其次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与其说是分别在无数人身上做个别的转化 不如说是所有基督徒所共享的单一共同目标 满有 这个词是关键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体现到如此程度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要只等到所有主的百姓都在荣耀里聚集 才能完全实现 到时 每一个人都带着蒙主施恩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是证据 证明天父 救主 圣灵复兴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经历到神再造和转化的大能 这种荣耀的聚集状态就会达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目标 而到了那日 我们在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这便是共同的目标 所有人于其中都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据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每个人都是正在逐步长进的作品 但圣经超越现有的联合聚会 沾望到基督徒彼此在主耶稣里相遇、相伴的盛况 因此 圣经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 与其他信徒聚集在一起 应是我们一生中持续的目标和首要之事 故此 聚会应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晓得这是在荣耀中最终极的满足 所以 我们要活在基督徒的团契中 因意识到在聚会中 便是在为天堂做预备 也是为天堂而被预备好 所有向主的祷告 不论是私祷 还是与他人一同祷告 都需要将这幅未来的远景清除摆在心中 为了便于记忆 我们可说 神使用我们的聚集 是为了启发、开广、鼓励我们 我们可从诗篇一、七篇学到这些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熟民说这话 点燃嚷嚷之火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所招聚来的 诗人在广邀所有蒙恩的人献上感谢之后 继续在这首诗中提出了一连串的见证 神的百姓一个接一个见证他美善的作为 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个相同的节奏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 寻不见可助的诚意 又饥又渴 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在海上坐船 在大水中经理事物的 因他一吩咐 狂风就起来 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以上几段经文描述了神师恩 拯救绝望 不配的人 这些人因自己所经营的事业而陷入困境 一一发昏 一一发昏 绝望 愚昧 无助 之后 全师归纳出神对穷乏人 正直人 以及智慧人的启示 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 脱离苦难 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 正直人看见就欢喜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些事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这首诗告诉我们 留意这类的见证 就能启发人 智慧人从其他信徒的经历中 学到神的救赎之爱 是何等丰富 多样和浩大 当那些原本不配 也不明白的人陷入困境 而谦卑自己 向神求救时 他就持守承诺 垂听他们的祷告 且照他所应许的钱来拯救 今日 我们在团契中分享这种经历 也会带来同样令人快乐的效果 使智慧人更加明白 神坚定不移的爱 这首诗 也使敬虔者的心胸得以开广 因他们的心受吸引 而随着那些蒙福的人 一同感谢和赞美 诗篇107篇的见证 会加深我们对神美善的理解 诗人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人显示 神如何在我们身上动工 如何用世人从未想过的方式来 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困境 因着神的作为 我们满心欢喜 快乐 赞美 并且得着活力 得以持续定睛在他身上 以他来充满我们的心 并将我们的心紧紧安置在他里面 诗人在诗篇119篇32节 便以直奔来形容这种充满活力的状态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地道上直奔 这颗被开广的心 不是心脏科医生要处理的病例 而是内在所经验的属灵历程 借此 我们得着服侍神的动力 并且毫无禁忌 不受限制地去实行 而若我们彼此分享 所经验到的神的美善 及其他属性 也会为今日及明日 我们所处的团契 注入同样更新的活力 当我们读到或听到 神在危难中拯救人的故事 也会受到鼓励 这点实在是太明显了 无需再讨论 所需要讨论的是 当我们与人相交 是否以自己的方式 将故事诉说出来 然而 这是我们和每位读者 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不情愿的参与者 学习及热爱聚会 本书是谈论祷告的书 而本章的章名是参与群体 主题在于 凸显一起祷告的重要性 意义因此 写到这里 有些读者 可能怀疑作者是否离题了 其实不是的 我们一直在预备读者 进入更深层次的讨论 而讲述在基督身体里的 合一及固定彼此团契聚会 是因为我们必须充分了解 这两者是神为我们锁定计划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后者是受前者管制的 我们想正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情形 这个情形若没有受到挑战并加以克服 将会使我们忽视聚会的重要性 也会阻碍我们从聚会生活中得着最大的益处 此外 还会阻止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所定的 去操练集体的祷告 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读者对这方面的重视 以便矫正失衡和清除盲点 如此才能调整心态 合乎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锁定的全盘计划 我们想要挑战的个人偏差 是某些人所谓的敬虔主义 那真是对这个高尚名称的勿用 真正的敬虔主义是以真理为依规的虔诚 敬畏神和奉献的态度 认为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也是最优先的事 然而 我们目前所流行的敬虔主义 虽高举个人与神的关系 却受到现代化 世俗化 即带助文艺复兴血统的个人主义所扭曲 导致教导的是将个人独树一制 有别于所有现存的社会体制 在世俗圈中 这种个人主义美化了反叛者 在基督教圈中 则使基督徒难以认同自己的教会身份 尤其是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分辨神所看见 且认识的普世教会 即我们所看见且认识的许多地方 宗派以建筑或家庭为基础的教会 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流行的敬虔主义看待教会崇拜和其他教会集会的方式 就像是看待加油站和派对 或像是大学演讲一般 我们出席了 加满了油 接着就走自己的路 一点也不委身于那个提供燃料的源头 存着这种心态的福音派基督徒 由于有意螺框 以圣经为基础的更正教 崇拜地点可以选择 往往变成疾袭难改的教会游走者 无法在一间教会固定下来 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里 这类在教会间游走的情形较少 但普遍来说 大多数人同样不明白与其他信徒密切相交 是在信心上维持与基督密切相交的必要条件 这些灵性上的个人主义者 赞同教会中要有好的讲道 好的牧养关怀 好的友谊 却不赞同全然伪身于基督的身体 是全然伪身于元首基督的必要条件 除非我们超越这种过于个人主义式的门徒观 否则很难尽本分与其他基督徒一同祷告 健康的基督徒聚会并不会抹杀我们的个别性 相反的 聚会是一个让个别性得以发挥的架构 约翰·魏斯里曾经满有智慧地说 独来独往的基督徒无异于异教徒 信奉所谓独行侠士基督教的人 无法与基督徒弟兄姊妹相交 以致缺乏真正的灵性成长 他们的灵命会无可避免地停滞不前 甚至走入歧途 我们是在个人认基督为主中成长 也在弟兄姐妹的了解和关怀中成长 与其他所有的圣徒一同迈向西安 我们与旧主建立个别的团契时 也需按着良心 与他的百姓建立全面的团契关系 因为他们与我们都同属于他的身体 这便是忠实门徒的教会观 要将这样的教会观实行出来 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 但对有些人则不然 我们当中有些人天生就很和群 与一群人闲话家常 或与两三好友侃侃而谈 都快乐无比 与亲友更是肝胆相照 无所隐瞒 有些人却是心性沉静 喜爱独处 与人闲聊两句就神经紧声 然而 神呼召我们所有人学习一同祷告和一同敬拜 那些天生就喜爱聚会的人 必须体谅那些感到困难的弟兄姊妹 相反的 那些感到困难的基督徒 必须是这座将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建筑 为属灵的操练 在当中既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属灵益处而努力 也为着敬拜神 讨神喜悦而努力 或许他们可以效法属灵的巨人鲁医师 就我们所知 鲁医师并不喜欢公众崇拜 尽管如此 他会训练自己参加 并且就像教会开门关门 一般规律有致 我们也应如此 我们所主张的是 所有基督徒都可以爱上同心的赞美和祷告 而所有基督徒也蒙照来学习一同聚会 绝非随意并排在一起向神致意而已 当然 假如我们当中 有些人确实敞开了心胸 却仍不得不承认内在 有一种出于本能的疏离感 这感受或许就不是文化制约的缘故 而是因为我们本就是喜爱独处的人 即使在祷告时都是 我们最快乐地莫过于独自与主同行 在日常生活之外 我们发觉单独一人很自在 群聚在一起 却是一大威胁 大多数人在性格中多少都有一点这种倾向 至少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是如此 不论这是某个小时 某一天发生的状况 亦或是在忧伤、失丧、紧张或危急时才发生的状况 我们该如何回应这种内在的需求呢? 自我放纵一两天 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 一个礼拜的闭关和独处也挺不错的 尤其是可以用当中部分时间精心与神沟通 不过 若是把孤立独处当成一种生活模式 某些重要领域的灵性成长就会停滞 而且等于剥夺了神原本透过我们的出现 而赐予其他人共有的信心 更糟的是 我们阻碍了在基督里的合一 以致不讨神的喜悦 天生就倾向孤独的人 可能需要抓住自己的衣领 好好骂自己一顿 若是我纵容这种在情感上退缩和保持距离的态度 我在神面前的真我 就会被破坏 这种态度让真我无法被成全 只要我沉溺在这种内在疏离的情况中 就无法在恩典上成长 我的孩子和朋友无法从我所分享的信心例子中得意 神护照我成为他百姓中的一员 是要与其他人坦诚相交 预备好敞开心 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正如我需要聆听别人的见证一般 此外 我也需要准备好与他们一同祷告 正如他们准备与我一同祷告一般 不时给予自己这种当头棒喝式的劝告 可以帮助我们接受神所托付的责任 与其他人一同向神赞美和祈祷 最后甚至会乐在其中 我们当中生在北纬四十度以北的人 普遍是礼貌性地保留为美德 殊不知这正是我们要克服的 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灵性上的健康 也是为了神的荣耀 圣经提及基督信仰时是用全体 提及基督徒崇拜时也是用全体 而提及基督徒成长时亦是用全体 基督教常被称为是群体生活 而群体生活是相亲相爱 彼此分享 常为其他人好处着想的共同生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此外 我们也不容许一些基督徒个人的借口成为拦阻 史努比卡通的一位主角有一次说 我喜欢人类 叫我无法忍受的是人 我们被护照要超越这种对人无法忍受的想法 而与有瑕疵的弟兄姊妹们 一起在基督里成长 读者诸君可能晓得这首陈旧的短歌 与我们所亲爱的圣徒一起住在天堂 哦 这会是何等荣耀 与我们所认识的圣徒一起住在人间 就另当别论罗 然而 我们不但可以 也必须要去爱人 尽管我们很可能仍然无法去喜欢这个人 可是 只因不喜欢他们 就对有需要或急难中的信徒置之不理 基本上是一种罪 因此 我们终于可以直接了当地谈论 与其他人一同赞美与祷告的主题了 这里的其他人 指的是一同在基督里 因神的恩典 与我们这些信的人合而为一的人 我们必须超越的障碍是 与其他人在形式上并排在一起 在灵性上 却没有进入完全的合一 这是非常容易犯的一种疏忽的罪 身为牧师 我在领师时 面向着会众 这时不难看出 有谁没有在唱歌 当全体会众祷告 就只有神知道 有谁没在祷告了 因为所有人不是攻着背 就是闭上眼跪着 有许多人以为 只要在场聆听祷告 就是参与其中了 其实并非如此 这一点或许需要进一步说明 共同祷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我们都需要学习参与 首先是没有文稿 非正式的祷告 通常在家人 朋友之间 或教会内外的祷告会中举行 其次是在教会崇拜中的祷告 不论是依循既定 祷词的遗文是祈祷 还是以会众发言人身份 带领人向神做 即兴式的祈祷 这类祷词 有部分或全部都没有事先写出 而是在说的时刻孕育而出 因此 在崇拜中带领事先写出 而是在说的时刻孕育而出 因此 在崇拜中带领祷告和带祷告会的困难度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人在大声祷告时 最难避免地莫过于消极被动地听 正确的态度应是与带领人一同积极地在心中思想和祷告 使我们在听别人祷告时 就像是自己在祈求一般 养成这种习惯需要努力 但若不下功夫学习 就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参与了 此外 所有带领祷告的人 不论是疑文士 还是急性士 在发言时都要尽量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 将参与者的思想和期望 直接了当地表达出来 尤其要注意的是 不论是突发奇想 前后不连贯孕育而出的祈祷 或再读的时候 面无表情 生硬乏味的既定是祈祷 都绝非圣灵大能同在的象征 用巴斯德的话来说 领人归主时 神破碎人心的方式不尽相同 三所以 当他教导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 如何同心聚集时 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情 而有不同的教导 对于天生就喜爱聚会的人 他教导他们 使用崇拜和祷告会的内容 去丰富他们个人 与神亲近的时间 让公众聚会时的诗歌 启示 奉献的模式 使他们过去 未如嚼辣的私人灵修生活 再次生动活泼起来 至于那些在个性上 难以适应群体生活的人政府 神让他们想到 他们觉得自在的多的私人祷告 就像是为聚会中的赞美和祷告做预备 也像是聚会的一部分 借此让他们证实这些聚会 温卡路在早期的葡萄园 基督徒团器中说 就我们所知 我们与神独处的质量 足以决定聚会崇拜的亲密和深入程度 既然神渴望每个人都能享有 深入的集体敬拜 我们当中那些害羞 退缩 不善交际 本能的喜爱独处 与人保持距离之辈 最好能在自己固定的私人祷告中 学唱几首聚会时常唱的诗歌 我们无需成为老练的歌手 有些诗歌其实是众人聚集时 向神发出的祈祷 另有些诗歌是在验证信仰 及述说神的伟大 都值得我们采用作为个人伟深的导词 我们与神独处时 可以读这些歌词作为与他交谈的一部分 即使可能无法实际唱出来 几周以后 可能同样的诗歌会出现在聚会崇拜里 由于我们私下已读给神听 所以不知不觉中 就加入其他信徒的行列 在教会中一同吟唱 毕竟我们在家中已练习过了 同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将上个主日的程序单 或教会惯用的祷告手册 运用在个人与神独处的时刻 我们可以大声向神祈祷 阅读和默念以设定好的经文 以其中的真理作为整日的提醒 渐渐地 崇拜的固定形式 礼仪性的导词和回应很自然 就成为我们与神交谈的一部分 一旦我们邀请神的灵指教我们 便会发现一些简短的词句充满了过去 从未发觉的意义 藉由此种方式 我们与神独处的时间 将会获得更深入的意义 而当我们参加集体的敬拜 这层深意也会随着我们 我们的底线是 选择联合一致 因晓得我们在基督里是不可分 且永远合而为一的 而我们的关系根植于 一同的赞美和祈祷 选择不因害羞 不自在 社会传统或任何个人的限制而退缩 选择在一个谦卑 且互相敞开的基础上 付出爱和接受爱 选择长期尾身在一间教会 尽力认同其目标和成员 向其他信徒开放生活和家庭 且在必要时伸出援手 总之 选择同心合意 即全心全意 我们要密切参与会众的祷告和赞美生活 因为这是联合一致的最基本元素 也正是神的旨意 第十章 全心投入 关乎神的荣耀 关乎我们与他连结的生活 祷告 由今至将来 属于我们每个人 它是我们唯一要负的责任 在其中运用每一个恩典 抵挡每一个罪性 得着每一件美事 时刻需要我们全然顺服 正确的祈祷难上加难 诸多的拦阻令人挫折 缺乏适当的态度去履行 败坏的天性更对之憎恶不已 心不在焉与疲乏困倦 临及我们 操练祷告者 人人有此困境 然而 我们现今与未来的福分 全在乎他 欧文 容我心意 成你宝座 归你所有 哈佛吉尔 全能神啊 所有的心都向你敞开 所有的欲望你无不知晓 无任何秘密向你隐藏 借着圣灵的启示 清洁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全然爱你 配得上你圣洁的名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圣公会公导书 过去一度质疑的 如今深信不疑 之前无法置信的 现今确切肯定 关于诗篇 我可以成为这句话的见证 从小参加圣公会的我 自幼就在教会中送唱诗篇 十八岁时 我真正信主 并成为圣公会信徒 然而 直到过了二十多年 我才打从心里相信 诗篇确实如每个人 所告诉我的那样 是祷告的典范 为何有此障碍 当时我归因于两个事实 首先 诗篇作者是诗人 文具常常不按牌里出牌 他们所呈现的思绪 就像百花齐放 而非环环相扣 合乎逻辑 然而 我的思想 却是直线式 如律师般寄密 因此这点令我困扰 其次 诗篇作者在述说 无宁是呼叫意求救 和感谢时 显示出一种热切专一 毫无顾忌的态度 这是冷静内敛的 我无法适应的 从我开始明白诗篇 又再经过了四十年 如今 我能从相当不同的角度 看待所遭遇的问题 我发觉事实在于 虽然早年的 我已拥有一些 向其他人讲解真理的才能 我却一直都无法体会 到底什么是 全心全意祈祷的真正意义 我所遗漏的恰好是诗篇 本身清楚指明的 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说 求你使我专心 敬畏你的名 接着 下一节像是在回应上述的 祈求般宣告 主 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谢你 诗篇第一一九篇 这首拥有一百七十六节的 巨幅篇章 提到了寻求神 遵守其律法 及一心呼吁神 然而 问题在于 这些经文所指的重点 究竟是什么意思 诗人使用这些词汇时 是在告诉我们 哪方面的事情呢 我们曾在本书 探索了个人祷告的 基本心态和方式 在讨论过程中 也常以诗篇来说明 或验证说法 在最后一章的开始 我们留意到诗篇所示范的 其实正是全心全意 祷告的心态和方式 所以 我们的焦点 不会放在神学专业 其他人如何祈祷 祷文的集成 或任何言语表达技巧的问题上 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明白 什么是全心的祷告 我们如何晓得 自己正在这样做 什么会拦阻我们 全心全意祈祷 即在圣灵里祷告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再次查看 圣经所谓的心 是指什么 换言之 让神自己告诉我们 有关人类的事情 人类的心 葛尼斯曾写道 人格或特质 据了解 是形成任何事 或人事样的内在形式 人格是深层的自我 是组成一个人的基本制素 亦是思想 言语 决定 行为和关系 所根植的核心存有 就其本身而论 人格决定行为 正如行为反映出人格 人格是没有任何人能识透 唯有神能见到的人之本相 葛尼斯的最后一个句子 超越了感官世界的观察 是生理 心理 社会学上的人格观 被升华 进入灵性的世界 和属神的启示中 在那里 人格被断定为 所谓的新的证明和表现 彼得称之为里面 的心 我们可将之适当地定义为 在神这位观察者 和见察者眼中 你和我真实的本相 圣经作者可能不晓得 血液循环系统 却清楚晓得 隐喻上的心 及动态的内在自我 如同生理上跳动的心脏 维持身体的运作一般 也在我们个人 及生活每个层面 供给能量 所有的欲望 动机 目标 计划 好与坏 所有的判断 困惑 怀疑与肯定 所有的爱 恨 盼望 恐惧 喜乐与忧愁 所有的想象力 和创作力 全都有我们的魂 灵 心发出 就圣经的字意而言 我的心基本上 是指我这个人 真正的本质 由此而论 我们的思想 言语和想象力 都是由心发出 圣经从头到尾 都抱持这个观点 当大魏祷告说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这两小节诗句 连在一起 是为表达一个事实 口中所说出的想法 是由心流出 诗篇139篇23节中的 两个句子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也同样表明 思绪是由心发出 也把心显露出来 而当诗人宣称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心是块手笔 他是在告诉我们 他所想象的诗境 和美词 是由心而发的创作 他正在写一首 有关皇室婚礼的诗 王子娶了公主为新娘 而基督徒使用这首诗 来欢庆祝耶稣与教会 完全合一的荣耀 一切丰盛的形式 均出自于心 同样的 动机 目标 计划 都是以心作为根源 举例来说 在儿诗篇66篇18节 动机成为 神所关注的焦点 使人评论自己的祷告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以及定义 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 主必不听 而十篇四十篇八节 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动机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至于计划和目标方面 留意神在所罗门限电时 向他说的话 你的心想要为 我的名建电 这心意甚好 反面的对照则是彼得 赤则行邪术的西门 想用银子购买赐圣灵能力 的话 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赦免 另外 也请注意 耶稣对玷污我们的邪恶 所做的诊断 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蝉 骄傲 狂妄 如同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是由心脏发动 同样地 我们的愿望 梦想 才智 于行 德性 恶念 所有我们之所事 所说 所行 都是由真正的我和真正的你的 内在本质中流出 而圣经用转化过的 隐喻式的心来称呼它 在进一步讨论前 我们要先强调两个重点 首先 圣经信仰 基本上是新的信仰 真正的基督教 如巴斯德 一直以来所主张的 是新的工作 留意清教徒所谓的责任 规定要做的行为程序 就像祷告的习惯 只有为尊崇和荣耀神而做 以及 出于耶稣所说的诚实善良的心 才能讨他的喜悦 这颗心代表 以神为中心的动机 充满谦卑 感谢和崇敬 耶稣教导我们 遵守最大的诫命是由新开始 你要尽心 尽兴 尽意 尽力爱主 意你的神 而他也指出 只有清心的人 才能得到看见神的最大福气 与此同时 他也斥责维持形式上宗教的法利赛人 缺乏对神敏感的心 并向他们指出 你们的心 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憎恶的 若是心不正 一切都出错 因此 我们能明白 加尔文私人印章上的图案 具有什么象征意义 在他的印章上 有一只巨手握着一颗心 周围环绕着一行 拉丁文 POPDT Sincere 表明这颗被神所绝住的心 所发出的顺服程度 这是加尔文所努力的目标 而这也解释 何以十六世纪克兰麦 在所着的圣公会公导书中 如此强调心的重要性 难怪其中的导文 至今仍是 如此有力的灵修工具 在圣参崇拜中 公导书教导我们要 竭净我们的心 和将律法写在心上 然后为自己所犯的罪诚心道歉 接着以心献上感谢 而当我们领受禀时 要以感谢 凭着信心 在心中以为良 最后的祈祷是 愿神的平安在父神 圣子和主耶稣 基督的爱和知识中 保守你们的心 每日的敬拜 要求我们以一颗谦卑 公顺 忏悔和顺服的心 以纯净的心 和谦卑的口吻 承认我们的罪 并求神洁净在我们里面的心 其他公导书中的导文 除了要求一颗 境界一切世俗 和色欲引诱的心 也求有一颗 更新和痛悔的心 祈求神的圣灵 可以在凡事上 引导和管理我们的心 并且求神 将一颗爱你的心 浇灌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爱你远高 过世上任何事物 使我们能得着你的应许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就其意义而言 这些导文实在是 新的信仰的最佳模板 其次 为重生的人心 基本上是恶的 神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英文新修订标准版圣经 亦为邪恶远超其他万物 刚毕自用 谁能识透呢 我依耶和华是 鉴查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本书曾多次指出 一般以为人性本善 后来因外在的影响或缺失 才使人变坏的说法 是错误的 事实上 所有人类的内心深处 都受到扭曲 产生缺陷 人心处在反叛神的 致命网罗中 内在有一种 朝向自我中心的趋利 无时无刻不想表扬自己 这种将自己奉若神明的本能 圣经称之为罪 并诊断为骄傲 根据理解 骄傲是一种 想要掌控一切的冲动 使我们所有的欲望 都得到满足 也支配所有的人际关系 所以 骄傲使我们无法 以真正尊重的态度 去对待其他人 换言之 难以顾念别人甚于自己 它也使我们无法 以真正敬畏的态度 去对待神 然而 神重视祂的荣耀 胜于一切 也认为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 从对待其他人开始 都当在美他和讨他喜悦 然而 唯我至上的骄傲 排除了一切以神为中心的想法 所以 就算我们有信仰 骄傲却占据信仰的核心 若是我们没有信仰 骄傲就成了一切思想的根源 表明我们不需要神 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内在的骄傲带给我们肯定 感觉自己是世上最重要的人物 骄傲教导我们为自己辩护 认为自己过去或现在所做的 都是良善和正派的行为 不论周围的人多么不以为然 骄傲让我们自满 不愿改变也不愿被改变 这就是关于人心的坏消息 如上所述 骄傲是基督徒所称的原罪 他嘲笑原罪是贝洛克的一句讽语 贝洛克就像所有信徒一般 晓得我们天生的骄傲或骄傲的罪 可不是闹着玩的 骄傲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耶利米所针对的正是这颗病态的心 他在我们整个灵性系统中 产生内在的抑郁不安和功能失常 有如处于畸形状态 今日我们称吸毒、酗酒 克要是上瘾的行为 而罪也是一种瘾 一种恶习、损伤或破坏 起初看来是好品格的心 这颗有罪性的心是病态的 如耶利米所说 是坏到极处 充满欺诈、撒谎 妄想、自欺 就像上瘾者常有的的心态 我们凭着自己 完全无法明白我们的真相 无法辨识内在扭曲的事实 直到神开始向我们透露 真正的错误所在 唯有神能向我们显明 为何我们会不明就里地反对他 在我们内心深处 明明知道有一位创造主 也晓得他的宣告 却偏偏想要否认这个事实 我们无法欺骗神 尽管总是千方百计 想这样做 然而 唯有这位神能使我们从天生的骄傲 所产生的自欺忠得释放 今日的世界充满令人惊骇恐惧的坏消息 但有关人心的真相 及那些未曾改变的心中将面对的结局 才是最坏的消息 新的心 圣经宣称 心灵医治是神透过福音所赐给人的礼物 是神救赎恩典中不可或缺的层面 神透过以西节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耶稣使用重生这个比喻 向尼哥迪姆描述所发生的改变 并且责备这位以色列人的先生 理应熟知圣经 竟不明白他之前所称呼的 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人 在谈论些什么 此时 耶稣显然有将以西节这番话存在心里 同样的 当约翰提及从神生的 一定也记得以西节说的这段话 保罗想必也是如此 他提到信徒在基督里 与基督一同复活 脱离先前灵性上的死亡 不但如此 他们在基督里 与他一同脱离 因没有神而注定死亡的结局 他也提及信徒在基督里 是新造的人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蒙救赎 重生 新生 一同复活 新造的人 这四个词汇都在形容神的同一件工作 那些相信耶稣 将永活的基督当作救主和主的人 发现自己内在起了激烈的变化 其中一个改变的记号 是记得神 仰望他 并以他为父 向他祈祷 这些行为成为心灵出自本能的动作 重生的神迹发生了 我们有一颗与过去不同的心 透过内注的圣灵持续运行 而与复合子不断相交 圣灵让我们维持一种与父及子合一 和团契的意识 并使我们住在他里面 以上模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新约显示出三种相关的质素 作为那些心以更新者的标志 首先 他们会经常性地悔改 这不只是悔恨 忏悔和自责而已 悔改是从自我中心的歧路 转向面对神 爱他 感谢他和服侍他的道路 是放弃并且远离过去不顺服的行径 是承认过去犯罪的行径 靠近基督 透过他的十字架寻求饶恕 下决心跟随耶稣 过一个奉献的门徒生活 真正悔改的信徒 会不断更新自己 想要过圣洁生活的承诺 会经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 确保没有任何不敬前的方式 承虚而入 哈弗吉尔以优美的手法 表达出持续不断做出个人悔改的重要性 虽然以下的诗句 常在尾身于基督徒服侍的诗歌本中出现 哈弗吉尔在此想要强调的 却是悔改 将我人生 分别为圣 献给你 主 容我十日 化为赞美 永流无尽 将我双手 随你感动 传达爱怜 容我双脚 勤快优雅 供你差遣 将我声音 终日歌颂 单为我王 容我嘴唇 朝夕传扬 你的信息 将我财宝 奉献给你 不留分毫 容我财智 照你指派 发挥尽致 将我意志 全然降服 不再属我 容我心意 成你宝座 归你所有 将我的爱 轻你脚前 宝贵之源 容我全人 永永远远 单单为你 其次 那些如上所述 心意更新的人 会日日回到神面前 就像耶稣比喻中 四处游荡的浪子 归家一般 回到他们的创造者 守护者 救赎主和朋友面前 这是从更宽广的架构 去了解 悔改与成圣的背景 当他们每一日 将生命 带到神面前更新 就会更接近 圣经所说的 经历神 为我们所预备 最终归家时 与父 子 圣灵 同在荣耀中的大喜乐 苏格兰牧师 马德圣的 诗表达出 类似的心境 他写作下面这首诗 是为了抒发 内心的痛苦 他的未婚妻 因他失明 而取消婚约 然而 在这首 祈祷的诗歌中 我们见到的 不是他在自怨自怜 而是忠实 归乡者的 崇拜和期盼 哦 那不肯放我之爱 我将疲魂安息于你 我把所欠余生归来 好使他在你这深海里 得更丰满洋溢 哦 那照耀我路之光 我将蚕灯带来教你 我心因得你光复亮 他的日子借你太阳 得更光明美丽 哦 那苦中寻我之乐 我心不能向你关闭 我在雨中彩虹寻得 知你应许 不会空说 天亮 便无泪涕 哦 那时我抬头十架 我不敢求你烧离 今生虚荣死葬土下 那土长出生命红花 永远开放不已 回到神面前的基督徒生活 不仅是向失望和痛苦 做出回应 也是每日要做的操练 并且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这幅景象源自于圣经 保罗在罗马书阐述完教义后的 一首赞美诗就是一例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门 在此 根据神学的洞见和异象的顶峰 保罗宣称 万有都是本于他 亦指万有都是由神所造 依靠他 亦指神维持和掌管万有及所有生命 包括我们在内 而归于他则意味他是目的地 目标 接收者和成绩者 换言之 所有人类 生物 受造的实体 历史的过程 艺术的创作 科学 想象 工艺和技术 都是为着荣耀他 讨他喜悦和送赞他而设 若不是借着他本身所赐予 我们的内在素质 借着他曾彰显且将来仍要彰显的智慧 真理和工艺 没有人能应付形形色色 由人类和撒旦而来的罪恶 谎言 以及让美丽变为丑恶的衰败及冷酷 所有这些罪恶 迟早都要得到应有的报应 而对于那些靠着恩典 而懂得珍惜神所赐予之美善的人 神的爱显得愈发光辉和荣耀 心意更新的人可以见到三一神 圣经归给他的一切荣美 将在每一方面充满他们的眼界 或者说成为他们的视野 他们透过神来看所有事情 而所有事情都成为一条路径 将他们的思想导向神 这是因为重生的心热切 渴望神且爱神 甚至胜过人间的爱情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不论处于人生和静 重生者都会透过基督 与圣灵联合相交 与神更加亲近 他们的内心深处 经常感到祷告和赞美 是自己最想做的事 这种感觉一直存在他们心里 换言之 他们已被安排要进行伟大的人生返乡计划 而在其中 悔改和回到神面前的每个举动 都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心态 可以马得胜心酸的抒情诗为代表 而所有见行者折返 期盼回家的振奋心情 也可从中得到一定的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 回家是件快乐的事 我们回到神面前 也是如此 马得胜的诗歌 早已家喻户晓 所有在崇拜中 战力颂唱这首诗的人 想必也以此诗 作为个人的祈祷 这必使神感到喜悦 当我们仰望基督的十字架 将个人的伤痛 失望和沮丧交托他 我们可以分享 马得胜更新的亮光 喜乐和平安 晓得自己是蒙神倦爱的 第三 更新的心对神和丰盛生命的切目 使得回乡者成为奔跑者 在他们心中有一股像运动员般 奋力想要夺标的热情 努力和专注 事实上 赛跑是新约中一再出现的画面 象征门徒的忠心 果决和勇气 保罗形容他个人的奔跑情形如下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期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的的奖赏 他大声疾呼 要人以他为榜样 所以 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同样的 西伯来书十二章 一至两节 也催促我们说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奖赏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将一路直奔回家 我的朋友吉姆和卡罗的一生 可说是天路客的最佳写照 卡罗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中长大 出生于一个州 读书时在另一个州 接着在第三个州当宣教士 最后又在一个大型的 国际宣教组织担任助理主任 如今已届中年的他 曾感觉自己难以称呼 世上任何一处为家 不过最终他了解到 他的家在世上没有固定的地址 他和吉姆是世上的天路客 有时奔跑 有时行走 但他们的家是在永恒中 与耶稣同在 在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包括吉姆一百多页的护照 都是朝向天堂的旅程 最近他们返回卡罗幼年时 生长的厄瓜多尔 他们的护照上所贴的身份标签是 短期停留观光客 两个人都市这个标签 不止证明他们来厄瓜多尔一游 更象征他们的一生正迈向永恒之地 他们虽然居无定所 却笑容满面 这说明他们并非无家可归的难民 而是欢然奔回天界 渴望抵达终点的归乡者 统整我们的心 目前我们谈到那些 因着圣灵而在基督里重生的人 将会像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所言 转心敬畏神的名 以及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来尊崇 敬畏 爱慕 赞美 感谢 顺服及荣耀神 虽然天堂的生活必然会如此 但在地上的现实世界中 这样的生活 却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 因为在我们有信心之前 那种深植在我们里面反叛神的罪性 早已时刻蠢蠢欲动 罪性在我们的动机和行为上 产生双重的影响力 首先 我们扮演神的角色 却与真正的神保持距离 其次 我们的人生缺乏重心 以致自己的欲望 梦想 行动和习惯 都显得纷乱复杂 分崩离析 任凭自我中心的冲动拖曳 我们四处闯荡 鲁医师严格地审查他的信心之旅 这样写道 我发现 令我惊骇的是其实数之不尽 一连串诱惑 一箩筐野心 正在滋生的恐惧 叙事待发的憎恨 我的名字叫做群 事实上 所有仍为重生的成年人 都在面对同样的情况 虽然我们信主时 这一堆自我中心的冲动 和野心停止挟制我们 却仍有许多成分 遗留在我们里面 伺机夺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目标 也尽一切 可能抢回行为的掌控权 这便是保罗所提及的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们所愿意做的是指 如今掌管我们的生活 以及有目标的渴望 这些渴望隶属于 唯一最大的渴望之下 也就是全心全意荣耀神 然而就保罗来说 肉体的情欲虽然不再作王 但在许多方面 它对我们的心里仍然大有影响 我们很想尽力去完成 心中最深的渴望 却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的里面正在打一场 道德和属灵的仗 但我们正逐渐进步 有时也会得胜 并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然而 这个任务 在世上没有终止的一日 在自我省察时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 似乎都理应做得更好 而在圣经衡量之下 我们的失误也处处可见 在罗马书七章七至二十五节 保罗借着自我的分析 阐述自己如何从律法的宗教 转变为在圣灵中的生活 带出一个关乎在基督里蒙 拯救的福音大议题 保罗的论点是 无论是他现在成了基督徒的榜样 还是他从前为信主的日子 代表神工艺标准的律法 都没有能力抗衡律法所禁止 揭露 判定的罪欠 保罗充分运用律这个字的意思 提及在人类体系中的律 对抗他心中的律 将他掳走 与他自己的意志作对 他的分析 以一个对句作结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前半句是指重生的心乃 发自内心的服事 以顺服神 守律法为目标 而后半句则是指内在的罪性 以拦阻 分心 分化 和欺骗等各样方式 使我们无法正当 且纯正地做最想做的事 相反的 我们所晓得不该做的事 即使是很小 却很严重的事 仍不断愚弄我们 让我们以为只要做一次 没什么大不了 或甚至想都不想就去做了 而等到我们醒觉 才发现自己没有尽力 做好当做的事 甚至时常去做不该做的事 只要还在世上 每位基督徒都会有同样的经历 故此 基督徒的生活 可说一直不断在对抗与挣扎之中 不仅要对付外在的引诱 也要对付在心中不时冒出的冲动 妄想 态度 心情 精神状态 挂念这些突发的状况 是否会阻碍我们 以纯净的心和纯正的行动 来顺服和尊荣神 我们不希望自己不尽心是奉神 但在现实中 我们经常如此 所以 当圣经提及用我们的全心祷告 焦点在于我们的动机 而非实现的程度 而全心全意所指的是 相对而非绝对的情况 换言之 这里所表达的渴望是 我们此时此刻的祷告 应尽可能充分反映 出神统整我们心思意念的作为 可以确定的是 当我们的心感觉全然归于神 且专心一致 心无旁经地向他做出爱的回应时 我们就体会到更新的时刻来临了 然而 这样的情况不会自动延续 故事也不会就此结束 因为在我们里面 总有比我们所能意识到的 更多事情在发生 不论是在动机还是在性情上 就好比专业辅导 往往能够帮助我们回顾 想起一些事情 尽管如此 当我们持续不懈地祷告 就可以以靠神的作为 将心做更进一步的统整 那么 我们所祈求与领受的这个 专心敬畏神的心 对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祷告 以及公开和私下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比较各英文版本 对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 西伯来文的译法 可为我们提供一些解答 英王清定版标准修定版 新美国标准版和英文标准版 是意为专心 圣公会公导书意为 将我的新编织在一起 献给你 新国际版 现代新国际版和新标准修定版 意为给我一颗专一的心 在意义的版本中 现代英文译本 意为训练我全然忠心侍奉你 心活水圣经译作赐我纯净的心 而信息版可说是最自由 也最清楚译名的 意为将我的心智和思想合而为一 然后专心一致的 以敬畏的态度 欢然敬拜你 接下来的一句 则将西伯来文的全心全意 以为从我的心底深处 十分优美 婉约 因此 使我专心可说是所有因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的经验 而感到挫折的基督徒 自然会做的祷告 换言之 这个祷告能增加我们内在的整合 使我们更深 更热切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 也会增加诗人和我们生命的启示与喜乐 有四个问题可以测出我们对神专心的程度 在进入下个主题前 先来做点测试吧 首先 我们的头脑用得合一吗 所有重生的心都想熟知圣经 将其教导 视为神的真理 用圣经来理解和评估人生 也借着经文从各样美善中感到神的同在和恩赐 然而在现实中 我们的人生往往分门别类 换言之 我们的生活划分成好几个区域 宗教是其中一个独特的部门 在这部门中 祷告是应做的任务之一 但这宗教部门 却与我们人生的其余部分毫不相关 在人生的其余部分 病态的妄想和色情 嫉妒和憎恨 渴望权力的野心和贪婪 仍全面掌控 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 正是其假冒伪善的角色 这也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罪恶 因此 我们的头脑 思想所引致的生活 表现如何呢 其次 我们的双手用得合一吗 他们是用来讨神的喜悦吗 将我双手 随你感动 传达爱怜 哈弗吉尔写道 双手代表人生的各样活动 及我们所有的实际行动 问题在于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讨神喜悦 还是直讨我们本身或周围人的喜悦 直讨他人喜悦是我们必须学习避免的陷阱 所以 我们的双手 我们人生的活动与事业 表现得怎样呢 第三 我们的习惯合一吗 我们的例行生活 打发时间的方式 思想的主题和模式 甚至是嗜好和运动的兴趣 都是合一的吗 从事不恰当的行为或做事不懂得节制 一旦成为习惯 我们的良心就会停止批判他们 以致道德缺陷成为我们整个人的一部分 却毫不自觉 我们经常沦为恶习的俘虏 你我的习惯合乎圣洁吗 我们关心这个问题 并试着付诸行动吗 我们的习惯 我们人生所形成的规律 是什么光景呢 第四 我们的盼望合一吗 人生十分倚靠盼望而活 当耶稣吩咐 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 因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那里 便是在论及盼望 我们储存 计划 策划 祈求 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最大的盼望 是为了今世和未来 能与圣父和圣子更加亲近 以致喜乐满意吗 我们是否渴望讨神喜悦 过一个奉献的人生 我们此刻最急切 想要成就的是 是否能让神的这荣耀呢 所以 我们的盼望 我们现实人生的焦点 是什么呢 从这些重要的问题中 可以见到 我们必须像老鹰一般 紧盯着自己 将什么带入心中 因为带入心中的东西 往往想要纠战雀巢 我们的心如何 人也如何 心是每个人生内在的故事 我们不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心 除非我们留意自己和别人心中 所发生的事 所以 难怪真言这卷 智者教子的文学佳作 不厌其烦地 尊尊告诫 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 使之信靠顺服神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我们要致力避免污染水源 智者如是说 这是智慧之道 其余都是余形 全心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详细 探讨了人心的意义 因为今日的基督徒 对此了解甚少 之前我也提到自己 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无法欣赏诗人 全心全意的祷告 如今看来 那是因为当年的 我太过理性 不够热情 敬虔的行为 也只维持在表面 内心深处 更是处于冻结状态 需要解冻和暖身 我不认为自己 是现代西方基督徒中 唯一有这种问题的人 西方个人主义式的文化 孕育出疏理感 许多人本能地 与自己以外的人士 保持距离 一直在对神和对人两方面 都无法拥有基督徒 应有的敞开 无拘束 舍己的透明度 请留意 我们此刻所谈论的 不只是全心全意的态度 即每日对人 或是都保持一种热切 实时健康的尾身 虽然这种真挚专心 很令人渴望 但我们所着重的是 圣经层面的专心 要明白这种属灵上 超自然的专心 需要先了解 两项重要的真理 第一个真理是 若没有父 子 圣灵 我们将永远迷失在 黑暗和绝望中 第二个真理是 借着拯救我们脱离灭亡的 圣三一神的爱 我们得以蒙神揭秘内 享受与他相交 并得他保护的新生命 这个属于我们的 在圣洁中喜乐 平安 赞美和愉悦的生命 会愈加丰盛满足 直到永恒 当我们更深地明白 这些真理之后 内心就会更自由 清盛 以神为乐 以至更接近诗人 在导词中所流露的心 这便是我们现在 想要阐述的 新约曾两次提到 要我们在圣灵中祷告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而言 这并不是只要用方言祷告 虽然有些人 可能有这种经验 这也并非指 每次祷告时 我们都有一些 内在狂喜的经历 就我们看来 在圣灵里祷告意味 以三方面的觉醒为基础 与神做回应时的相交 每方面的觉醒 都是出自圣经 也透过内住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分派给我们 第一方面的觉醒 是要全方位地了解 重新创造 重新立约 以基督为中心的新次序 如今已覆盖和促进 整个地球及其居民的现实生活 这项新次序的焦点 在于神赐给信徒永恒的生命 换言之 与神相交的生命将延续到永恒 永不止息 这个新生命是赐给所有因着信 而认识 信靠 爱及服侍基督 接受他为救属主的人 圣灵借着圣经 写在信徒心版上 对神救恩计划的全球性觉醒 可以依序会证如下 信徒晓得自己是新造的 重生的人 拥有一颗新的心 这颗心心驱策他们不断操练信心 相信圣经所传的基督 也借着悔改 顺服圣经的神 将赞美 尊崇 讨神喜悦及荣耀造他们的主 视为一生的目标 信徒晓得自己透过中保耶稣基督的死 而蒙救赎 医治 重建 饶恕 并获收养进入神的家 如今 有一个存到永远的事实是 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亲自与他们同在 信徒晓得自己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 圣灵透过圣经指示 他们神的道路 作为和旨意 并将他们连于基督 成为他身上的肢体 以致他们可以分享他永活的生命 圣灵也在信徒的祷告中 给予他们指引和信心 也让他们认清神如何应允他们的祷告 信徒晓得自己正走在归家的路上 向着天堂的荣耀前进 这条路有时起偶不平 有时满步荆棘 他们必须不断学习接受困境 信徒晓得自己身为普世基督教会中的一个肢体 要为身于自己的教会和团契 并且跨越教派服侍神和其他肢体 此外 要无私地满足需求 维持合一 支持任何使教会在制和量上成长的事工 尽力在世上扩展神的国度 信徒晓得自己要起身反对撒 但对救主、福音、教会及基督门徒的逼迫 他们明白在抵挡神的氛围中仍忠于基督 一定会设入属灵征战 而他们也需要有许多抗衡文化的动作、策略、态度 及公开表明反对的立场 信徒晓得自己所参与的教会肩负 传扬基督的大使命 并要在各处操练撒玛利亚人爱临社的精神 也要用各种做见证的方式和管道 来拓展基督化家庭、教育、商业、政治、娱乐和艺术文化 信徒晓得圣洁是他们个人的第一优先 就算是为了达到好的结果 都不可使用罪恶的手段 也不可选择罪恶的方法 以求挣脱困境 尽力达到善的标准 不存安邪的心态 在所有社会冲突中 要以公义及和平为目标 简言之 以上就是圣灵向所有神百姓所传达的全方位 整体、大幅度的基督徒护照 其中所涉及的细节 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年日不断要去发掘的 然而 以上的信仰大纲 自始至终不曾改变 并且将持续塑造我们的行为和祷告 第二方面的觉醒是要渐进是 欲加深入的明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我们的救主 主宰 朋友 先知 祭司 君王 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 所拥有的荣耀 圣灵引导我们居住在基督的智慧 全能和爱中 好比牧羊人牧羊我们这些属他的羊 像葡萄树滋养我们这些属他的只子 又像救赎主赎回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一般 这位救赎主为了将我们每个人从地狱中 就回在爱中舍命在十字架上 他也要在爱中保守我们亲近他自己 直到永永远远 耶稣应许我们当圣灵降临 完成所谓五旬节的服事时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那么 什么是圣灵要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的呢 就是耶稣的人格和工作 他的超越性和能力 他身为神儿子的至尊身份和尊荣 他过去 现在 未来的作为 他赐给我们的爱 信实 应许和恩赐 及他对我们的看顾 总而言之 就是一切有关耶稣的事 因此 圣灵荣耀耶稣 让我们看出他的尊贵 以致他充满我们的视野 成为我们存在的核心 自从路加在史图形传第二章 所描述的五旬节事件之后 圣灵就为所有信徒成就这些事 直到如今 我们格外要小心的是 千万不要抵挡 拦阻或令圣灵忧伤 以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错过了他的服事所带来的益处 相反的 我们要祈求圣灵 开启心里的眼睛 使我们见到更多他想要表明的事 尤其是神透过他儿子 所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美事 这乃是从我们生存之初开始 遍及各项拯救和改变了我们这些罪人的恩典和怜悯 保罗最初恨恶耶稣的名 又逼迫基督徒 没想到耶稣基督却成为他生命中的一切 以及他灵魂热恋的对象和主宰 他说 基督的爱 以及基督向他显示的爱 是驱策、引导、俘虏、管控、迫使和推进他一生的动力 激励他终生以无私的爱建立和牧养教会 保罗浑身是尽 但驱策他的是基督肠阔高深的爱和怜悯 他无法将基督排除在思想之外 而他也不想这样做 在赶着去迫害教会的途中 耶稣觉住他 令他一百八十度的回转 一回想起这件事 就令他肃然起敬 站立不已 因此 对保罗而言 基督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就好比纽顿发自内心向耶稣呼喊说 我的主 我的生命 我的道路 我的结局是图保罗在以撒华兹所形容的基督无可测度的爱面前 永远地 永远地 惩服 赞叹 着迷和狂喜 因此 他在腓立比书中的描述 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墨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使我认识基督 在这段见证的结尾 保罗宣称 他自己以基督为中心的心态 是所有信徒的榜压 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特别是神以赐下圣灵给我们 会在这条路上引导我们 保罗在以福所书三章十四至十九节的祷告 则更清楚说明这点 请特别留意 他为读者建构出的祈祷顺序 其实是层层累进的 正如圣灵会赐下力量和精力 给隐藏在心里的人 保罗说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当圣灵眺望以福所人的信心 使他们在赞美和香蕉中寻求基督 基督就会住在他们的心里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这些信徒星已将基督的爱 当作生命的根基 但保罗祈求 他们对基督的爱有更广阔的认识 并且继续不断扩充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肠阔高深 便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夺的 保罗似乎想表达 当我们欲能辨识基督的爱 并借着他所做的及他在未来 所应许的来测夺 我们就欲能发现 自己对神的爱的认识 是何等肤浅 就好比大物开始退散时 我们隐隐见到令人动容的景象 等物逐渐散去 我们就更渴望见到 完整的真实景况一般 对基督之爱的认识也是如此 当越来越多无私 美丽 全能的属性从其中散发出来 我们欲会发现自己平息以待 难以抗拒 或用我们的话说 兴奋到不能自已 撒姆尔法兰西斯的歌词 捕捉到这个观点的几分神韵 身灾 身灾 耶稣的爱 无限广阔 无限量 浩浩荡荡有如汪洋 主爱领我何周祥 把我硬币 把我环绕 是主滔滔大慈爱 导我前行 领我归家 安息天上到万代 个人生命和道德特性 不断充实转化 荣上加荣 满有基督的样式 反映出在基督里内化的神之形象 这也正是信徒 生命不断成长的实况 教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对保罗 以辅索信徒及我们来说 这里涉及双重的认知 当我们对难以抗拒 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的基督之爱 有欲多的认识 也会愈来愈意识到 本身罪性的顽强 繁多 无力 污秽 罪恶和羞愧 保罗时常提起自己的卑微 听来十分夸张 但他一路讲下去 愈说 愈显得过分 在戈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 他说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在以辅索书三章八节 他说 我本来比奥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他说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我们很自然地见到 当保罗感受到救赎之爱的宝贵 圣灵使基督在他心中的地位 日益高升 他就愈发看出自己的卑微 显然 当圣灵欲让人送赞基督 舍己之爱的伟大 就欲让人厌恶自己过去 和现今生活中的种种污点 不论何种情况 基督之爱 都是基督荣耀的核心 这也正是圣灵动工 要让我们每个人 更加意识到的重点 第三方面的事实是 在万物和大自然 都显示出圣父 圣子和圣灵的美丽 智慧和全能 对不信者来说 这些只是大自然运行的方式而已 然而 对基督徒来说 这是无限丰富的神令人惊叹之作 如同伟大的救赎 神造化之功 也同样令人敬畏颂赞 这带我们回到约伯纪第38至41章 真言第8章 及许多诗篇所描述的世界中 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比我们所能了解的还要重要 但我们在此无法做充分的研讨 我们此刻的看法 亦可说是结论 在圣灵里祷告 亦为持续向圣灵的工作敞开心 让它引导我们默想 合称颂主耶稣基督 在各个层面所彰显的荣耀 而针对这些层面的回应 便是我们终身祷告的架构和根基 在此可以肯定的是 基督徒全心全意祷告的内容是 专一为这主的荣耀来祷告 此外 还可以进一步肯定的是 所有按照以上指引而清新祷告的人 会在祷告上得到丰硕的收成 因为很久之前 神赐给不慎完美的以色列人的应许 如今仍然有效 所以 我们相信以下的话就像是对基督徒说的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这才是真正在圣灵里祷告 持续不断荣耀基督 透过基督真正认识神 以一颗真诚 专一的心祷告 按着神所启示的旨意祷告 借着诗篇作者所设定的模式祷告 效法圣经叙事 所记载的许多祷告范例 执笔写作的我们 就像阅读的你们一般 在神的祷告学校中 不敢说自己比初学者懂得更多 只能说 主啊 教导我们祷告 阿们 后继 给祷告受困的基督徒 一开始 我们写这本书 是为了帮助那些想要祷告 也尝试祷告 却遭遇拦阻 切望突破的基督徒 他们的感受 就好比扬帆带发的船 却无风推动他们前进 这种感觉或许和下述情形 没有直接关联 由于身体 精神或环境的打击 人生和心灵的平静遭受破坏 历经极大的 有时是持续一段日子的情绪低潮 长期忽略安息日的原则 没有为自己安排定期 多样 规律性的休息和充足的睡眠 上述状况让我们的心无法祷告 就好比患肺炎的人 不适合打驱棍球一般 祷告毫无果效 就是上述状况的 副产品和征兆 一旦我们在祷告上遭遇困境 首先要检验 是否是由上述因素所导致 而要除去祷告的障碍 可能要采取默想性 而非灵性操练的行动 但若排除这些因素 感觉依然存在 我们在下面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当你祷告前 请先思想你祷告的对象是谁 他曾做了什么 使你能来到他面前 并且永远能寻求他的关注 你与他此刻是什么关系 你是何等不配享有 你在天父家中所得知的饶恕 自由和地位 想想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和圣灵 主耶稣正与你建立朋友的关系 尽管你充满罪性 他仍期望你借祷告来回应 与他建立爱 信靠和顺服的友谊 将上述的思想存在心里 然后开始向你的天父和救主祈祷 大声祷告 或至少轻声说出你的祷词 即使你屏住气息 或如某些人所谓的轻声细语 这都能帮助你集中精神 不置胡思乱想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 基督徒祷告时常会大声说出祷词 主张个人在私下祷告时 要完全寂静无声 是最近才有的概念 并且十分不智 另外 当你独自一人说出 有声的祷告 见些颂唱 大声读出喜爱的赞美诗歌或诗篇 都会大有必义 早期的寻礼会信徒 会拿着诗歌集和圣经进入密室祷告 我们相信他们的榜样值得学习 若是你发觉自己祷告时 卓于言辞 尤其是在一开始默想 神圣节的尊荣时 感到难以启齿 或在任何时刻 心像是遇到障碍 需要除去拦阻时 你可以转而 使用主导文 以其中的每一个句子当作引子 来激发思绪 马丁·路德不但自己如此操练 也教导人 每日用主导文来祷告 他建议使用四股线 搅扭成一个花环 首先 送在每一个句子中 满有恩典的真理 接着 为句子所提醒 你的各样美善赏赐感谢神 再来 承认你的过失 并认真将这些话 是为生命的指引 最后告诉神 你从句子 所引发的祈求 鲁医师也有 类似的例行做法 他称之为 为句子加上花彩 当你这样做 思想就会开始活动起来 只要想法浮现 你就有话可说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辅助资源 在手边 像是圣公会的公导书 运用别人创作的导词 不是好像咒语般念念有词 而是为你本身的思想 预备一个跳板 使你思考这些究竟 是不是你想要或需要 向神说的话 等你想明白之后 将想法写下来 作为自己的导词 这时 你才是真正在祷告 而你会发现 这么做时 你在其他事上 都能考虑周详 深入祷告 当你使用主导文 逐步祷告 同时也要留心 聆听神的声音 在祷告前后读经时 也要持续听神的声音 关于这件事 马丁·路德 提出了精辟之鉴 至今仍无人能出其诱 我经常在主导文的某个祈求上 陷入沉思 接着 我放下其余的六个祈求 当丰富的思潮涌流出来 我们应当 在寂静中聆听这些声音 绝对不要压抑它们 此时 圣灵亲自向你传讲信息 祂所讲的一句话 胜过你本身千言万句的导词 若是圣灵向你前来 并开始对你的新传讲 赐下丰富的亮光与思想 要安静和倾听 因它讲得比你好得多 要留意它的信息 将之记录下来 如此 你就会惊艳到大魏所说的神迹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在读经和祷告时 写下从神听见的话 你就可以得着智慧 你必从中超越 陈枪烂调的表面镜前 领受各样的灵感 更认识神和你自己的本质 更深明白神圣洁的旨意 并且让每日祷告的内容 更加丰富 你也可以寻找 抱持相同心智的人 一同建立祷告伙伴的关系 彼此分享实践上述建议的果效 甚或一同学习本书的 思想问题和操练 找出最适合你的祷告方式 若是你肯亲身尝试 就一定找得到 接着要持续采用这种方式 不随意更换 那位在天上的好朋友 绝不希望你的祷告不断受挫 而是渴望你找到祷告的窍门 与他享有最亲密 坦诚和丰盛的团契 每个人的方式不尽相同 但或多或少都有些类似 我们绝对要记得 神要我们精益求精 而不是安淑贤懒 不思进步 他期望我们尽心尽力 而不是得过且过 不求长进 这说明为何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 有其偶不平之处 而在我们的祷告经历中 有干涸枯竭之境 即使是历史历代最忠心的基督徒 都不时有此遭遇 这是我们天上那位好朋友 坚定无畏的作为 他的本质像是一位伟大的医生 引导我们恢复最佳的健康状态 而他晓得在哪个阶段 什么事情最适合我们 因此 让我们以保罗在铁撒罗尼家前书 五章十七节所写的话 作为本书的结语 不住的祷告 持续祷告 时刻祷告 祷告不错 且让我们静观神的作为 再不住的祷告 iyi 再不住的祷告 再不住的祷告